1. 追悔已作之恶业,2. 追悔已作之善业,3. 追悔已作善业之未满,4. 追悔已作恶业之未满。 此四句细由已作之业而说。 句舍论卷四则对于追悔未作之事,亦称为恶作,如追悔,我何故不作如是事,亦为恶作。 说一切有不认为追悔善之不作业为善之恶作,追悔不善之不作业为不善之恶作,主张恶作仅限于善与不善,而不通于无忌。 但句句舍论卷四则,外方诸诗中有说恶作通于无忌者。 成为诗论书记卷七本意以恶作通于善,不善,无忌三性。 又为诗家称恶作为,悔,其解释意与俱舍等不同。 成为诗论卷七说明,悔,即贤物所作之业,以追悔未性,仗奢磨他未业,且,恶作,是于果上甲利因之名,悔, 则系就当体而立其名者。 另句成为诗论书记卷七之意,恶作之,恶,独去生,未贤物之矣。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十一,瑜伽师的论卷十一,显阳圣教论卷一大乘阿皮达摩杂级论卷七, 巨舍论光际卷四,巨舍论宝书卷四,百把问达超卷一二级戒律中之突极罗,泛度KTA。 指身体之维系恶行,有时亦包括口舌之维系恶行。 善剑绿皮婆沙卷九,参阅,突极罗,3924,P4947。 恶剑,疑犯于梅西,迪阿,又作不正剑,略称剑,为法相宗所立百法之一,属六烦恼之一。 指邪恶之见解,以及违背佛教真理之见解。 据称为十论卷六载,恶剑已染慧畏性,能障善剑,恶剑者多受诸苦。 于据舍论所说六随眠中之剑随眠,泛对歪,阿尼阿,五着中之剑着,均与恶剑相同。 一形象之差别,二剑分为萨迦耶剑,编直剑,斜剑,剑曲剑,借静曲剑等五剑,又称五恶剑,于九截中,前三剑为剑结,泛第一萨余剑,则后二剑为曲结,泛P.A.R.M.R.A.S.A.U.G.E. 据社论卷十九 显阳圣教论卷仪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仪 参阅五件 一千零九十九 二在净土宗 特指自立一心 善导观经书散善意中举出贪田二合之辟欲 为别解 别行 恶见之人 以虚妄之见解或乱愿往生西方者之信心 日森青鸾之鱼突超卷下位 恶见人即止交慢 懈怠 邪见 疑心之人 参阅 发浅召唤 五千一百六十四 P四千九百四十八 恶取空 范语的 G.H.T.N.E.A.T. 右座屁取空 取恶空之意 为善取空 知对称 即否定因果道理 不知原生无性之理而谬解空意 执着于断空之见 据称为十论卷七载 否定真俗二帝 是为恶取空 诸佛说为不可治者 又据大制度论卷一载 法中 有方道人 说一切法不生不灭 空无所有 以其说不弃实意 不知即空无性之理 即是恶取空 菩萨的持经卷二 瑜伽师的论卷三十六 瑜伽论计卷九 华言经案玄计卷十 华言五教章卷四 P四千九百四十八 恶念思为障 未修定三障之一 只修行者于修定时 因婚审暗睡 恶念呼起 岁破境界 思我时恶 五 等不善之事 由此一念而障碍诸禅定 使之不能开发 天台四交 以及解标指超卷下 大藏法术卷九 参阅三藏六百六十七 P四千九百四十八 恶之事 泛语P八 Maitra 为善之事 之对称 又作恶有 恶师 恶师有 即说恶法与邪法 使人陷于魔道之恶德者 法华经卷二 辟育品 在对舍离恶之事 而清净善有之人 方可谓其说法 又据北本大班 涅槃经卷二 时记载 菩萨摩赫萨 于恶相等 其心并无不拒 于恶之事 则身畏惧之心 长阿涵卷十一善 申经 举出六恶有 即方便生妻 说种种欺诈 好喜平处 喜好隐秘之处所 又他家人 又拐他家之人 图谋他物 谋取他人之财产 财力自相 图利自己 好发他过 好指摘他人缺点 等 又举出清恶有之四事 即饮九十有 薄系十有 盈义十有 歌舞十有 此外 日森清卵在于突超卷下 解释善导观经书散善意中所举二 和辟欲中所说之恶有 为恶有指杂毒虚假之人 即指妨害往生净土门指去之意学 意见 别解 别行等之人 唯摩洁经卷上 施加罗月六方理经 批四千九百四十八 二沙罗 范语 AKA 又作二沙罗 阿查罗 罗沙罗 二查那 阿启史罗 一作字 又未应结 运语之意 即指文语 由其不辩之意 取位不改转之意 成为十论数记卷二末 大四三 六九上 二查那是字 五改转意 据舍论光记卷五 大四一 一零八下 范云二沙罗 唐言字 是不流转意 为不随方流转改意 据玄应应一卷二载 自为文字之总名 范语为二沙罗 一作无当流转 无尽自戒止末之书写可得不灭 此不灭用以辟欲常驻 凡有四十七字 为一切之字本 又据大日经书卷十七载 字 知范语有二沙罗 礼比柄二应 前者为根本字 即是本字 如阿字之最初二应 后者则为增加字 大日经书卷十四 大日经书义士卷十一 惠灵音义卷二十五 范语杂明 批四千九百四十九 恶律仪 恶之律仪 为善律仪之对称 又作不律仪 恶解 即为自活获得利益 而立世行屠杀等业者 所得之无表色 据据舍论卷十四载 恶律仪为智者所喝咽 顾名恶行 能障清净之戒律 顾名恶戒 不经生语之恶 顾名不律仪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七 说恶律仪有十六种 即一 为力饲养羔羊肥已转卖 二 为力买羊屠杀 三 为力饲养猪屯 肥已转卖 四 为力买猪屠杀 五 为力饲养牛犊 肥已转卖 六 为力买牛屠杀 七 为力养鸡令肥 并与转卖 八 为力买鸡屠杀 九 钓鱼 十 猎狮 十 一 截夺 十二 魁快 魁 为狮之意 快 为切肉之意 即止杀忍者 十三 网不飞鸟 十四 两蛇 十五 狱卒 十六 咒龙 以咒树系妇蟒蛇等 工人观赏细乐 求物以自活 又大方便 佛报恩经卷六 举出徒儿 魁快 养猪 养鸡 捕鱼 猎尸 网鸟 捕蟒 咒龙 玉利 作贼 王家常差 捕贼等十二恶律仪 有关恶律仪之得与舍 依据舍论卷十四 卷十五之意 若助律仪 由圣烦恼而作杀父等诸不善业 由此便发不善无表 若助不律仪 由纯净性而作礼佛等诸圣善业 由此亦发诸善无表 又由作是二者能得恶律仪 作即生于不律仪之家 于作杀生等试时即发的恶戒 是即非生于不律仪之家 但为生活之故 力是杀生以滋养活 由此发的恶戒 舍戒则有三缘 即有死亡 所依之身以舍 能依之恶戒随之意舍 由得戒 善恶二戒不能聚起 得别解脱戒或禁律律仪时 增胜之势力强大 故能舍恶戒 由二行生 即男子生为女行 女子生为男行 另据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六载 死者欲爱禁时 受律仪界时 受三归一时 于此三时舍恶律仪界 于家诗的论卷九 顺正理论卷三十六 四分律山反捕阙形式超卷中一 据舍论光计卷十四 批四千九百四十九 恶气 即欲薄不显于外 于心内固结不解之气 大无量寿经卷下位 各怀杀毒 恶气咬名 即表辞意 此外 禅灵中 禅师未达到使他人觉醒之目的 以恶劣之态度所说之言语 称为恶气息 其气息 之意 细止言语 大慧普诀禅师书卷下 批四千九百五十 恶鬼六贼 为六贼之恶鬼 六贼 纸色 身 香 味 处 法等六镜 此六镜能迷惑人 仗毙人智慧之眼 犹如贼 更以恶鬼比喻之 竟觉著班若波罗密多星经 批四千九百五十 恶无过 又作恶无碍 即执着作恶而无过失之一种邪见 如恶取空者 观空而否定因果之道理 不不畏罪就 更起丐禅 又对日本净土真宗畅言恶人正激之说而言 此即用以止赤 仅凭阿弥陀佛之本愿而往生 但不自行制止造恶之说 选择传红诀一超卷四 净土宗要集卷四 参阅 恶人正激 四千九百四十五 批四千九百五十 恶业 善业 之对称 为生 口 亦所造乖理之行为 即止出于生 口 亦三者之坏事 坏话 坏心等 能遭感现在与未来之苦果 通常止造五逆 十恶等业 四十华严经卷四十 大一零 八四七上 我习所造诸恶业 皆由五十滩 会 吃 六波罗蜜经卷五 据舍论光纪卷十三 参阅 善业 四千八百九十四 批四千九百五十 恶道 为 善道 之对称 与 恶趣 同意 道 为通之意 即止生前造作恶业 而于死后去往之苦恶处所 戏对所去之一生及气世界之总称 主要指地狱 在六道之中 一般以地狱 恶鬼 畜生三者称为三恶道 阿修罗 人间 天上则称为三善道 此外 四恶道指地狱 恶鬼 畜生及阿修罗 五恶道则指地狱 恶鬼 畜生 人间 天上 无量寿经卷下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大乘一章卷八末 参月 恶趣 四千九百五十 批四千九百五十 恶道障 为五障之一 指生于恶道中 为修行佛道之障碍 恶道 指畜生 恶鬼 地狱等三恶道 生于其中 生于其中 难闻佛法 故为文法修道之障 大致 大致度论卷三十八 参月 五障 一千一百九十四 批四千九百五十 恶论 请参月 试论 恶趣 犯于德格 八历于德格 又作恶道 为善趣之对称 趣 为妄道之义 即由恶业所感 而应趣 妄之处所 句句舍论卷八载 五趣之体 为无负无忌 又五趣 涉于有情术 即为由善恶业所招感 知一首无忌之果体 明知为去 故说一切有不主张 去 不通于善 染及弃世界 一般以地狱 恶鬼 处身三趣 称为三恶趣 又称三图 三恶道 为纯粹恶业去往之处 其中 依田慧去往地狱 依贪欲去往恶鬼 依于吃去往处生 相对于三恶趣 阿修罗 人 天等三趣 称为三善趣 为行善业者 所去往之处 三恶趣 若加阿修罗 即为四恶趣 三恶趣 家人 天即为五恶趣 又称五恶道 五趣 其中阿修罗 包括在恶鬼 畜生 天上三处 或为地狱所设 五恶趣 再加阿修罗 即称六道 又称六趣 人类亦可谓 于六道中轮回生灭 此六道 若以现实人生取辟 田慧即为地狱 贪欲即为恶鬼 鱼吃即为畜生 斗争即为阿修罗 喜悦则分别为人间 天上 古印度人 一生最大之愿望 乃不欲再度受身至人间 故事人道与天道均为恶趣 但此恶趣 亦涉入佛教之后 恶趣专指地狱 恶鬼 畜生三道 天 人为恶善道 此外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 第一愿为无三恶趣愿 第二愿为不更恶趣愿 此二愿皆为大悲拔苦之愿 无量寿经卷下 阿皮达摩法运族论卷九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巨舍论光记卷八 巨舍论宝书卷八 玄印音译卷四 惠灵音译卷四十八 选择本愿念佛级卷上 批四千九百五十 恶鸡 恶为损害之意 鸡指根基 即做非礼损害之行为的根基 日本净土真宗开祖青鸾在鱼 突超卷上举出七种恶鸡 一十恶 即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 起语 恶口 两舌 贪欲 甜慧 鱼吃 二 四重 即僧众犯杀 道 淫 望四重境界者 三 破剑 即破坏正道之理 四 破戒 即破境界 五 忤逆 即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破和和僧 出佛生血 六 邦法 即诽谤正法 七 产提 即无性而断一切善根 此等恶基之人 于一念兼文性阿弥陀佛之本愿而称名 亦能得阿弥陀佛之救济 密宗之教义艺术及恶基救济之功能 据陀罗尼及金载 若有人犯四重罪及五逆罪 能持此法 读诵陀罗尼一遍 即能消灭一切根本重罪 令据摄真实金卷上金刚界大道场品载 广造恶业 作堕于地狱之因者 一切与法皆不能救度之 唯有金刚界大曼陀罗无上法门能给予救护 P4951 厄西彻亚罗国 厄西彻亚罗 泛名阿弥陀佛 亦亦为蛇盖 蛇 为中印度古国民 又作厄西彻亚罗国 阿喜彻多罗国 阿兰车多罗国 据大唐西玉记卷四载 厄西彻亚罗国周还三千余里 大都城周还十七八里 帝氏显故 盛产古脉 并多灵权 其国名封淳朴 万道独学 有迦兰十余所 僧徒千余人 习学小盛正量步伐 另有天词九所 亦道三百余人 侍奉大自在天 为徒徽外道 此国之名 据印度古代史诗大叙世诗 范玛BH Raida 英译摩赫婆罗多 在魏班舌罗国 巴帕CLA 北部之首都 其已只靠近恒河之流罗摩横家河 而梅哥G 位于巴雷利 北雷利 之西约二十九公里处 存有三十二塔 佛阿孔雀 明王金卷中 大制度论卷三 帆范与卷八 P4951 简模变异录 请参阅预制简模变异录 恶处 为事为他人之首所处而恶会者 戒律以他人首处之实物为不尽物 故尽时之 四分律三凡却形式超卷下 四分律形式超资实际卷下 二之二 P4152 恶赖也干精 恶赖 止恶吉 也干 吉也糊 死恶者臭惠不善 比喻心之险恶 摩赫指观卷二下 大四六一七中 大论云 宁起恶赖也干心 不生生闻 辟知佛意 此外 萨哲尼尖精卷久有 戒赖也干身 之语 未不持戒者 即使戒赖也干之身 亦不可得 P4952 恶赖 巴黎语 As you have 只身上所出不洁之精液 如浓 血 尿 史等 二 未增艳之意 漏 即精液 巨星地观精仔 自见己身 三十六物恶路不尽 又无量受精卷下位 身 老 病 死皆苦 且恶路不尽 故无可乐者 P4952 恶魔 泛羽MRA 因一座魔罗 只能破坏 求道之心智 障害善事 并破坏自他生命之恶神 鬼神 一己扰人修行之恶人 恶事 恶神之通称 南北传经典 由以阿含经典未然 对恶魔侵扰佛陀及弟子之身心 有详尽而生动之描述 如砸阿含经卷三十九 佛陀以寄诵说明 魔 知境界 大二 二九零上 色 受 想 行 实 非我即我所 若知真实意 与彼魔所者 心魔所者法 超出色 劫腹 勒达一切处 不住魔境界 南传相应 不经典之恶魔相应 巴恩 罗瑟 中 亦有类似记载 根据其中所述 可考察恶魔之性格 某次 弟子罗陀问佛陀 何谓恶魔 佛陀言 色 有行者 谓魔 受 感觉 魏魔 想 表象 魏魔 行 意志之构想力 魏魔 识 判断作用 魏魔 而凡有所想 所见 所闻等 皆为 执着 知根源 故皆可视 为魔 佑佛陀 辰道 魏九 于菩提树下 静坐思维 其实恶魔 波寻 及前来扰乱 对佛陀道 大二 二八六下 取谈若自知 安寅夜 盘道 独善无畏乐 何谓强化人 此一寄送 于相应不知 恶魔相应为 辱寄了物 不死 安稳之道 辱义人 实践即可 何必更叫他人 度他人 恶魔相应又宰 某日 佛陀 佛陀往村中起 时未得 空而归 恶魔 见而语之 如再度往起 大师必能得时 佛陀永师达之 虽未得时 无亦乐之 如光阴天以洗味时而住 或为此乃佛陀对食欲之两重心境表现 此一寄送 杂阿含经卷三十九载位 大二 二八八上 正史无所有 安乐而自活 如比光阴天 常以心悦时 正史无所有 安乐而自活 常以心悦时 不一于有生 又如恶魔相应所在 某次恶魔云 有子者从其子而洗 有牛者从其牛而洗 此乃因人 有所依是使得欢喜 若魔所依是 则无欢喜 佛陀闻之则为 有子者应其子而忧 有牛者应其牛而忧 此乃因人 有所依是故忧 若魔所依是则无忧 上述对亲情与财富 有所依是则喜 有所依是则忧 两种截然相悖之观点 若甘学者解释 未可能是佛陀意及内心 所产生之 两种心境 除阿含经典外 其他如普药经卷六 降魔品 佛本行及经卷二十五 大品般若经卷十三 魔式品 大佛顶首轮严经卷六 方广大庄严经卷七 网尼联合品 卷九降魔品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四 卷一九七 大制度论卷五十六 卷五十八等经论中 皆广载恶魔 或魔波寻 知名相 语义 扰害佛陀或诸修行者 破坏善法等知事机 参阅 波寻 三千四百三十七 魔 六千八百八十五 批四千九百五十二 恶灵 止邪恶之幽灵 即心怀怨恨 于世间作祟之幽灵 又作死灵 怨灵 怪物 心怀怨恨之灵 其显现之形相多恐怖 扰乱人心 甚或智人于死地 若即神佛之威力 则可驱散恶灵 故加持祈祷 出家修行 永诵经文等风气于烟盛行 此一思想源于魏晋时期 批四千九百五十三 悲 范与卡尔 巴利与同 因一座加罗那 加卢那 即策创他人之苦而欲救济之心 为四无量心之一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五位 欲与众生无量之利乐 称为大悲 大智度论卷二十则位 明念众生于武道中所受之深苦 辛苦 称为悲 又大臣一张卷十一位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据摄论卷二十七 参阅 四无量 一千七百七十七 慈悲 五千八百零五 批四千九百五十三 悲田 为三福田之一 以悲敏之心救助贫困 则能得无量之福分 故救济贫困或受救助之贫者 皆称为悲田 向法决仪精卫 佛 法 僧三宝 为敬田 贫穷孤老乃至乙子等则为悲田 依准此义 唐代时有悲田愿之设立 据旧唐书五宗迹所在 唐开元年间曾治悲田养病房 收容还俗而贫苦残疾 磨所依靠之人 亦收容一般贫困之人 后世亦有犯称阳祭愿为悲田愿者 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一 悠婆赛戒经卷三 大制度论卷十二 参阅 福田 五千八百五十二 批四千九百五十三 悲炫论菩萨 悲炫论 饭名喀喀喀慕萨 又作悲悯菩萨 大悲禅菩萨 为密教胎藏界 献土曼陀罗除盖 丈愿东方第七尊之菩萨 密号悲念金刚 此菩萨已炫大悲之治水 而润则众生之悍田 为三昂 应以大悲禅其心 故称大悲禅 现图曼陀罗中 此菩萨生成白黄色 左手持位开敷莲花 右手仰掌 置于胸前 拇指与中指相拧 屈小指 无名指 坐于赤莲花上 其左手所持之位开莲花 表示佛性之心莲 右手中指 火 拇指 空 相拧 而屈无名指 水 小指 德 则表示 见洒慈悲清净之水 以开发众生之心莲 大日经书卷13 P4954 悲智 指就度众生之慈悲 与求菩提之智慧 佛菩萨具此二种功德 合称为悲智二门 善导法是赞卷上即位 世家及诸佛等 皆臣其红事 悲智双行 不舍有情众生 此二者中 智慧属于自立 慈悲属于利他 若配于人之两手 则卑为左手 至卫右手 若配于密宗之精胎两部 则卑为胎藏界 至卫金刚界 若配于阿弥陀佛之两邪式 则左邪之观音菩萨表悲 右邪之大事至菩萨表至 完全实现此悲智二门 称为悲智圆满 为佛能达此一境界 P4954 悲无量心 范语喀尔 A'PRIMA CITTNI 为四无量心之一 悲 敏伤之意 即即拔无量众生苦之心 止菩萨敏念一切众生受种种苦 常怀悲心 拯救即拔 令其的托 故称悲无量心 据大制度论卷二十载 原无量之众生 思为离苦 而入于悲等至 称为悲无量心 又据据舍论卷二十二载 悲无量心能对至四丈中之害障 此外 大悲定 范Mahkaru Sampati 八童 即止佛至悲无量心定 为佛悲悯一切众生 便满大悲无量心而行之禅定 解脱道论卷二 参阅 四无量 1777 P4954 悲华经 梵华经 梵明Karu Puarkensis Astra 凡石卷 北梁坛无称 梵Darmara K 以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本经说明阿弥陀佛及释迦等之本身 并以对照方式叙述净土成佛与会土成佛之思想 由特别称阳世家如来会土成佛之大悲 本经共分六品 第一转法轮品与第二陀罗尼品 描写类似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莲华尊如来 梵Padmatara之莲华世界 第三大师品叙述记忆菩萨 梵Antumati 问佛陀出现于会土之理由 佛陀告已出现于不敬国土 系由于大悲心以及前身之誓愿 本愿 而来 遂广说无正念王之故事 第四诸菩萨本授记品叙述 若无正念王由于大臣宝海之劝告 而其净土成佛之誓愿 并由宝藏如来授记 将来必成无量授佛 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亦阿弥陀 其后千名王子顺次授记 名为观世英 德大士 文书施利 普贤 阿弗等 大臣宝海之子八十人及弟子三亿人 亦各发无上菩提心 受惠土成佛之计 宝海本人更起五百大愿 愿于五卓二世成佛 宝藏如来授记其成佛 实名为释迦牟尼如来 且称之为大悲菩萨 第五谈 谈波罗密品叙述大悲菩萨之菩萨行 以布施波罗密为主 而数其所经过之种种本身谈 第六入定三昧门品名是释迦佛之入定三昧 并列举十种经名 本经现有二种译本 除本经外 另有大臣碑分驼立经 凡八卷 三十品 秦代译者诗译 据出三藏记及卷二所载 或为本经为东进道公和尚所议 又据开元式教路载 本经共有四亿 及西境主法护一贤居经一卷 大臣碑分驼立经 秦代译者诗译 北梁道公一碑华经十卷 谈无称一碑华经十卷 另据立代三宝记卷六法护一经条载 贤居经有十卷 一卷二部 一卷经细由生经 一法护一 所别出 十卷经则为碑华经之意义 但依经人之说 道公所转者可能为八卷之大臣碑分驼立经 而法护所议之意 卷贤居经应系由生结超而成者 使卷贤居经亦不宜视为本经之意义 又本经与增议阿海经 亮寿经 阿佛国经 法华经等 或亦有密切关系 西元一八九八年 印度之佛教学者达斯 阿斯 巴佛萨埃 申达 堪行本经之梵本 分位转法轮 陀尼 气师 菩萨受祭 布施等五品 西藏一本系九世纪寝 由印度之圣友 范珍娜麦拉 天主爵 范索瑞拉 博迪 智慧凯 范 Purch 法门 及西藏翻译智慧 菌荡野 E S SDE 等共同意成 凡十五卷 五品 此二本之技术 均与本经雷同 此外 本经在我国流传一广 超经一多 初三藏纪 卷四 施牙经 及法 经路卷二 重经别生路中 及列举宝 海范至成就大悲经 等十九部 初三藏纪 即卷十四 梁高僧传卷二 法经路卷一 历代三宝 记卷九 静泰路卷二 卷三 大唐内典路卷三 古经一经图记卷三 大周刊定 重经目路卷三 开源 世教路卷二 卷四 卷十四 净土教研究 净土教起源及发达 望月性亨 批四千九百五十四 悲愿 指佛 菩萨由大慈悲心所发救度众生之誓愿 又称大悲愿力 如阿弥陀佛之二十四愿 三十六愿 四十八愿 吉药师如来之十二愿 四十四愿 阿佛之二十愿 文书菩萨之十八愿 狮子相知四十愿等 成为十论卷四 即有 悲愿相应善心 异语 又往生要即卷上 大八四四四中 得藏菩萨每日成朝入横沙定 周遍法界 把苦众生 所有悲愿 超于大事 此外 佛 菩萨之悲愿 犹如度人于生死海之传法 故欲称为悲愿传 大制度论卷七 参阅 愿 六千七百二十六 批四千九百五十六 悲观 五观之一 悲 策创之意 即常怀旧苦救难之心 而观察众生 法华经卷七谱门评 大九 五八上 悲观及词观 长愿长瞻仰 参阅 五观 一千两百一十五 批四千九百五十六 闹 范语 Prede 因一座波罗陀舍 新所明 为巨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与愁 悲 苦 忧等 皆表明借苦之现象 依巨舍宗之解释 所谓脑 即虽自知其罪过 由不听他人劝慧 以为使心神懊恼烦闷闷 具舍宗是为小烦恼法之一 六垢之一 为居系于欲界之法 于修道为断之 与五寿中之忧根相应 又为剑取剑之等流 立有别体 为时宗则解释为起甜怒之心 追想过去之行事或现在不悦之事物 而心中傲恼之精神作用 以其为二时随烦恼之一 因离甜之外 别无脑之作用 故属于甜之一部分 与舍根相应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巨舍论卷二十一 成为时论卷六 成时论卷十田惠品 杂阿皮弹心论卷四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五 显阳圣教论卷 以大臣广无运论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 以P4956 掌中论 权义卷 印度陈纳 范丁Ga 这唐代义敬义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 书中主张宇宙间之一切万法皆为星时所变现 时无外境 举出五言四句之六颂 各作常形解释之 而以蛇 神 平 一等位辟语 凡有二意 除本书外 另有南朝成代真帝所意之解卷论一卷 该书仅举出五言四句之诵四诵半 而略作解释 内容与本书大致相同 大唐内典路卷五 开元式教路卷十九 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六 致元法宝刊痛总路卷九 P4956 掌真论 樊二卷 全称大臣掌真论 印度清辩 范BH45K 这唐代玄奘义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册 内容未有关空异之论述 系以英明之论法 论破外道 小臣 大臣有宗之六见 而正大臣空宗之十一 立畅以远离有无分别之空 至完成八正道 六波罗密 书中所立 大三陵 二六八中 真性有味空 如幻原生故 无畏无有时 不起似空华 知量 论事 即称为长真比量 轻便比量 著誓书有料简一卷 圆小 书一卷 神态 等多种 古今一经图记卷四 大周刊定 重金目录卷六 批4957 长部判官 禅林迦兰 土地守护神之一 未从属于土地神之神明 长部录 判定好物 此神之由来 可能系由 炎罗王纪十明吉之说 或据神神书纪善恶之说 而产生着 天圣广灯陆卷十六 如周夜宪广教院 归醒禅师条 禅林象器 尖灵象门 P4957 撤电之机 以电光之瞬时不待 比喻禅林中师加接的学人机用之迅速 不容学人有思虑分别之余地 碧岩路第三十七则锤市 大四八 一七五上 撤电之机 徒劳注司 当空霹雳 眼耳南斜 P4957 黑豆集 樊九卷 清代新元居士传 火莲居士于乾隆五十九年 一千七百九十四 堪行 收于万序葬第一四五策 吉禄指月禄及诸家登史所载诵 代应眼谈华以下 至清代之毛息行僧 共收禅林滋速一四灵人之本集 略传 于诸诗机缘法语之后 一一复年提平唱 以引导学人植入佛法之正道 P4957 前智 范与格 八粒与同 右坐前锤 前池 肩智 前直 前堆 肩地 未报时之器具 意义作灵 古 夺 本位目智 后世多位同志 敲打前智之规则 称为古仪 依五分绿卷十八载 朱比丘不萨时 若到时不及 荒废作禅行道 佛乃唱 十智 敲打前智 或几鼓 吹罗几重 增义阿含金卷十四 自氏三魅金 四分绿卷三十五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下东续之事条 悬应应一卷移 参阅 兼至 五千五百二十一 批四千九百五十七 提多家 泛名D.H.T.I.K. 右座提之家 弟弟家 意义作有愧 乃赴法藏第五组 为印度摩突罗国 一说摩加陀国 人 一阿欲王传卷六载 师从幽波多出家 二十岁受巨族界 于初日籍的虚陀还国 第一节摩石的斯陀汗国 第二节摩石的阿纳汗国 第三节摩石镇的阿罗汉国 后得幽波多复法 又巨大悲经卷二持镇法品 复法藏因缘传卷五所在 师巨大神通 大威力 说法不倦 后因化圆境 父法于弥浙家而入涅槃 人天悲感 乃收其设立 其七宝塔供奉之 另据多罗纳他印度佛教史在 师身于阿里亚加亚 范瑞亚 JR形化遍极土霍罗国 范塔卡拉加摩吕波国 范Kemarpa摩腊婆国 范Mlauva后于摩腊婆国乌蛇也纳成 范RJN世纪 有不疲奈耶杂士卷四十 阿玉王船卷五 船法正宗纪卷二 景德船登陆卷一 宝灵船卷二 五灯会员卷一 佛祖统纪卷五 WW Rock Hill The Life of Buddha P4957 提词 为禅灵中师家引导学人之方法 即师家揭化学人时 破除学人缘有之见解 而是语向上之契机 以 把住 之手法 否定学人之我见 为 平展 之对称 碧言录第七十五则垂市 大四八 二零二中 若要提词 一任提词 若要平展 一任平展 参阅 平展 一千九百一十三 P4958 提唱 又做提唱 提纲 提药 提纲唱药之意 即禅灵向学徒 粘 提宗门之纲药 一般多就古德之语药而唱说之 故又称为粘谷 粘弄 盖禅宗之宗 只为交外别传 不立文字 顾虽讲说语录 亦为提示宗门之纲要 学人育名各式 更须勤学立参 其他宗派则称为讲士 讲义 大剑禅师 小清规 禅符提纲法 大一 六二三中 纳森以参学为主 投手以禅符为主 禅符以提纲为主 提纲以宗衍为主 宗衍济阵 则举阳各一段大事 胸襟浩浩的 盖天盖的 动恒的 庙左右逢圆 原首行端禅师 语录卷五达词云卷老四法书 古尊塑语录卷六目周和尚语录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上住池章 禅院清规卷二小餐条 P4958 提婆 一范语 一座天 为五趣之一 六道之一 指天人所住之圣妙世界 翻译明义及卷二引法华书 为天 即天然 自然圣 乐圣 深圣之乙 参阅 天 一千三百三十 二提婆达多 范达达达 之略称 即佛事实 触犯五逆罪 破坏僧团 而与佛陀敌对之恶比丘 参阅 提婆达多 四千九百六十 三加纳提婆 范黑 达 之略称 三世纪十南印度人 英系独演 人称独演提婆 居萨 居萨罗国龙树之弟子 深解空之礼法 屡次摧破外道邪说 这有百论二卷 四百论 广百论 百字论等 后致波扎离城 传道 然因遭记 遂被狙击而死 百论序 南海记归内法 传卷四 参阅 加纳提婆 三千九百六十一 批四千九百五十八 提婆五法 又做提婆五邪法 即佛事实 提婆达多 所说之五种邪法 提婆以此五种邪法 破何何森 在五逆罪中 为最重罪 此五法诸书记载 不一 据皮尼姆论卷四 五法为 一 进行受启食 二 分扫一 三 不识苏言 四 不识肉鱼 五 漏作 又据顺正理论卷四十三 所据 五法为 一 不应受用乳等 二 断肉 三 断盐 四 应被不结衣服 五 应居聚落边 四 另据大皮婆沙论卷一一六所据 五法为 一 净受这份扫一 二 净受长起食 三 净受唯一做食 四 净受长居回漏 五 净受不食一切鱼肉血味 盐 酥 乳等 绿典中多影大皮婆沙论所说之五法 佛陀本质四一之行法 即 一 净行受数下作 二 净行受这份扫一 三 净行受起食 四 净行受并食服尘器之药 提婆所立之五血法虽与四一之正法相似 而违反佛义 七 佛弟子 破何何僧 盖佛虽有份扫一之志 而裁缝未加杀 提婆之法则不许裁缝 提婆之法则不分昼夜 以满位限 佛弟子日中以后不食 提婆之法则不定食 佛虽听许禄的作 亦许助于防舍 提婆之法则不然 佛虽不许食不净肉 于净肉则许之 提婆则断然不许食肉 如是妄力无法而获重 以非法为法 以法为非法 以非律为律 以律为非律 以重为轻 以轻为重 故为邪法 提婆及因贪爱明文 对佛陀起疾之心 故悔三宝而建立邪道 犯破和和僧之大众罪 又非为此五法皆是邪法 因立此五法 遂使和和之僧 团义分为二 故为大众罪 十颂律卷三十六 大乘一章卷七 只观辅行传红绝卷一之三 批四千九百五十九 提婆宗 及三论宗 又称龙树宗 细一龙树所者中论 十二门论及其弟子 加纳提婆所者百论 所建立之宗派 为我国大臣宗派之一 以班若空义为本宗思想更干 故又称为中观宗 空宗吴湘宗吴湘大臣宗吴德正观宗 本宗在印度 由开祖龙树而提婆 罗罗 青木等人 四地发展 译说由世尊 文书 马鸣 尔弃龙树等 摇晴时代 三论乃由纠摩罗时传至中国 并译为中文 三论义理 自道生 谭记 道朗 僧权 法朗而至极藏 家祥大师 及其大臣 前此称为古三论 其后法藏旧日照三藏所传印度 至光论师之三十教叛 传十二门论宗至一纪二卷 此一系统则称为新三论 即藏之后 三论之学极不慎行 民国以来 应顺法师经严思学 所见颇深 有中观经论 中观论诵讲记等书行事 即藏之弟子高丽森会冠 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百二十五 将本宗传入日本 第一传 又称元星四流 法孙智藏入唐求法 反日后在法龙寺大力洪通 第二传 智藏之弟子到辞来唐十八年后归日 传大安四流 第三传 此宗为日本南都六宗之一 红讲者颇多 三论宗之发展及其思想 现代佛教学术从刊 四十七 参阅 三论宗 六百七十六 P四千九百五十九 提婆菩萨破人家经中外道 小乘四宗论 请参阅外道小乘四宗论 提婆菩萨是人家经中外道小乘涅盘论 请参阅外道小乘涅盘论 提位五界经 请参阅提位玻璃经 提位经 请参阅提位玻璃经 提婆摄摄摩 泛名 Dava Arman 意义做天计 贤计 为小乘说一切有不论师之一 中印度饼索家国 泛viaka 八童 人 约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间出世 曾传述阿皮达摩十生族论十六卷 为六族论之一 西藏藏经所收录之班若登论书 藏译 Rapsgren Mairukia Chirgral Pah 中 言及中论之八大著世家 其中有提婆摄摩者 与此非只同一人 大唐西域记卷五丙所加国条 据舍论光纪卷一大词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三 据核论宝书卷一 Bulletin Stone the Jewelry of Scripture Jarbukdei Institutes F.R.Buddhismus Kant V 2 P4960 提婆达多 泛名Davadatta 巴黎明瞳 右座提婆达多 替婆达多 帝婆达多 或作调达 略称提婆 达多 意义作天热 天寿 天语 为佛事实犯五逆罪 破坏僧团 与佛陀敌对之恶比丘 为世尊叔父胡梵王之子 阿南之兄弟 另有甘露梵王 白梵王或善觉长者之子等 说 幼时与世尊 南陀共习诸意 其技优异 常与世尊竞争 佛陀成道后 随佛陀出家 于十二年间善心修行 惊情不屑 后因为人的圣果而退转其心 见色念 欲学神通而得力养 佛陀不许 遂至十利加业处席的神通力 受摩接驼国阿舍是太子之公养 由是提婆御加焦曼 御代佛陀领导僧团 意味得佛陀允许 此后提婆律五百徒众脱离僧团 自称大师 制定五法 以此为素的涅槃之道 遂破僧家之和和 其所立之五法 诸书记载不一 具有不疲奈耶破僧是卷十载 五法为不食乳酪 不食鱼肉 不食盐 受用衣食不解其履肌 即用长布 助村舍而不助阿兰若处 又具食送绿卷四 卷三十六载 五法为进行受受者纳一 进行受受起食之法 进行受受义食之法 进行受受禄的做法 进行受受断肉法 其他有关法易解释等 提婆一唱其一说 提婆于摩羯陀国王舍臣 拥有独立教团 受阿舌士之礼遇 势力建大 佛陀曾屡次告诫 比丘仲 勿贪提婆之力养 后提婆教唆阿舌士士父 并谋及新王之威士 为教法之王 阿舌士遂幽禁其父 平婆沙罗王 而自登王位 提婆异欲迫害佛陀 以五百人投石器 及杀佛陀而畏果 又于其舍绝山 投下大石 虽未经皮罗神皆祖 燃碎片伤佛族而出血 又趁佛陀入王舍臣时 放狂向迦害之 燃向欲佛陀及归服 示意误臣 其实 舍利福吉木兼连劝 欲提婆之徒重负归佛陀之僧团 阿舌士王亦受佛陀之教化 忏悔归一 提婆人不舍恶念 扑打莲华色比丘尼致死 又于食指找中制毒 欲有礼佛族而伤佛陀 但佛族兼顾如言 提婆反自破手指 乃于其地命中 古来以破和和僧 出佛生血 放狂向 杀莲华色比丘尼 使找毒手等 武士为提婆之五逆 又特称破僧 伤佛 杀比丘尼三世为三逆 经典中多载提婆所为 为提婆于命中之后 跺地狱中 据大唐西域记卷六世 罗法西底国条载 玄奘曾于指缘金舍费指之东 得见提婆深深跺于地狱之大坑 又据大唐西域记卷时 杰罗拿苏法拉那国条 高森法显传所在 法显 玄奘游学印度之时 印度上有尊行提婆达多之遗训者 另据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七载 提婆堕地狱后 佛陀为其将历经一节的狱之苦 并未受弊之佛祭 后世对提婆与世尊之关系 产生许多本身谈 如撒谈分陀利经及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等 即记载提婆过去是未善之事 曾为世尊宣说大成经典 世尊遂因而得以成佛 经中又载 提婆将于当来无量劫后成佛 昊曰天王如来 杂阿含经卷十六 卷十八 卷三十八 卷四十八 中阿含卷二十七 阿努波经 增益阿含经卷五 卷九 卷十一 卷十二 卷二十三 卷三十八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启示因本经卷十 十二由经 修行本起经卷上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 初要经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二十五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 佛本行及经卷十三 菩萨本行经卷上 传及百元经卷四 咸鱼经卷六 卷九 卷十三 大庄严论经卷十三 皮尼姆经卷四 萨婆多部绿色卷四 有布皮奈耶卷十四 卷十五 摩赫森指律卷七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三 法华经文句卷八之四 P4960 提云班若 泛名的法布 又做提云陀若纳 意义做天智 于田国人 通大小二圣之学 并守咒术 禅法 五周天后永昌元年 六百八十九 来华 奉赵于魏国东寺从事 易经工作 至天寿二年 六百九十一 译出华严经 不思议佛境界分一卷 华严经修辞分一卷 造像功德经二卷 至巨陀罗尼经一卷 诸佛集会陀罗尼经一卷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等 其实 沙门战陀 慧智等任一语 处义等任笔寿 复礼等任罪文 德感 慧眼 法明 红颈等任正义之职 其余世纪及身足年等不详 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一 卷二 开源氏教路卷九 宋高森传卷二 批4961 提思 提窃之意 击导引后境之人 据大唐西玉记卷七载 阿南陀在摩接陀国灵中经行时 建议沙门讽诵佛经 张具错谬 文字分乱 遂前往提斯指寿 在禅宗指师家指导学人 被指导者或指行住坐卧间 对古则公案专心参究之功夫 无门关第一则 大四八 二九三上 将三百六十古节 八万四千豪翘 通生起各一团 参各无字 昼夜提斯 玄沙广路卷上 大会普诀禅师普说语录第十七 禅院清规卷二小餐条 P4962 提味玻璃 提味 范佛 巴特萨 玻璃 范巴利卡 巴巴利卡 之并称 为佛陀臣道后 最初供养 归一之二商人 提味 全称地离附缩 地旅附缩 又做布阿 离位 亦做黄瓜 胡瓜 瓜 玻璃 全称巴黎家 婆黎家 又做巴黎 婆旅 亦亦精品 村落 据方广大庄严经卷石商人某纪品载 世尊臣道第十九日 我眼灵 住下班座 时有被天竹提味 玻璃兄弟二人 为众商主 载五百圣之珍宝 将返本国 相遇于子 共供养世尊 听讲人天之法 并归依世尊 为佛弟子 此籍佛们 有幽不赛之时 大唐 西域祭卷一副喝国条载 大臣西北五十余里有提味臣 右臣北四十余里有玻璃臣 臣中各有高三丈于知苏赌波 是二长者寿如来之法照 返其本国所建 为释迦法中最初知苏赌波 据佛本行及经卷三十二 二商主奉食品 卷下载 提味 玻璃二人为北天竹之日种甘蔗族 又据巴利文长老及长老尼记著 Paramathapen所载 为布色杰罗法底 范克鱼康法 人 上纪之大唐西域祭卷一则为比等位附喝 范克鱼康法 另据巴利文律藏大品 Mahfaga 及本身坛 Jaytaka 所载 为乌卡拉 范阿特克拉 巴阿特拉 或阿特拉 及经奥利萨 欧里萨 地方之人 缅甸佛传载 为阿特拉法人 其地有佛之毛法塔 碧刚叠 Begandet 以此的及经 孟加拉湾沿岸之特运太医村 TWENTA 北魏弹静传有提位玻璃经二卷 叙述佛陀为二人所宣说之教法 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下 中本起经卷上转法轮平 普耀经卷七商人奉平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 众许摩赫地经卷七 四分绿卷三十一 五分绿卷十五 有部皮奈耶破森式卷五 大唐西玉记卷八 Begandet The Life or Legend of Gautama WW Rock 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P4962 提位玻璃经凡二卷 北魏弹静传 又称提位五戒经 提位经 祭述佛陀成道后至路也愿 于图中未提位玻璃等五百商骨说人天之五戒 十善法提位的不起法人 二百商人的柔顺忍 三百商人的虚陀还果 本经一诗不传 燃珠书引用颇多 可亏其大意 本世纪初敦煌发现抄本 其内容为劝人信仰佛法 持戒行斋 并于下历 即因历 真月 五月 九月之初一至十五奉行三常斋 八王日 历春 春分 历夏 夏至 历秋 秋分 历冬 冬至 持戒念佛 即能延年益寿 往生天上 其中杂有中国阴阳五行思想 据出三藏纪集卷五行集一经尾传杂路 续高僧传卷一谈要传所在 因北魏太武帝灭佛 旧一诸经坟荡 谈尽魏众心佛教而作本经 原有真本提魏经一卷 现藏经中亦不存 古来诸师对本经之教判有各种一说 以南齐流之五十叛位史 北朝诸师以本经为人天教 法藏在十宗叛中 配属为第一我法具有宗 窥姬则破流之说 以此实名为转法轮 致以一破人天教之说 但天台学者对本经之教判 说法不一 或设于华言 或设于方等 阿含 法华经悬一卷十上 法华经悬赞卷一本 仁王护国班若波罗蜜经书卷上 致以 历代三宝记卷九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本 大臣一章卷一华言五教章卷一 四教一卷一摩赫指官卷六上 指官服行传红诀卷六之二 佛祖统计卷三上 法院诸灵卷八十八 法经禄卷四 开源氏教禄卷十八 氏氏药篮卷上 批四千九百六十三 提点 提举点简之以 为禅灵长李常柱金谷之职称 及库司之士之外 司会计之职务 原为宋朝官职之名 截修百丈清规卷三千画条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批四千九百六十三 揣石 范与Kavai KRHRA 或Kavau KRHRA 巴利与Kavali KRHRA 四十之一 幼座团石 断石 薄石 剑取石 即以手握石为玩而食之 此为印度人之食法 亦指一切欲界之食物 盖欲界之食物以香 为处三成胃体 应分分断断而食 以常养之持生命 故称断石 即取分断而食之以 据舍论卷十 成为石论卷四 大臣法院议灵章卷五 参阅 四十 一千七百四十一 批四千九百六十三 插单 禅灵用语 单 即单位 只贴有笔秋名单之座床 后引申为森座 插 未插入之意 只比丘半途入禅堂坐禅 插在众僧之间修行 即将自己之座位插入僧堂众僧坐席之间 插单后 使为僧堂之一元 得与众僧共同生活 赤修百丈轻规卷五 新界参堂条 大四八 一一三八下 然后归堂插单 随众禅诵 此外 迁移坐席 亦称为插单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后堂首座条 大四八 一一三一上 如缺前堂 住持别日 上堂白重 请转前板 插单畅识 批四千九百六十三 敦诸 得真 一千九百零四 一千九百八十七 西藏佛教洪教宁马派之法王 卓诸言敦望不知弟子 为藏密教传 言传两派之传人 大陆沦陷后 必居印度之嘎林邦 并红阳藏秘名 马八法门于世界各地 著述甚多 所传 西藏古代佛教史 一书有中一本形式 明珠 刘瑞之和义 其弟子刘瑞之在港台两地 所设之金刚成学会圣红其法 民国七十六年 于法国多尔多内 多尔东 世纪 批四千九百六十四 敦煌十世遗书 清代罗正玉等级刊 包括上书顾命 沙周志 西周志 五天竹国记 温泉明 沙周文录 别本心经 五台山赞 老字画胡经 摩尼教经 锦教三威蒙度赞 沙周时事文字记等十数种 皆为敦煌明 沙周时事所发现之唐人手写古籍 或为不同传本 或是九亿之书 每书录文排印 附有集者或讲辅之考证与校记 此外 罗氏令及有敦煌灵时 敦煌十世碎经 一卷 二书 前者集露敦煌时事所发现有官诗 词 佛驱 小说七种 集为庄情赋营 云瑶集三十首 记不歌 佛驱三种 礼驱三种 小曲三种 搜神迹 后者内容包括毛诗冰封 镇诗间 春秋左侍传招宫 汉书匡衡 张宇 孔光烈传 敦煌路 老字译 南华真经 唐绿译书等残卷 P4964 敦煌石窟 又坐敦煌石室 敦煌 又坐吞煌 敦煌 位于河溪走廊之最西端 自汉代以来 此的为我国与西域诸国之交通要冲 上古时祖的魏西荣之地 春秋时称瓜州 秦时魏大岳氏所居 汉初属匈奴魂邪之地 元顶六年 111 B.C. 至敦煌郡 至东近贤康 335 341 初年于此至沙州 隆安年间 397 401 西梁于此建都 后卫太武帝时至敦煌镇 随大业年间 605 616 改为敦煌郡 唐宋元明之事 数次一名为瓜州 西沙州 敦煌沙州 清乾隆年间 1736 1795 改至敦煌县 属甘肃省 民国政府言之 此自古为各种种族杂居之地 文化风俗复杂 佛教自古及传播于此 此的所出之高僧 亦经僧历来亦不计其数 如被当代人称为 敦煌菩萨 之主法 最早在敦煌剑 弘法 之主法 陈前往西御求法 之余道岁 及东径之丹道开 竹坛由 萧綦之法超辩 北魏之道韶 随代之为远等 此外 北梁坛无称层在此一出菩萨戒本 及大班涅盘经 北 之后六品 留诵时 谭摩密多亦曾于此广开填墓 迎见经社 大力红法 由于一出敦煌极为大漠 死身莫补 商骨旅人往往其佛庇佑 行成日后敦煌艺术发达之音音 相传石窟罪为前 营建于年 三百六十六 沙门乐准所开凿 其后历代增凿营建 建成千余洞窟之大石窟群 习因年代久远 流沙淹没遭 飞毁残鱼 残渠 余数百屋 且自明以后海树建发 思路隧告封闭 敦煌石窟 因之意先为世人所知 清光旭五年 一千百七十九 匈牙利治调查所所长洛克一 L.C.Z. 于敦煌县东南二十公里 处知名沙山东路 发现千佛洞壁画 经未保 反欧后公诸于世卫 世人之恩佛洞壁画史 经学所称敦煌佛教艺术 包括安西县附近之于 灵窟与小千佛洞 敦煌西南之西千佛洞 然所言之敦煌佛洞 则只位于明山东之石窟群 盖千佛洞 又称莫高窟 Thmak MGO 千佛岩雷音寺 自勒准开凿之后 沙门法梁 东阳王 唐代理广等街乡赐捐凿 或营造洞窟 或雕琢佛堪 或修器楼阁 或苗造壁画 而明沙山之地 置原为言所成 本不亦自然崩坏 然于宋仁宗之事 此的遭西夏侵入 而后亦履遭冰乱 由以明代时回教徒之柔 废所 存质据 至近大探险发掘 清理茶河后 知气经所于洞窟有430余窟 洞窟沿着石壁 自南而北排列 更约1.6公里 可分为中央 南 三大部分 其中 中央及北部之窟数较少 且规模较小 亦较无后世装饰之痕迹 而荒废情况 亦较为严重 反之南方之石窟群则 岩约930余公尺 两端各有一大石窟 窟前设佛殿 其内安置高达20余公尺之座 此两大石窟与其他珠窟之间大多早有上下二列乃至四列之窟室 其数约有三百数十余 经各窟前端大多坏 下列之窟室埋于沙中者不少 右上列之窟室大多造有木梯 其宜构至今上存 大抵而言 下列之珠窟多为唐代或唐代以前所开凿 窟壁之佛化意味同时期之作品 各洞窟之行事 从早期富有修行小看之行事件转变为中央塔式 中心处式 中央佛坛式的 随唐以后 因为适应大幅经变之构图 中央后方为庄严肃穆之佛坛 四壁均会满经碧辉黄之壁化 与现经佛寺内之殿堂形态已变相近 盖敦皇帝处于门历延代 其地质如前所言 原为沙土变至之第四季历延层 虽不亦自然崩坏 然亦不予雕刻 而我国古代之艺术巧匠融合 亦自壁化技术与传统泥塑及加注塑法 形成风格特殊的 绘素合一之综合艺术 共窟中以塑造之佛像为主 天花枣景及四壁的绘满五彩 缤纷之绘画 绘画作为塑像之背景 亦为塑像之延续 两者相互辉映 不仅是敦皇艺术大放一彩 对日后寺院壁画与塑造艺术 亦有倡导之功 自明代以后 石窟一遭回教徒严重回损 佛堪一场为流沙所言 明沙宝窟逐渐成风 据敦皇县制第七雷因四条记载 自清代中叶开始 石窟由盗室管理整治 盗室并藏于窟洞之前 引荐盗灌 由是敦皇香火烧的复燃 光绪二十五年 其时已具洛克齐发现明沙山壁画二十年 有道是王元禄、元禄、偶于第十七窟内清除几沙 见壁画军裂 遂毁周围之壁 突见其内一大密窟 内中古书隐满 出发现后 王元禄人封闭之 而为家其事 然西方知考古探险家早已封闻敦皇壁画 佛像而陆续集于石窟探所攫取 首先到达皇者为俄国之地治学者奥布杰夫 Fladimie Evan Savage Albrachev 1863-1956 其所窃走之古词本与佛化 精存于列宁格勒之埃密达吉博物馆 光绪三十三年 因及匈牙利人史坦英 Stan 一文封而至 其时为史坦英第二度之中亚汉县 史事先于敦皇县北方之书勒和盐案 发掘出汉代之堡垒 关门 丰台及若干小佛寺等废墟 又发现无数汉代木简 坚驳 指本佛典 速特语文书 佛教天部之泥像 木像等残片 稍后及至千佛洞第163窟 简是佛像壁画 并会通王道士 思起时事 则其经要 廉价换取二百余包之古本经典 与画像 既有古写金约三千卷 及其他文卷等三千支数 运回伦敦 四年 法国学者薄熙和 Paul Pelliot 1878 1945 一致 自行选取五千余卷鞋本 并勘察诸动 对无法搬运之壁画 则选其精品加以摄影 编号而写反 于归途中至刘北平 将所得之券至一部 是之我国学人 至此我政府使之西内勤 夙将旺道士 判以盗卖国宝之罪名 并收拾残余金卷 仅得八千余卷而已 金葬于北京图书馆 其间 尚有美国华尔纳 日本大古探险队 局瑞超等人 或粘接 切割壁画 或窃取金卷鞋本 或到运塑像 或收购流落民间者 契经 敦煌时事藏书及壁画 多流入法 英、日、印、鹅、美、德等国博物馆中 各地所藏之典籍 文献、经学者之整理分类 既有经卷、碑板、卷轴、番话、刺绣、杜碟、史籍、运输、小说、曲谱等 经卷大多位 经卷大多位佛经 亦有道教、摩尼教、锦教等书 其文体有汉文、驱卢文、回谷文、康居文、古和田文、龟兹文、速特文、西藏文等 其壁画则可大别位 一、经辩、佛经故事 二、本身故事 释迦牟尼佛前身之故事 三、尊相、佛、菩萨、阿罗汉、天人等 四、供养人、施主及众生相 五、装饰图案、天花凿景、山水画 六、济月五永图 其中蕴藏有丰富之佛教 文学、历史等珍贵之文献史料 在中国学术文化上占有极重要之地位 不仅可补上自北位下至北宋六百年间之文史 缺一部分 并可教证诸多经典谬误之处 释迦方至卷上一基篇 梁高森传卷三、卷四、卷八至卷十二 续高森传卷八、初三藏祭及卷二 卷十三、汉书地理至第八、续汉至第二十三 敦煌峰郡、通点第十四、甘肃通至第二十三、西域水道祭第三、大清义统至第二十三 安息辅条,东西交涉史智研究西域篇,佛典研究,参阅,千佛洞,737,敦煌学,4969,P4964。 敦煌菩萨,又做敦煌菩萨。 以泛名Darmarake。 英译谈摩罗沙,谈摩罗茶。 原为悦知人,以世居敦煌,故姓知。 八岁出家,诗世外国沙门竹高作,岁改姓竹。 诗称竹法护。 又称敦煌三藏,悦知菩萨。 天性淳义好学,博览六经,涉猎百家。 于西境五帝时,随诗西游,学诸国语文三十六种,并携带大批范金归东土,沿途传译,滋滋不卷。 据出三藏纪集卷二载,诗自五帝太史年中至淮帝永家二年,三百零八,约四十年间,先后一出正法华经,贤结经,文书施利靖律经,如来星险经等一百五十余部,三百余卷。 五帝末年,隐居深山,魏九,又于长安清门外立寺,后更往来于洛阳,苍原等地,率众范修,讲说诸经。 世纪于剑星年间,逝寿七十八。 梁高森传卷一出三藏纪集卷十三,开源市教路卷二,参阅,主法户,三千四百八十八,二级唐代华严宗出祖杜顺。 参阅,杜顺,两千九百五十五,批四千九百六十八。 敦煌学,敦煌学之内容包括敦煌石窟藏书,壁画,雕塑艺术等,门类圣广,其研究范畴就广义而言,包括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美术等之综合研究,狭义而言, 乃至对敦煌文献如藏书卷子之整理,解释、研究,以及通称之敦煌学。 敦煌石市遗书发现于甘肃省敦煌县东南二十公里之千佛洞, 古称墨高窟,其第十七窟之窟洞中有附式,大小约三公尺立方,其内住满文物。 宋仁宗锦佑,一千零三十四、一千零三十七,初年,四僧因必须下入侵,密藏文物于十世中,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千八百九十九,未到世王源禄所发现。 十世遗书之所以能聚集宝藏力久而不毁者,时因端黄气候严寒,雨量绝少之故。 文物发现之消息传出后,奥布杰夫,弗戴艾玛伊阿芬斯维沙維沙布洛书,史坦英、A。 stone、薄熙和,Paul Pelliot,等各国学者相继前来,从王道市处称经济量,购具大批卷子珍品。 宝藏散失后、罗正玉等文训,建议政府将剩余卷子运归首都 自敦煌宝物发现以来数十年间,东启日本、西启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制学范围纷纷研究,敦煌学,遂成为世界学术中之一环 教育部于民国三十三年,一千九百四十四,正式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将壁画,塑像与石窟加以编号,石窟总数为四三八,包括两位二十,随八十八,唐一七七,宋一零二,元七,清二,尚有残缺或无法考证者四十二 近人据史坦英、薄熙和等所搜的汇集成书者,有敦煌十世遗书、明沙十世古遗书、敦煌宝藏等,皆前所谓箭之秘籍 在路群集而成目录者,有有史坦英搜集之,汉文写本目录,一千九百五十七,西藏文写本目录,一千九百六十二,由薄熙和搜集之,西藏文写本目录,一千九百五十,一千九百六十一,汉文写本目录,一千九百七十, 王仲明所编之,敦煌遗书总目所影,一千九百六十二,由苏俄搜集之,汉文写本目录,一千九百六十三,一千九百六十七,日龙古大学之,龙大所藏敦煌古写经现存目录,一千九百五十八,大古大学之,大古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一千九百六十四,一千九百七十一, 一千九百七十二,等。 约一万一千号,巴黎,国家图书馆,约六百六十四,另有藏文二千七百号,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约一万一千号,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一百五十一卷,此外日本之龙古大学,大古大学义收藏若干,中古与日本术收藏家义有私人珍藏之情形, 此类写本,内容分为佛教类与非佛教类,道教,摩尼教,锦教,儒家经典,文学,语言,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公私文书,天文立算,兵法,医药,术术,绘画,音乐等, 自行事而言,可大别为汉文文献与非汉文文献,而汉文文献中以佛教文献居多。 非汉文文献之写本有梵文,藏文,回谷,歌,于田,素特,归姿,康居,屈鲁等文。 若自庄丁之行事而言,敦煌文献与其于中亚出土之佛典写本皆可略别为备页本、卷子本、舌本、册字本等四类参见附图,而敦煌所发现之抄本中,多为汉文之卷子本。 此外亦有印刷本,如汉文佛典,金刚班若经,乃堪客于唐贤通九年,八百六十八,之文物,为我国有明确刊记年代之最古印刷品。 凡此种种文献之发现,无不具珍贵之学术价值,乃至中古学术史及佛教史学之重要资料。 参阅,千佛洞,737,P4969 敦煌辩文,自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千八百九十九,敦煌十世藏卷被发现后,经各国学者作有系统之整理,探讨,建行成,敦煌学,之研究风气。 于所有卷子中,有一类通俗文学作品之写本,称谓辩文,于,敦煌辩文集,王仲明等编,所集,共有七十八篇。 所谓,辩,即是辩更,改写,改编之意,细将佛典中之故事或经史之内容加以改编,使其去为画,生动画,通俗画,为流行于堂,五代请之,俗讲,所留下之画本。 以类别而言,七十八篇中,大多位以佛教故事为主题之,讲经辩文,其次位以史画,史传为主题之,讲史辩文,此外有一篇道教之辩文。 佛教东传中土,即经典的大量传译之后,部分佛教徒开始致力于佛法之普及,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材,甚至配以通俗音乐营唱之,此种讲经法会称为,俗讲,盛行于唐朝,五代。 专门从事此类宣讲之僧人,被称为俗讲僧,俗讲僧所留下之底本,称为讲经文,亦为辩文之一种。 通常讲经文以某一经贯穿全篇,而讲经辩文则以故事为主。 此外,为配合讲经辩文,描绘经中所叙述故事之,变相图,亦应运而生。 教著名之讲经辩文有,八香辩,将摩辩文,阿弥陀经辩文,妙法莲华经辩文,牧连缘起,太子成道经,八香压作文,地狱辩,山远公化等。 讲经辩文则有,武子虚辩文,汉江望陵辩,顺子辩,燕子傅,桌记不传文,张义朝辩文等。 讲经辩文之体材通常有,压作文,讲经文,辩文,营,记,画等类。 由于讲经辩文之普遍,而促成讲史辩文之兴起。 此外,讲经辩文所采,说唱,之形式,与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 我国白话小说之笔祖宋原画本及萌芽于唐末五代之讲经,讲史辩文。 敦煌讲经辩文研究,敦煌辩文社会风俗事务考,罗宗涛,讲史性之辩文研究,谢海平,敦煌辩文数论,邱正经,敦煌辩文汇录,周少良,参阅,俗讲,3727,辩文,6913,批4971。 散心,泛语,非吉普特,斯特,至散乱之心,即心持诚六成,散动而不能止住一处。 为,定心,之对称。 摩合指观卷五上,大四六,五七中,夫散心者,恶中之恶。 如无勾罪向,踏坏滑驰,血鼻骆驼,翻倒覆驼。 急于撤电,毒于蛇蛇。 又相对于,巨星,而言,巨舍论卷二十六,大二九,一三五下,皮婆沙师作如是说,巨星者为善心,此于所愿不持散故,散心者为染心,此于散动相应其故。 西方诸诗作如是说,绵相应者名为巨星,于染污心说名为散。 此外,以不住于定心而念佛诵经,称为散心念佛,散心称名,散心诵法华。 大品班若经卷二十,卷二十一,大皮婆沙论卷一九零,成为石论卷三,卷四,参阅,心,一千三百九十五,定散,三千一百八十,批四千九百七十二。 散心念佛,只以散乱心称念佛名。 为,定心念佛,知对称。 又作散心称名,无观称名。 即不定其限,不调作法,不观佛之相好,不分识、处、所愿等,为以散乱心口唱名号。 随代敬隐寺会员等位,散善之力为博,不能灭除忤逆之重罪,故不得往生。 然唐代敬土教高僧善导等师则认为,本愿之念佛,虽仅散心而畅念佛之名号,应其圣弥陀之愿力,故意的往生。 幼台宗二百提卷十载,散心念佛之力,能灭除重罪,而得往生极乐。 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一书卷下,会远,往生要集卷下末,参阅,念佛,三千两百零八,批四千九百七十二。 散的,为,定的,知对称。 即止欲戒 与之相对者,色戒与无色戒并称为定帝。 于欲戒的入禅定者,乃依后天之努力,修色戒,无色戒之定心,然欲戒之果报无有定心,故欲戒中之六欲天,四大洲,地狱等皆称为散帝。 指观辅行传红绝卷六,批四千九百七十三。 散帐,指密教散撒加持后之香水所用之棒。 即修法时,将香水散撒于谈及公物等所用之小帐。 又称撒水帐。 乃以梅,薄或柳作成长约一尺八寸或一尺二寸之帐,帐头刻有八叶莲花。 散撒香水之法,原不用散帐,而以茅草树或手印撒之。 如玄悬法四以轨卷上,青龙四以轨卷上等,即有以三谷印撒水之记载。 陀罗尼吉经卷一大日经书卷二十,批四千九百七十三。 散工,即为供养佛而散放公物之意。 例如散布花,称为散花,散布米,称为散米,散布纸,金钱,称为散纸,散钱。 又既拜王者而散布金钱,财物之散钱,亦有归入散工者。 大方等大云经请语品卷六十四,不空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卷上,批四千九百七十三。 散念诵,止散杂之念诵。 为,正念诵,之对称。 又作随意念诵,诸杂念诵,家用念诵。 于密教修法时,行者不献本尊之一尊,而散杂念诵诸尊之真言。 行者念诵与本尊有缘之诸尊,即与行者有缘诸尊之真言,可备增本尊之威力,以满足行者所愿。 大药差女欢喜母并爱子陈旧法,密藏记,金刚顶金鱼加十八会纸规,乳味超卷二,参阅,念诵,三千两百二十,批四千九百七十三。 散香,止散岁之香。 即不成丸粒状之粉末香,乃密教修护魔法时所用公物之一。 散,表示维系之烦恼,于行法时,投诸炉中,稍以供养。 于此类公物中,切花,丸香各表示三毒中之滩,甜,对此,散香则表示吃。 此外,又表示精进之矣。 北本大班涅槃精卷七,悬应应一卷二,乳味超卷七,参阅,丸香,七百二十二,批四千九百七十三。 散之大将,散之,泛明S-A-J-I-A,因译森圣尔耶。 又作散之家大将,散之大将。 又称森圣尔耶大药叉大将,泛S-A-J-I-A,M-A-K,或散之鬼神。 意译作证了之。 细北方皮沙门天王八大将之一二十八步众之总司。 鬼字母之次子,傅明德叉家。 意说为鬼字母之夫。 此大将护持佛法不遗余力,律二十八步要叉诸神,随处隐形拥护说法师及救护诸善男性女,李苦得乐。 有观此大将之形象,聚观佛三昧海经卷七载,其形状甚未丑恶,胸部有三面,其有两面,两膝有两面,其面如像,獠牙四犬,眼中出火,火皆下流。 金光明罪圣王金卷八僧圣尔耶要插大将品,大要插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大日经书卷五,批四千九百七十三。 散善,为,定善,之对称。 至散乱心所修之善也。 诸师对于观无量寿经所说之三福,十六观,配与定善二十有各种意说。 敬影四会远等位,修习三福称为善善往生,修习十六正观称为定善往生,此即十六观皆属定善之说,唐代净土教高僧善导则为三福,九品之总位善善,为最初之十三观位定善。 观经玄一分,大三七,二四六中,其要门者,即此观经定善二门事也。 定即席律以宁心,善即废恶善。 三,相对于密教之三摩地门,一切显教即称善善门。 三摩地,犯三呆,即定之意,以密教从初心即修,身佛不二,知观行,而显教为遮情浅谜,未能决定自身即佛之理,故称善善门。 观无量寿经义书,静影,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下,至以,观经书善善意,便或指南卷三,参阅,定善,三千一百八十,定善二善,三千一百八十,批四千九百七十四。 三无表,未,定无表,之对称。 三,散乱之意,未,定,之对称,即心攀援六成之境而无法专注以境之精神状态。 无表,未,无表色,之略称,只依于身,口发动之善恶恶业,而身于身内之一种无形色法,说一切有不以之为身内地,水,火,风等四大所造,故列入色法,又因其乃未能表现于外以令他人感知者,如屈身取舍等之,表色,即可表之于外而令他人感知。 故称无表,属于,散,性之无表色有善恶两类,依善界而得者,称为善无表色,依恶视而得者,称为恶无表色,两者并称为散无表。 参阅,定无表,三千一百八十一,批四千九百七十二。 散花,以幼作散花。 至散花共佛。 大班若波罗蜜金卷五五四,仁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下,华首金卷四等皆有散花异品。 其他诸经说散花之香及功德者甚多。 无量寿金卷下,大一二,二七二中,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 法会仪式中,于佛前散花之仪式。 即于仪式进行中,至花与纸至之连伴于华龙中,一边永送加陀,犯JTH,而一边行走,或绕佛,一边散花。 如唐代净土教高僧善导之法士赞及法照之舞会法士赞等皆载有此一行事。 在日本佛教行事中,为四个法要,显教,之一,二个法要,密教,之一,司长散花之僧,称为散花僧,与讲师,读师,咒愿师,三礼师,北师,唐达,共称为七僧。 冠顶经卷十二,大制度论卷五十五,说法明言论卷上散花品,二指经典之散文。 法会时,为庄严道场,供养诸佛所唱之颂文,称为散花文。 P4974 散乱,泛语非QPA 新所知名 又作散动,心乱 即心于所愿之境流荡散乱之精神作用 亦即心若无一定,则起障碍镇定的恶会之作用 未为十百法之一,随烦恼之一 大臣广无运论,大三一,八五三下,云和散乱 未贪,甜,吃分,令心,心法流散畏性,能障离欲未也。 诸论书就其体之甲实有义说,其一一余佳师的论卷五十五之说,散乱仅设于吃分,其二一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一之说,则设于贪甜吃三种,二一皆以散乱无别体。 然就护法之主张,认为散乱令有其字体。 据良易设大臣论是卷九载,心之散乱,细游气舍障,远离障,安寿障,数智障等四障而起。 有关散乱之种类,诸经论记载不同。 一,据大臣庄严经论卷八列举二种散乱,一,下意散乱,星球小臣而昧于大臣之散乱。 二,分别散乱,集对,三轮,升起分别思虑之散乱。 二,良易设大臣论卷九列举五种散乱,一,自信散乱,未眼,耳等五时不守自信,随逐外境,念念便一知散动。 二,外散乱,未意识持动,随逐外城而起种种之分别。 三,内散乱,未心生高下,念念便化不定。 四,粗,粗,众散乱,未执着我,我所,属于我所有之色身,财宅,眷属等,而起。 五,思维散乱,未菩萨舍离大臣,思维小臣而起知心所,不得寂静。 又于六门教授习定论一举有外心散乱,内心散乱,邪缘心散乱,粗重心散乱,作意心散乱等五种散乱,其一略同上纪所述。 三,显阳圣教论卷十八,变中边论卷下,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一列举六种散乱。 一,作意心散乱,又作思维散动。 二,外心散乱,又作外缘散动。 三,内心散乱,又作内散动。 四,相心散乱,又作相散动,为行为善而内心不安。 五,粗重心散乱,又作粗祸散动。 六,自信心散乱,又作自信散动。 四,设大臣论本卷中列举十种散动。 一,无相散动,又作无有相散动,为执着无相。 二,有相散动,为执着有相。 三,增益散动,为执着已有增益无所有。 四,损减散动,为执着已无损减时有。 五,疑性散动,又作一直散动,为执着依他分别即是空。 六,异性散动,又作一直散动,为执着色,空有益。 七,自信散动,又作通散动,为执着色为有爱。 八,差别散动,又作别散动,为执着色有生、灭、染、静等差别。 九,如名取义散动,又作如名起义散动,为执着名如意。 十,如意取名散动,又作如意起名散动,为如意于名而起就职。 两意设大臣论是卷五,设大臣论是卷四,无性,大臣百法明门论,成为十论卷四,成为十论数计卷六末,百法问达超卷一批四千九百七十五。 善业,为、定业,知对称,致亦散乱心所行之善业。 据往生要及卷下莫载,分别念佛为四种,一,定业,为坐禅入定而观佛。 二,善业,为于行、住、坐、卧中、善心念佛。 三,有香业,为或观相好,或念名号,偏宴会土,专求净土。 四,无香业,为虽称念佛名,心求净土,而观想生土即必净空。 参业,定业不定业,三千一百八十二,批四千九百七十六。 三圣,只虽深入悟道,然于当世却先为人之之禅门高森。 例如我国之布袋和尚,险子和尚,寒山,石德等皆是。 于印度则有帝是天,梵天等之划线,经常游行是井,与其人为武。 又如《池宴记》等书中所记载有关观世音菩萨等为诗画意识, 便现凭女生出现试景等试机皆是。 批四千九百七十六。 散盘,又坐如一坐。 既非全家夫,亦非半家夫,而细双腿交叉之坐姿。 即盘坐之时,两小腿交叉,置于两大腿之下。 批四千九百七十六。 散基,指心神散乱不能修定善之根基。 又指于日常生活中行器恶修善之散善者。 参阅,定善,三千一百八十,批四千九百七十六。 散善,为报达神佛之满愿而奉献钱或。 本指奉献与寺庙举行祭祀仪式之费用。 日本称为赛钱,赛语,报,同意。 我国八世纪请的文献记载中, 如含玉之论佛古表,即载有,散善,知识。 批四千九百七十六。 兵宗,一千九百一十一,一千九百五十八,台湾彰化陆港人,俗姓诗。 年十四,李诗头山贤云禅诗披体。 年十七,杰卢汴丰,苦修六年。 年二十三,前往大陆,便立诸山明察。 民国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三十四,于天同四里原英法师受据足解。 后往天台山一指竞权老和尚,专攻天台教官,法华籍四交仪,竞得三官十胜之傲旨。 二十八年,抗战士级,归返台湾,于新竹谷其封下创建法院蒋寺,并设立佛学研究院。 后又于台北设弘法院,于新殿建法祭寺,致立蒋经弘法,弘产台教。 大陆变色,来台僧青年无处安身,繁投医者,无不设法收容。 四十年闭关粤藏,四十三年出关,应各地之邀,说法不错。 四十六年二月世纪于弘法院,释寿四十八。 这有班若新经要事,佛说阿弥陀经要事,冷言经一登,我人生死之由来,云水施草等书。 后人即位宾宗法师以及行事。 P4976 班族王,班族,泛名Komepepe,巴黎明Komsabbe。 因意为加摩沙波陀王,加摩沙王,结摩沙波罗王,结摩沙波陀王。 又作班族王,博族王,陆族王。 戏本身故史中之王名。 有关,班族,名称之由来,具显于金卷十一无脑子满品载,此王乃其父波罗摩达曾与狮子思通而生者,形状四人,为族有斑驳,故称加摩沙波陀。 另于大臣入人家金卷六断食肉品称作班族,杂屁玉金卷上帝八金称作诞人王,六度级金卷四浦明王金称作阿群。 据巴黎本身金五百三十七大虚陀素魔本身,Maphsutisoma,Jaytaka,在,本位波罗奈国,BRNAS,之王子波罗摩达童子,Bromadatta,Kamare。 曾与居刘国,Kuru,王子虚陀素魔,Sutisoma,等诸国王子,由学于德叉施罗,Takassil,归国后继任国王。 英王前身为叶叉,有食人之恶习,故被食者甚多。 遂昭国人怨怒而降之逐入森林,然人不改食人之恶习。 一日,为捉异婆罗门时,不慎伤害己生之族,王遂向尼居绿陀素神,Nagrita,四世,若得商欲,则必供养素神,故又捉旧学有吉国王纪伊林一人。 后英自义婆罗门口中听闻家耶佛,Kasuppa,所说之计,且复受虚陀素魔王之教化,乃是放诸王,不负食人,且反国附位。 此虚陀素魔王即为是尊之前身。 然人王班若经中所记班族王之事与上纪有益,据人王班若经卷下说天罗国班族王之初家姻缘,为王位太子时,曾从一外道受邪教,欲取千王之头记相神。 登王位后,以得九九九王,又北行得普明王,普明王请拜法师为己讲说班若经而误解,还治天罗国,为九九九王宋班若经济,班族王一闻此法,得控三昧,岁出家而正无身法人。 菩萨本行经卷下,森加罗沙索及经卷上,大制度论卷四,参阅,虚陀素迷忘,5360,P4977。 斯拉根特威特,Shergent White,M6,1835,1904,德国之印度学及西藏学学者。 曾入柏林大学习法律,以有关罗马法之论文获得学位。 后转至东方学,与喇玛森交由,修的西藏语。 1863年翻译西藏佛典之,关于佛陀之忏悔祈愿,Birda Spiked Buddhism in Tibet, Illustrated by Literary Documents and Objects of Religious Worship,London。 此后,又有颇多于印度及西藏之著作,包括,印度之言语及形象, Indian Inward U.N.D. Builder B.D.E.M. Chen,1880,1882,印度神批判,Serdar M. Chen,1886,等书, 又亦有西藏语有西藏诸王,Dikenich von Tibet,连华身上师传,Dipenspeche von von Padmasamhava M.B.G.N.D.E.R.D.Lonismus,等。 其中,西藏佛教艺书艺书及西藏佛教之历史,教理及法医等, 并有二十页西藏佛化之副制品,为其颇著称之作。 Algmina Boccia Biography, Beth XXXI, Leipzig,1890,JRAS1905,欧米佛教,渡边海叙,P4978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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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又分为司陀寒相与司陀寒果,即欲流果,出果,之圣者进而更断除欲界一品至五品之修或,称为司陀寒相,或亦来果相,若更断除欲界第六品之修或,尚需由天上至人间一度寿生,方可搬涅槃,至此以后,不再寿生,称为司陀寒果,或亦来果。 以其仅于下品之贪甜吃,故又称薄贪甜吃,薄地。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大二,六五三下,云和名为冰陀丽花沙门。 或有一人,三劫使敬,迎怒吃饱,臣思陀寒果,来至此事,敬于苦忌,若小持者,来至此事,敬于苦忌,若勇猛者,急于此间敬于苦忌,犹如冰陀丽花,臣朝剖花,向木尾死,是为冰陀丽花沙门。 准次,可知同事亦来果之圣者亦可系别为二,一,其修行之功勇猛迅结者,称为冰陀丽花沙门。 二,修行之功勇猛迅结者,称为义来,即经中所谓之,小持者。 又据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载,的司陀寒果者未来过六万劫,当的正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此即所谓,五果回心,之说。 杂阿含经卷四十一,卷四十七,中阿含卷八阿修罗经,卷九瞻波经,卷二十一说处经,卷四十七渠谈谜经,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三,巨舍论卷二十四,顺正理论卷六十四,参月,五果回心,一千一百一十四,四象四果,一千六百八十三, P四十九百七十八 斯纳尔瓷尔尔沙納ART Mile Charles Murray 一千八百四十七,一千九百二十八, 法国之印度学及佛学学者 曾于慕尼克,руш岉,俄丁根, 俄丁根,俄丁根,两大学研究, 并任法国亚洲协会总裁 通小范语,巴尼语 屡次发表论文于东洋学术杂志 Review Critique, Review They do Mondes等 而以大事,范茉茉佛斯都,三 Falls 之教定出版,功劳致句 诱着佛陀传论 S.A. Sir L.A.L. Jan du Buddha,1875 诱一作佛传研究 此外关于阿裕王碑文之研究著作有 Le Inscriptions Depideci, 1881, 1886, Notes Depigrapha in the End, Journal Asia, TIC, 1888,等 其他另有Cocaina Etla Literature Grammatical Dupili, 1871,Le Cast Stance L. Inc., 1896 P 4979 斯彻巴斯基, Strabatsky, TH 1866, 1942,又一座彻尔巴斯基 苏联科学院院士,印度学,佛教学学者 生于波兰之客理查,中学时代及京通英、德、法三国语言 1884年进入彼得斯堡、Petersburg,大学历史文学系 后父从敏纳耶夫、Meneyev,学习泛语 敏纳耶夫为帝尔时代研究印度学之先驱 对于印度文献学及印度文化史造诣颇深 斯彻巴斯基受其影响很大 毕业后留学维也纳、Vienna、大学、从布勒、BHL、专攻印度文学及哲学 1900年返国任教于彼得斯堡大学 教授梵文及印度哲学课程 适逢中亚文化史研究全面展开 各种国际学术团体分分组织考古学探险队 地俄学术院之中亚探险队一两次出发探险 而展开对北传佛教研究之热潮 斯士亦从而开始对印度佛教哲学之研究 曾读自赴蒙古研究藏语及西藏、蒙古佛教哲学 并前往印度考察梵文文献 又早在1897年 斯士及参与科学院院士奥登堡、O.L.Denberg 主持之佛教文库企划工作 1910年被选为地俄学士院东阳文学部通信会员 1918年复被选为苏俄科学院院士 1928年以后主持列宁格勒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 专门负责有关印度及西藏之研究工作 1942年是于北哈萨克斯坦之福罗福也 其门下教著名者有罗森伯格 罗森伯格 1867、1934、欧伯米勒、一 欧伯米勒、1901、1935、等 这有佛教之中心概念 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1923、佛教之涅槃概念 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erve A 1927、佛教逻辑 Buddhist Logic Earthals 1930、1932、等书 于梵文之教定出版方面 曾与来为Sylvan L.6 共同编程称有剧舍论书之首部 Svarty H.A.P.H.D.R.M.K.O.A.V.K.E. 1918 又将梵文本 辩中编论 亦为英文出版 藏文之教定出版则有独自完成之剧舍论本 宋集称有剧舍论书之首部 Apidermoko A.K.R.I.A.P.H.D.R.M.K.O.A.V.H.A.S.A.C.N.I.F.A.B.H. 1917 P 4979 普化 860 唐代禅僧 日本禅宗之派普化宗之祖 籍贯 士兽军不祥 资姓一人 师士马祖道 一支门人 盘山宝基 密寿真爵 深入唐澳 宝基世纪后 诗集游化北的郑州 出炎阳狂 行为简放 居处不定 凡见人无分高下 皆振夺一声 而唱 万绪一三八 七一下 名头来名头打 暗头来暗头打 四方八面来旋风打 虚空来廉价打 一记 此记盛传于禅林 被称为普化四达活 普化林夺记 诗幼常出入城市或种间 时而歌舞 时而悲号 时人称之为 普化和尚 一日 诗入灵济院吃饭 灵济一玄位 其大四亿头驴 诗乃以驴名对之 并位 大五一 二八灵中 灵济小丝 而 只聚一只眼 贤通 八百六十 八百七十三 初年 将是祭时 琴邪关墓 寻皆迅护告此云 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 郡仁香律送出城门 施力声扬言 今日葬不合清乌 今二日出南门 仁义随颂 又位 明日出西门方及 如是初而还返 仁凡一代 诵者见少 第四日自秦关墓出北门外 郑夺入关而是祭 宋代时 日本新帝决心来我国习禅 仰慕师 郑夺狂歌以欲禅意之遗风 数年后归返日本 建立普化庵 久之从习者见多 遂成普化宗一派 宋高僧传卷二时 景德传灯陆卷时 连灯会要卷七 五灯会圆卷四 市市鸡鼓略卷三 参月 普化宗 4981 批4980 普化四 位于山西五台山台淮镇东 于山路 创建年代不祥 明清时重修 民国初年增建玉皇阁 故又称玉皇庙 四驱灵英碧日 风景优美 寺内有天王殿 大雄宝殿 三大侍殿 玉皇阁及两厢郎五 左右还有禅堂 僧舍 吕祖阁等建筑 天王殿四周香漏花会 人物及佛传故事 殿内供奉弥勒 唯陀及四大天王 大雄宝殿正面位释迦 文殊 普贤华严三圣 前侧有护法金刚 后方则为弥陀 观音 大士至西方三圣 两侧素有十八罗汉 殿后严明兼设板门一道 两侧各素菩萨一尊 左位文殊 右位观音 各项皆一是柔力 神态自然 其中文殊菩萨素为男性老者 甚为罕见 P4980 普化宗 为日本灵济宗之一派 以我国唐代普化禅师为鼻祖 又称普化禅宗 虚无宗 在日本则以新帝决心 无本决心 为始祖 以明暗双打 虚无吹销 为宗旨 此宗图众称为普化僧 虚无僧 剑僧 木漏 蓝履之意 续法 为智戒行 胸前配挂袈裟 头戴身边力 吹奏持八以祈讨米钱 普化为盘山宝鸡之法四 后赴郑州 言行洋狂 悲号歌舞 常往来于陈氏 总监 守正义夺 口中宋记 十人称其 其时 河南府有张伯者 英卿木仆化之风范 遂以主管访夺英 称之为虚夺 其后又有张经 张范 张雄 张参等人传承其风 张雄曾入书州林洞护国寺修禅 实质日本新帝决心于宋李宗纯又九年 1249日本建长元年来华至护国寺里夜无门会开 而与张参未同门 一日文张参吹奏须夺探赏其清调庙区乃就其教 静与密奥 建长六年 决心携张参之徒宝福 法普 僧术 宗术 国座 国佐 李正等四位居士反日 在冀州由良创建新国寺 原称西方寺 于山内建普化安 又称广化安 是为日本普化宗之滥商 现今该地人称为仆化谷或风化谷 其后 该宗以经先派 冀竹派为主流 各以一月四明暗四为主 其中 冀竹派盛唱 齿八吹消禅 其托僧行较全国 弘扬 明暗齿八 至连仓末期 浮浪之徒多能吹齿八 建混入济竹派 江户时代 此宗以呈现浪人集团之形态 其时 幕府常以彼等作秘征 给予种种特权 并未知建立领法寺 由是权势日章 必端迭起 得川中旗以后 复衍生诸多流派 必害更甚 洪化四年 一千八百四十七 幕府尽断特权忧郁 至明治四年 一千八百七十一 该宗更被废止 宗途多被编入明集 后于明治二十一年 该宗宗途会和 智力复兴 遂获准在新加兰 而于东福寺山内善会院成立明暗教会 于尤良心国四成义普化教会 于京都要光自成达登教会 并恢复虚无僧之行脚 普化宗并无依据之经典 谨义 虚无吹断 为禅纳至上之法 一级及吹奏方式而断尽烦恼 乐物虚无之地 宋高僧传卷二时 景德传登陆卷十 普化宗杂记卷上 卷下 虚夺传记卷上 批四千九百八十一 普洪 一千九百二十四 高雄男子人 族姓张 幼随祖父学佛 蒙虚云老和尚开世 乃李妙本法师为师 四名义境 后学法 之自福州古山永泉寺来 之乃从之沿袭经藏 四名范林 十四岁受戒于古山永泉寺 返台后在李德荣法师为师 受自探员 法名蒲虹 十六岁复及日本 入居泽大学 三十五岁学成返台 游化四方 弘扬大臣佛法 民国五十五年 一千九百六十六 敬任高雄 禅海佛寺住持 禅海佛寺位于南子区 原为在家居市 陈朴之自建之茅堂 民国十六年改建瓦舍 名为百善堂 二十二年改名 禅海佛堂 二十六年再更名为 禅海佛寺 由道光法师任住持 伴有佛教讲习会等 以弘扬阵法 四十八年重建 寺内有七层灵塔一座 批四千九百八十一 浦光 唐代森 籍贯 誓寿君不祥 资信明明 诗世玄奘三奘于慈恩寺 金苦克勤 文少震多 玄奘莫许之 人称大成光 自征官十九年 六百四十五 玄奘首创一场 至灵德元年 六百六十四 忠于玉华宫 凡二十载 初经七十五部 一三三五卷 大多为蒲光匕售 永辉五年 六百五十四 玄奘一出巨舍论 首先密授蒲光 蒲光英传巨舍论 计三十卷 以详解之 为巨舍论三大书之 以后由弟子 元辉为之略作十卷 巨舍宗凤卫要点 另着有巨舍论法 宗元一卷 百法名门论书等 朴光之巨舍学史 总级玄奘所传 故后世公认 朴光卫得玄奘正传者 宋高森传卷四 开元世教路卷八 东玉传登目录 P4982 朴光三昧 坐禅观想如来生 正得五神通 似无量 似无爱解 而至巨族大光明之三昧 大宝基经卷八十九 大一一 五一三中 大精进菩萨 持画叠相 中略 观于如来 地观察已 坐如是念 如来如是 稀有为妙 中略 菩萨如是观如来生 结家夫坐 经于日夜 成就五通 具足无量 得无爱便 得普光三昧 巨大光明 又据八十华言 十定品所说 十大三昧 中 第一集指普光三昧 P4982 普光王寺 位于安徽四县东南之姓一房 西西玉森森家于唐龙朔 661 663 初年来华起的所建立 其塔院称为四周塔 森家塔或林瑞塔 颇为著名 于唐真元年间 785 785 804 遇灾 清凉城官重建 宋太平新国七年 982 一说五年 太宗赤令高品白 成瑞重修四周塔 改称为 太平新国寺 契清乾隆年间 1736 1795 普光王寺及森家塔 院几经破坏与变卖 遂告湮灭 森家之信仰盛行于唐宋时代 除四周普光王寺之外 森家和尚堂或四周大师堂 普遍存在全国各地 如日森元人之入堂 求法巡礼 行计卷二 载有登周开元 四森家和尚堂 日森成询之参天台 五台山计卷一 载有冬茄山四周大师堂等 宋高森传卷十八 大中祥福法宝路卷十四 金石路卷六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世世基古略卷四 重修四江河至卷二 东坡全集卷九十九 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 牧田地量 批四千九百八十二 浦光寺 一位于湖南大雍县永定镇 明代永乐十一年 一千四百一十三 创建 清代重修 现存建筑有大佛殿 二佛殿 观音殿 高征观与两座山门 大佛殿面阔五间 深三间 重延达于山顶 康熙四十七年 一千七百零八 重建 雍正十一年 一千七百三十三 赴重修 二佛殿所呈现窦拱 方之行至应为明永乐十一年支援建筑 大佛殿与二佛殿兼已过庭相连 成功自行为原代建筑常用手法 高征观位于观音殿左侧 分前后两段 前殿为明代建筑 燃良方 驼丰又具原代建筑特点 浦光四在整体布局和建筑技术上 反映出原 明 清各代之风格 为湘西地区重要古建筑群 二位于台湾苗栗头乌乡 明国三十二年 一千九百四十三 至新法师来此开山 出建草庵 三十六年 道宗法师至此改建筑庵 即由二师合力改建土砖房舍 四十八年 道宗退休 由弟子海明接任住持 五十一年重建大殿 五十六年 海明之弟子明贤继任住持 本寺位于山中 曾软耸脆 景色优美 又可远眺苗栗住民风景区 明德水库 山林水秀 自六十五年登山汽车道完成后 相客与游客日渐增多 批四千九百八十三 普光明殿 位于古代印度摩羯提国菩提道场之策 又称普光法堂 佛陀曾于此殿宣说八十华严经九会中之第二会 第七会 第八会等 若一六十华严经之八会 则为第二会与第七会之二会 八十华严经如来明号品 大一灵 五七下 二十 世尊在摩羯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 使臣正觉 于普光明殿 做莲华藏狮子之作 八十华严经时定品 离世兼品 批四千九百八十三 普光殿 位于四川峨眉金顶 为峨眉山谷寺之一 山多雷火 虽经历代修器 人屡见屡废 正殿永明华藏寺 殿后原有同造佛殿一状 俗称经殿 中央奉寺普贤菩萨 殿旁射列万佛 门英克全属山川尘图 殿内有名成化年间 一千四百六十五 一千四百八十七 所雕筑之铜碑 经华藏四级铜殿军已毁于火 燃铜碑游存于殿侧卧云安 安左属十部位堵光台 乃观日出 云海 佛光之地 批四千九百八十三 普通问训 即普向大众问训 或大众意其问训 右座普通问训 普问训 识问训 赤修百账清规卷二 盈呆遵素条 大四八一一二二下 遵素网住持前问训 规中普问训登座 适者两序出班问训 住持问训说法必下座 住持前问训 普与大众问训 同书卷六大页念诵条 大四八一一四八中 受请人出班烧相退身问训 四住持前问训 转东序前问训 循至班末问训 四西序前问训 然后与大众普通问训 试试要揽卷中 禅陵象器兼礼则门 参阅 问训 四千四百一十二 批四千九百八十三 普利四塔 位于河北陵城县关东北部 又称万佛塔 始建于北宋皇右三年 一千零五十一 宋徽宗曾到此游历 塔位方形石心 九层八岩 岩下有大型豆拱 高三十公尺 塔顶有铁制塔砂 第一层较高 四壁刻有佛像九七四尊 形态各异 塔岩四角层层挂有铁制风夺 旧普利四有钟 邦晚风起钟鸣 故有普利晚钟之称 批四千九百八十四 普利院 位于江西夷与丰东北太平乡之洞山 以山多严洞 附中辱其幻之美 故称洞山 唐贤通 八百六十 八百七十三 年中 曹洞宗祖良架禅师 由新丰山迁祠 大宏祖道 而创立本院 其后赏赐贬额 颁定金鸣 宋太平新国 九百七十六 九百八十三 年间 改称 广利寺 俗则称为洞山寺 批四千九百八十四 普通寺塔 位于河北南宫之旧城 为南宫固成普通寺内建筑 始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六十七 明成化十四年 一千四百七十八 洪水泛滥 现成始千于金纸 四亿被毁 井于此塔 塔位铁砂八角石新砖器 高三十三公尺 共有八层 每层沿下至豆拱 第八层豆拱外出 翘头上布施令拱 而至小豆一枚拖住塔岩 使枚面略成弧形 两脚翘起 形至奇特 塔身自下而上地茧 轮廓柔和 结构清秀 批四千九百八十四 普明 易东近郊州赐史张牧之女 于龙安 三百九十七 四百零一 年终建坛摩耶舍来朝 及往广州白沙四 请问佛法 耶舍为其讲说佛陀诞生之缘起 又为之一出 拆摩金一卷 梁高僧传卷移出 三藏祭集卷五 二南朝僧 山东邻滋人 扫及出家 善诵法华 为摩二经 而以颤诵未业 每诵法华经至劝发品 则必见普贤菩萨成像立于其前 诵为摩金时 则闻空中之唱乐身 又因诗善于以神咒救人 故于高僧传中 列属诵经篇之神人 刘宋孟建 刘宋孝建 454 456 年中世纪 市寿85 梁高僧传卷十二 法院朱林卷十七 赶通路卷三 法华池燕祭卷上 三南朝僧 这将会积到绍兴县人 俗姓朱 身足年不祥 出明法经 后改普明 又称国清普明禅师 属天台宗 陈太监十四年 582 入天台山 执智者大师讲经 及礼拜为师 做其弟子 专习禅法 行方等 班若等诸三昧 并持诵法华经 真明元年 587 跟随在光宅寺宣讲法华经之智者前往精灵 以禅思未也 后又与智者共赴庐山东陵寺 行观音颤法 中其一生 既造经同向十尊 阅读藏经二辩 又书写其他经论 修造殿语 86岁时世纪于国清寺 旭高僧传卷十九 佛祖统计卷九 法华经池宴计卷上 观音磁灵集卷下 四堂出僧 浦州安逸 山西河东郡 人 俗姓卫 年十三出家 世外凶道会法师 并未严新四童真之弟子 曾周有讲习 住无定所 十八岁即能讲说圣满经 大臣起信论 受巨族借后 即专研涅盘经 四分律 设大臣论 大叶六年 六百一十 奥赵若禅定道场 居住十八年 增旺 地颇高 武德元年 六百一十八 住于浦东人寿四宏道 讲说涅槃经八十余次 并造课坛项书十刊 八十六岁十世纪 旭高森传卷二 至六写卷二十一 武唐代华周龙兴四森 习冠不详 或魏魏西御森 唐代宗大吏 七百六十六 七百七十九 初年 师寿座献人之请 居阿来 甄元阿年 七百九十二 十月 主 赴门徒后 俨然作灭 是寿百岁 或说三百岁 火葬后 记得设立二十七例 信者及在禅亭建塔供养 宋高森卷十八 六学森传卷十六 神森传卷五 六代森 习冠 身足年军不详 属清元形思之法系 魏雪峰 魏雪峰一存之法寺 驻于益州 四川 浦通山 举阳宗峰 诗与学人之间有 佛姓与诸 知机缘问达 遗留后世 景德传登陆卷十九 五灯会员卷七 七宋代灵记 宗皇龙派僧 集冠 身足年军不详 魏建福道 英之法寺 驻于福州 福建 等爵寺 举阳宗峰 旭传登陆卷二十六 建中靖国旭登陆卷二十四 八元代森 集冠 身足年不详 自血 善于画兰 魏惠基元兆 一千两百三十八 一千三百一十九 知弟子 宇孝颖大兴同门 英宗至至二年 一千三百二十二 江南能书之僧如阶级于北京 帝命诗书写经自藏经之计 当代知名得储时犯其一参与 顺帝至元四年 一千三百三十八 住持平江、江苏、云岩寺 致政四年 一千三百四十四 住持臣天寺 并重心遭火灾之臣天寺 P4984 普林西普 Princep James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四十 英国之东方学学者 初位东印度公司职员 然经通考古学 碑名 古前之研究 发现阿玉王之法 是碑文 并致力于考定其年代语解读 古前学提供了希腊语与巴利语对照之详实资料 其主要著作有 Essay on Indian Antiquities, Histories, Numismatics and Paleography 一千八百五十八 P4985 普法别法 为普法与别法之并称 又作普别二法 普遍圆融之法门 即普及一切众生 圆满融合 毫无差别之教法 称为普法 与 亦及一切 同意 对此而言 格别不容之法门 即限定于特定对象之教法 则称为别法 在华言宗 华言一臣之教法系普遍圆融之法 称为普法 而小臣 三圣之教法系格别不容之法 称为别法 至于受此二种教法之对象 则称为普姬 别姬 又随待信行所倡导三阶教中 第一阶 第二阶之教法 称为别真别正法 别法 第三阶之教法 称为普真普正法 普法 末法众生则需以普法得救 华言经书卷二 华言五教章卷一 华言经探旋记卷一 五教章通路记卷二 卷十七 华言经探旋记南记录卷一之二 卷一之六 批4986 普门 范语 Samantha Mukka 右座无量门 意志普及于一切之门 天台宗认为 法华经所说之中道 实相之理 即便通于一切 魔所拥塞 故诸佛菩萨成此理 能开无量之门 视现种种身 以拔众生苦 成就菩提 又以此为根据而有 实谱门 知说 即 慈悲谱 弘事谱 修行谱 断货谱 入法门谱 神通谱 方便谱 说法谱 成就众生谱 供养诸佛谱等实谱门 依此可顺序完成 自行化他之德 华言宗认为 原教所说 重重无尽主办 具足之理 即于一之中 设一切法 以及华言经所说之 一门教法 实包含一切门 故称为谱门 谱法 又密教认为 总该诸尊之得用 而包含一切总治总得之大日如来 称为谱门 对此 弥陀及要师等诸尊仅限以至义得 此种佛 菩萨则称为义门 以大日如来为中心 而诸佛 菩萨 诸天等群聚会合之胎藏 金刚两部大曼陀罗 称为谱门曼陀罗 都会曼陀罗 又建立此曼陀罗 称为谱门谈 悉诵持此等海会诸尊之真言 称为谱门持诵尊 此外 由 亦及一切 之立场而言 修行一门法 可得谱门法之万得 然于此意有持一说者 又佛 菩萨依种种源 显示其种种形象 而来救度众生 称为谱门世线 大日经书卷一 卷四 卷八 观音经玄义卷下 至乙 法华玄论卷十 法华文句卷十下 华言经探玄记卷二 法藏 法华经科著卷八 参阅 义门谱门 五十四 十谱门 四百七十一 批四千九百八十六 谱门世线 为佛菩萨神通自在 世线种种身 开无量法门 使众身的正元通 法华经谱门品详说 观世音菩萨之画道 观世音以三十三项 十九说法为其谱门世线之用 磨合指观卷一之五载 若人应以佛身的度者 即是以八相成道 应以九法界身的度者 则以谱门世线 此皆显示感应十界 现身色化之指 此谱门世线相当于 十谱门中之 入法门谱 往生论注卷下 大日经书卷六 参阅 十谱门 471 批4986 谱门世 一位于韩国汉城北区 谱门栋 为高丽朝瑞宗王十年 1115 谭真国师所见 比丘尼最早之修行道场 后经数次整修 而于李朝宗宗王十八年 1692 大规模扩建 经为大韩佛教 谱门宗总务院 内有吉月殿 观音殿 山林阁 三圣阁 八角九层石塔等 二位于台北市民权东路 为佛光山之台北别院 民国六十九年 一千九百八十六月破土新建 七十一年元月正式启用 谱门寺元明 谱门经社 系佛光山宗常新云大师 四十六年于北投进修之所 后迁至三众 再迁往高雄 六十三年赴于台北西州街租屋 做台北之联络处 六十六年迁至松江路顶基大厦十二楼 更名为佛光山台北别院 后因信众俱增 遂于宪指令建道场接引信众 并更名为普门寺 普门 中央供奉五方如来 宫台三面供奉六千多尊观音菩萨 庄严雅境 可同时容纳千人念佛共修 为现今台北是佛堂最大 弘法部教活动最多支道场 附设有电视弘法委员会 先后筹划推出甘露 信新门 星云大师佛学讲座等电视节目 七十二年秋天 于旧指顶基大厦创办台北女子佛学院 配合佛光山之教育体系 于北部专做培养佛教人才之工作 历任住持有慈庄 慈容等法师 七十七年 游慧明法师继任 P4987 普门品 请参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普门品书 请参阅观音义书 普门品经 请参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普门杂志 为台湾所出版佛教月刊之一 发行地点为高雄大树香佛光山 每月一日出版 民国六十六年 1977 四月 爵士寻刊 创刊二十周年纪念 佛光山宗常新云大师 为印教内外人士之要求 增辟杂志版 爵士月刊 至六十八年十月改为 普门杂志 发行弃经 现任发行人为慈容法师 普门 意味无量门 曲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 普遍为一切众生开启慈悲方便之门 使入佛法大海之意 而以普遍化 大众化 生活化 文艺化 通俗化 趣味化等六大理想为创刊宗旨 发行范围遍及欧美 东南亚等五十多国 与 爵士寻刊 同位最受欢迎之佛教刊物 P4987 普陀山 位于浙江定海县东海中之舟山群岛 又称普陀山 普陀洛家山 梅层山 小白花山 为观世音菩萨之圣地 与五台山 峨梅山 九化山并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 唐乙前传有梅符 格宏记引修道 故又称梅层山 唐大中年间 八百四十七 八百六十 有疑印度僧至此自焚十指 而清读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 受以七色宝石 遂传词的位观音显圣地 五代后梁真明二年 九百一十六 日僧会二从五台山持观音像归国时 船行至该地 辗转不前 乃旧的建宝陀寺四公养 而仿印度观音著的支捕陀洛家 范普特洛卡 取名 南宋乙将 力朝不失财物颇多 宝四伶俐 僧徒日众 遂成大道场 古来祈求航海安全之力平凡 朝拜一圣圣行 南宋少新元年 一千一百三十一 将普陀山佛教各宗统一归于禅宗 嘉定七年 一千两百一十四 又规定该山以供奉观音为主 历朝相继新建寺院 一度有寺院 安堂 茅蓬二一八所 森尼二千余人 其中著名者有三大寺 七十二小寺 佛寺实力于五代后梁真明年间 九百一十五 九百二十 全山纵横十八公里左右 三大寺为普济寺 前寺 法语寺 后寺 慧祭寺 每年春夏之交 由各地前来普陀 敬香必属之善男性女 洛逸于徒 成为江南诸省香火最盛之佛寺 普济寺僧旅之众 范围之广 居全山之官 该寺建于北宋元峰三年 一千零八十 称为宝陀观音寺 清康熙三十八年 一千六百九十九 重建大殿 并赐四俄 普济群林 四英以名 四中大殿 宫有今生世家塑像 四门外有石桥和池 钟楼 盘陀石 玉碑亭等名圣 法语四一山建筑 卫居普陀后山 四中观音殿内供奉一尊大礼石雕之官式音像 体态漫妙 神情凝重 与人以亲切之感 为一节出之艺术作品 慧祭四习称 不肯去安 建于宋神宗时 历代吕家修柱使臣俱沙 普济四 法语四 慧祭四等属灵济宗 曹洞宗 普陀山绝顶至白华山俗称佛顶山 由山路至白华顶有二千余十级 山腰有云浮石 尚克海天佛国四字 慧祭四级在白华顶下 与前后四并称为普陀三大丛林 普陀山四面环海 山中延峰洞窟天然形成 玲珑耸聪 奇险鬼幻 不一而足 海潮深与山上四官泛因交相和名 构成一幅海天佛国之奇境 P4988 普陀列祖路 拳一卷 清代僧朝英通序 1649 1698 编 康熙三十五年 1696 堪行 诸于万序藏一四七册 吉陆宋 元 明 清历代于普陀山产法 住持者之机缘略传 自珍歇清了 自得慧辉 至朝英通序 古西明 继四十三人 然 住禅 师井也名号而已 卷 卷墨并附 陆天月 周等五位 由他山至普陀山洪法者之略传 P4989 普陀洛洛家新智 凡史卷 民国王恨传 现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刊第一集 普陀山之山智 自明代周应兵重修以来 有清一代 新智迭出 可考者记有四本 一、康熙三十七年 一千六百九十八 求脸所编之十五卷本 二、康熙四十四年朱景 陈玄增修之十五卷本 三、乾隆四年 一千七百三十九 许掩重修之二十卷本 四、道光十二年 一千八百三十二 秦耀曾修二十卷本 乾隆之许智为法语四所研修 道光之情智为普济四所研修 二智各有所偏袒 其笔事属词 往往详述主四而殊略他四 以情智游甚 民国初年 旧智流通不广 十二年 一千九百二十三 王亨燕乃重修新智 一除旧智之流弊 凡观于普陀者 应有尽有 不存偏思之见 王智盖策重佛教史事 表现观音大势 网结本机势力 以及此方感应因缘 智分位十二门 本机 行圣 灵异 谈施 范沙 禅德 银剑 规智 刘玉 义文 智渝 叙录 宇旧智互补短长 一族公对照参考之用 批四千九百八十九 浦玉 李氏朝鲜时代僧 浩须应堂 懒安 铸江源道林提郡 雪月山百坛四 明宗集位 一千五百四十六 后 摄政之文真王后在新佛教 尽兴普宇 明宗六年 基于其言复兴禅 交两科 仿效祖宗之大典 一禅 交两宗之志 以奉恩四位禅宗 奉先四位教宗 一年起举世 发给僧徒度蝶 严请普宇担任叛禅宗四都大禅师奉恩四住持 使普宇于朝野中之声望 权势颇高 然有尊奉诸子学之如成礼儿等 为其为妖僧 祈求诸杀 后被流放济周 为牧师所杀 禅 交两宗之刻意被废除 著书有须应堂集 诗 文 懒安杂者各一卷 礼朝十路 朝显佛教通史 礼朝佛教 朝显禅教史 批四千九百九十 普渡 一位广行剔度 宋史孔成功传载 请于征战的修寺 及普渡僧尼 二位广师法力已救众生 又做普渡众生 即佛菩萨怜悯众生 隐隐扰扰 审浮于生死大海中 故广师大法力以普救群生 使脱离生死与烦恼之苦海 如观世音菩萨之寻生 救苦 为各种灵验路 所常记载之普渡实力 又我国民间信仰美 以英历七月广设宴时 普济亡灵 亦称为普渡 佛教义友 普渡大斋 知记载 如明成祖永乐五年 一千四百零七 春 喇嘛教高僧 甘嘎里玛乌斯 藏查斯 普 扫 批 批 批 曾于中山林古寺起建 为其七日之普渡大斋 臣祖并亲自前往行乡 参阅 寻生救苦 四千九百三十七 三 一千一百九十六 一千两百七十七 南宋森 江都人 俗姓史 自虚周 生于宋庆元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六 依说五年 早岁虽习世书 然有出臣之志 母时其志 岁允于天宁寺出家 后参见灵影四支铁牛印 为酒游方利参诸德 夜见福四支吴德 又曾依至辅照姓安之寝 开法于精灵之半山寺 后立柱金山寺 陆苑寺 书山寺 中天竹寺 陵影寺 静山寺 至元十四年 一说十七年 四月世纪 世寿八十二 增集续传灯陆卷寺 五灯岩筒 卷二十一 参阅 虚周 五千两百六十一 四 一千三百三十 元代僧 丹阳 江苏镇江 人 俗姓讲 若冠集于庐山东陵寺出家 曾立寇诸方 后驻丹阳庙 果寺 东陵寺 善法堂 专修念佛三昧 时有称 联宗 却大行 写法制 被续出 师身以为忧 岁于大德九年 一千三百零五 传联宗 宝剑十卷 以产名词 赵子元之正宗 五宗 至大元年 一千三百零八 五月 下赵 静断联宗 师乃绝 继复兴 十月 至今师法王寺 与贯鼎国师商议 遂持所转 联宗宝剑奉敬 仁宗即位 父上书起请在心 皇庆元年 一千三百一十二 真月 仁宗斥令 搬行联宗宝剑于天下 以师为联宗之教主 四号 虎兮尊者 至顺元年世纪 是受不详 是称 幽坛宗主 一时号称联宗中心之祖 庐山联宗宝剑序 净土城中卷石 净土全书卷下 净土圣贤路卷寺 P4990 浦山 Poussard Louis D.L.A. Voli 1869 1937 比利时之佛教学学者 早年曾从法国学者来为研究东方学 1893年以后 任干的大学 Gant教授 讲授希腊语 拉丁语 后专攻印度学 大乘佛教之研究 通泛藏汉语 陆续发表无数著作 成果斐然 俨然成为欧洲佛学界之推进者 1921年组织东方学研究会 教定 翻译佛教经典 为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撰写佛教论文 并制作建桥大学收藏之奇纳教文献目录 史坦英写自中亚之初土本 西藏佛典目录等 重要著作如下 Body's May 含有Declimate Red Pot Body Carey Fat RAK的范本 1898 Mathiamak Ftti 1903 1918 Mathiamak Fat R A 1900 1918 Opinions Sir I Histo I Erd La Dogmatic 1909 LMRL Boutique 1929 L Epidermal Co-Ad Vaisapenpou 6 Fos 1923 1931 L Inboxaliary Temps Demoria Ct de Barbares Gregs Cythes Per Ctu Tree 1930 P4991 普桑节 普桑 普桑 西兰与布孙之音译 乃西兰与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国家之节日,以纪念阿育王之子摩审陀至西兰传播佛教。 每年6月月圆日于西兰之秘兰多列Milintali,地方举行隆重之纪念活动。 据说摩审陀曾在此会见西兰王天爱地区,Badivinampiyatissa,250-210 BC。 在位,首先对其讲经说法。 P4991 普桑,供桑给大众饮用,称为普桑。 对此而言,位特定之人所供之桑,则称特味桑。 黄博清规著持章,P4991 普桑,651,739,唐代禅僧。 蒲州河东,山西永济,仁,俗姓风。 古气替躺,通晓如典,后气俗求道,旧大良壁上人文法华经,成为时论,大臣起姓论等。 年三十八,从洛阳端和尚寿巨族界,赋从南权红锦席律,燃身爵位文字所赋,乃至荆州玉泉寺参业大通神秀,依住七年,一说六年,经苦生禅,尽得祈祷。 神秀奉则天武后之赵入京,众皆归师。 神龙二年,706,神秀世纪,师岁继承神秀之后领重。 玄宗开元十三年,七百二十五,依照入住洛阳敬爱寺,一说华严寺,十五年,一说十三年或二十三年,从嫁入长安,留居新唐寺,于是王宫世述来礼业,法化颇振。 神秀虽虽受帝王弃重,然为常聚重开唐眼法,师使至都城洪化,禅丰大圣。 其姓宁众寡言,持戒轻圣,从不章伐其德,是以是称之。 开元二十七年,一说二十八年,是寄于新唐寺,是寿八十九。 赤赐,大赵禅师,是称华严和尚,华严尊者。 亦有尊其为北宗禅第七祖。 宋高僧传卷九,景德传登陆卷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是世姬古略卷三,大赵禅师塔明,全唐文卷二六二所收,批四千九百九十一。 普安,一千一百一十五,一千一百六十九,南宋灵纪宗森,右座浦眼。 以春,江西元州以春,仁,俗姓于。 会应塑。 年二十里寿龙苑贤公为师,二十七岁落法,一年五月寿具足解。 师荣茂奎其,致性巧慧,颇得贤公器重,免读法华经,然师以了物诸佛玄旨为在一心,而穷颜止莫经文无异于事,遂出游胡香,参业慕安法中,有所醒悟,在还寿龙苑。 绍兴二十三年,一千一百五十三,入住词划四,禅定之余,阅读华言经论,一日大悟,清气华言境界。 而后慕名而求仿者慎重,师随仪说法,或书记,或者草治病,或伐怪木,其语,悔音词等,灵应甚多。 甘道二年,一千一百六十六,真月,迎见范语,四年十二月落成,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出世一纪而世纪,世寿五十五。 赤世,普安纪感妙纪真觉昭框禅师,元臣宗仲是,大德会庆,明臣祖永乐十八年,一千四百二十,更加是,普安至善红人元通智会纪感妙印词纪真觉昭框会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 有余路三卷行事 因普安身前驱灾除病之灵验颇多,元人宗言佑,一千三百一十四,一千三百二十,初年,宗创建会庆寺,于寺后营造普光明殿安至普安之相,官俗尊姓,传江搜海博美或明应而免除风涛。 日本灵纪综艺受此风影响,在佛殿后常安奉普安之牌位。 普安应塑禅师与陆序,天如为则禅师与陆卷六,卷八,佛祖历带通载卷十,卷三十六,世世姬古略卷四,禅灵象器兼灵象门,批四千九百九十二。 普旧寺,位于山西永济县黄河,焚河之间。 寺内建筑极壮丽,全院有大佛殿三十六间。 据寺中碑记所在,本寺创建于唐朝,明代重修,又因加进三十四年,一千五百五十五,之大地震,建筑被摧毁无疑。 清康熙四十九年,一千七百一十,再度整修,抗暗时又毁于炮火,仅存四门一队实施于一座金塔。 金塔又称阴阴塔,成四方形,共十三集,周围四十步,古来行使黄河之船之,以此塔位航行标志。 第四千九百九十二 普敬,一千九百零二,一千九百八十六,广东皆洋人,俗姓黄。 年二十许,赴泰国。 从北标浮清水寺阿森轮出达,明国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三十四,回国赴江苏宝华山会居寺寿修俱足界,于该地学律三年后,往泰国。 以赶于泰国华森佛教之士为,乃其振兴之志。 其后,曾在返国参访,并远赴西康,西藏一带,受诺纳活佛之灌顶。 且德律宗迁华派十八代祖师庙宫上座寿继位红律传人。 诗以戒律经言,度身有方,故红化成效颇者,成为泰国华森之精神领袖。 我国佛教借一贤以,普敬上座,尊称之。 诗在泰国,即受朝野佛徒所重,泰国国王普美彭曾对诗赤锋六次之多, 其第五、六次被封为华宗大尊长与先级大尊长,地位至高, 为我国当代出家人在泰国之罪或殊荣者。 曾仁华宗森物委员会主席,及曼谷普门鲍恩寺, 北壁府洛耿普仁寺,春府市拉叉普德寺等开山住持。 民国七十五年九月世纪,释寿八十五。 批四千九百九十三 普敬寺,位于山西陵坟西南。 规模敞廊,建筑巍额。 创建年代不祥,现存者系圆明遗物。 山门内有名代所述二金刚智力,刚进雄壮,威严肃目。 天王殿中四大天王威作其中,王冠骤甲,分持剑,琵琶,伞,蛇,象征风调雨顺。 菩萨殿内以善面墙分为二金,墙前为观音菩萨及善才童子, 两于十八罗汉各具神态,墙后的藏,道明,闽宫端荣宿木,十殿严均分座两侧。 最后为大雄宝殿,采用元代建筑之结构, 刊内供奉世家,文书,普贤华言三圣, 二菩萨身世修长,一世合体,面方下缘,神态闲境慈祥,素功尤为精巧。 P4993 普现色身,为诸佛菩萨为方便色化众身, 故顺应众身之根基而视现种种色身。 如法华经所载观是因菩萨视现三十三身, 寻身就苦,以及妙因菩萨之现身色化, 又密教大日如来于胎藏界曼陀罗中所流出之诸尊皆是其理。 此外,可显出利用之根源者, 称为普现色身三昧, 入于此三昧即可现出佛,菩萨之种种色身。 此欲,等流法身,之一同,有甚多论证。 法华经妙因菩萨品,大日经书卷二, 法华经科著卷八,P4993 普现色身三昧, 一位诸佛菩萨为方便色化众身, 是现种种色身时所入之三昧。 右座现一切色身三昧, 普现三昧。 如法华经中妙因, 观因之现身, 即依此三昧之利用。 法华经妙因菩萨品, 大九、五六中, 华德菩萨白佛言, 世尊。 是妙因菩萨身种善根。 世尊。 是菩萨住和三昧, 而能如是在所显现度脱众身。 佛, 高华德菩萨, 善男子。 其三昧明现一切色身, 妙因菩萨住世三昧中, 能如是饶益无量众身。 二位密教真言行者中, 普门, 知大鸡, 观曼陀罗海会之诸尊于一心不乱之三昧。 右座普眼三昧。 大日经书卷六, 大三九, 六四五中, 若于大悲藏云海中一心不乱, 名菩萨三昧, 亦名菩献色身三昧。 法华经要王品, 批四千九百九十四。 菩萨三昧门, 又称菩门世界三昧门。 大日如来菩门世线之大众, 称为菩门大众, 而观此菩门大众于一心, 即称为菩燕三昧门。 菩燕, 乃断除烦恼或叶之平等眼。 大日经书卷六, 大三九, 六四五上, 如曼陀罗海会佛诧为陈述一一善之事, 皆亦种入法界三昧门。 若总观如是菩门大众, 一心助缘而不持散, 即是菩燕三昧门, 一名菩门世界三昧门, 批四千九百九十四。 菩庄, 一千三百四十七, 一千四百零三, 明初灵济宗阳旗派禅僧。 台州, 西江, 仙居人, 俗姓源, 好呆眼, 又称静忠。 于天同山出家, 后参业天宁寺乐堂为一, 为其法寺。 鸿五十二年, 一千三百七十九, 驻于江西北禅寺, 寺宜居江西云居山珍如寺。 二十六年春, 奉赵入内庭说法, 秋, 于庐山修法, 第四一一席, 东, 赤柱进山兴万圣寿寺。 永乐元年世纪, 世寿五十七, 法腊四十五。 有呆眼妆禅师与鹿八卷形式。 五灯会元旭略卷七, 南宋元明森宝传卷十三, 曾旭传登陆卷六, 旭姬古略卷三, 批四千九百九十四。 普庄严童子, 指华严经中以四圣身成佛之童子。 心意做大威光太子。 系过去爱见善慧王之第二子, 释迦牟尼佛之前身, 以三身中解形身之圣身, 于解形身之中心入果海, 究竟成佛。 旧华严经卢舍纳佛品, 新华严经皮卢遮纳品, 华严经碳玄记卷三, 批四千九百九十四。 普通合掌, 又称普通印, 为密教所结印器之一。 其印相在金刚, 胎藏两界修法中有所区别, 即在金刚界法中为金刚合掌, 在胎藏界法中则为莲华合掌。 如胎藏县图曼陀罗世家院中之如来舍菩萨, 如来喜菩萨, 如来悲菩萨等之印器皆作普通合掌。 批四千九百九十四。 普通院, 唐代乙将, 为参议五台山者, 在其言道建有夜宿, 饮食之设施, 称为普通院。 大宋僧史略卷上创造加兰条, 举出六种加兰之名, 第六集为普通。 日僧元人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开诚五年八百四十四月二十三日条, 对于上方之普通院有如下记载, 普通院常供有犯粥, 不论僧俗来即变粟, 有犯即语, 无犯不语。 以其不妨僧俗之负粟, 故称普通院。 除五台山师设普通院外, 至僧家和尚之一级四周, 安徽, 普光王寺之巡礼录亦有类似之设施。 据贤纯林安之载, 普陀山, 浙江, 等圣祭之巡礼录存有接待寺, 接待院等类似之师设, 且房山, 河北, 云居寺有一饭厅。 更有长安之光宅寺, 饱寿寺等以充当科士者之宿舍为著称。 唐慧要卷七十六科举, 长安至卷八, 唐代佛教史研究, 道端良秀, P4995。 普善神, 普善, 泛明匹恩, 又座布贤神, 亦为养育者, 繁荣者, 为印度古代废陀经典中之神明, 其形象为口中无牙, 头匹法辩, 手持金枪刺个, 成山阳索拉之车, 往来于天地之间, 主管道路与保护深处, 未能除去道路之猛兽及盗贼, 使迷途深处返回, 并能使死者灵魂升天。 佑婆罗门教所行火葬或马迹石烧羊之习惯, 与此神以山羊引车有关。 P4995。 普悲观音, 为三十三观音之一。 相当于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在, 大九、五七中, 应以大自在天生的度者, 极限大自在天生而为说法, 知观音化身。 其形象为两手隐藏于法衣而向前下垂, 立于山上。 大自在天乃三界之最高神, 以其微得殊胜, 而配以观音平等普遍之慈悲, 故称普悲观音。 佛像图会卷二三月三十三观音五百一十四, P4995。 普至天人尊, 为佛之尊好。 佛之至得普照事理, 为人, 天中之最尊者, 故称普至天人尊。 法华经化成玉品, 大九、 二四下, 普至天人尊, 哀敏群蒙类, 能开干路门, 广度于一切。 P4995。 普度寺, 为北平民差之一, 位于东安门内。 俗称马嘎拉庙。 本位清出涉政王多尔滚之府帝, 府积甚高, 后有大殿, 与一般王侯底弟不同。 因为多尔滚曾经追尊让皇帝, 故其府帝亦改为庙, 成为喇嘛诵经祈福之所。 乾隆十四年, 一千七百七十五, 重修, 四年改称经名。 大殿建筑宏伟, 台积高大, 彩虚弥座室, 也有三层飞船, 为建筑法事中所少见。 因此处为明知祥奉殿遗址, 所以太半位大名遗物。 旧传庙内有多尔滚死后已于皮所造之肖像及五塔四金刚宝座模型, 今已无存。 批四千九百九十五, 普位臣教宗, 为法相宗之别称。 此宗认为其所依据之解深密经系普为人, 天, 身文, 原觉, 菩萨等五圣之积类而说, 故致普为教宗, 全称普为一切圣宗。 而其于经典或为人天, 或为菩萨, 或为二圣而说, 乃仅局限以不知教义, 非为普应全积之教。 参阅, 法相宗, 三千三百七十三, 批四千九百九十六, 等三美, 同时普见一切诸佛之三美。 普, 普遍之义, 等, 其等之义。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九上, 舍我得佛, 他方果土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 积带的。 而普丹美, 注释三美, 至于成佛, 常见无量可思议一切, 如来, 别一本之无量寿如来会称为平等三摩帝门, 无量寿庄严经称普遍普大三摩帝, 悲华经卷六称为变质三美, 大悲妥妥利经卷三称为普至三美。 批四千九百九十六, 普遇, 一千三百零一, 一千三百八十二, 高丽时代禅僧, 洪州, 中清南道洪臣郡, 人, 俗姓洪, 出名蒲虚, 浩太古。 年十三, 依贵严四之广志出家, 求诸方丛林之道。 中肃王复卫六年, 一千三百三十七, 欲于松兜, 开城, 瞻檀元, 参九无字化, 而于一年真月豁然大悟。 中慧王复卫二年, 一千三百四十一, 驻于汉阳三角山之众兴寺, 学徒云集, 并于寺东结太古安。 中穆王二年, 一千三百四十六, 吉元至正六年, 由我国之宴都有转至湖州辖雾山天湖安, 参访灵纪十八世之法孙十乌清拱有神, 故得清拱之气重, 父以加杀, 以表姓真。 因此朴渝极为高丽传灵纪宗迪流之地一人。 后归国驻小雪山, 宫敏王元年, 一千三百五十二, 迎师入宫中, 五年, 受王之请, 于奉恩寺说法, 丰卫王师, 驻广明寺。 新八年世纪于小雪山, 室寿八十二, 高丽史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朝鲜佛教通史卷中, 朝鲜禅教史, 批四千九百九十六。 普惠寺, 位于随远百灵庙附近, 蒙古语称为希拉木轮照。 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 一千七百零三, 曾经多次修建, 现存有镇殿、 山门、 东西配坊等建筑。 本寺原为归随式习利图照之分院, 由该寺寺是活佛阿望罗布桑拉布敦所主持建造。 此的于清朝时, 位归随往蒙古商吕碧京之地, 其南之大青山富位农木产品之极散地, 本寺亦因此而赴盛名。 批四千九百九十七。 普照, 依日本法乡宗森, 机冠不详, 出驻奈良心赴寺, 亦说大安寺。 因日本借坛位完整, 天平五年, 七百三十三, 即开元二十一年, 奉赤与荣睿等一同跟随浅唐使丹池真人广城入堂。 来华后, 依洛阳福先寺之定兵寿巨族界, 深究律部, 且受唐玄宗之礼遇与供养。 其后, 至扬州, 于大明寺参业建真, 恳请建真东渡开化。 乃于天平十五年, 即天宝二年, 与建真同返日本, 途中被经奸兴, 于天平圣宝六年, 七百五十四, 始归日本。 曾讲律于东大寺, 申明远播。 纪年, 誓寿君不详。 佛祖统计卷四十,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 龙心佛教编年通论卷十五, 世事姬古略卷三, 二朝显曹西宗中心之祖。 慧之那, 昊慕牛子, 世昊, 佛日普照禅师。 经韩国三大寺中之曹西山松广寺即师所创立。 参阅, 之那, 三千四百六十四, 批四千九百九十七。 普照寺, 位于山东泰山南路。 船创建于六朝, 唐代扩建, 明代重建。 寺内有六朝古松, 之鸭参叉有志, 月光掩映, 未成其官。 古松旁有亭, 取, 古松筛月, 之意, 命名, 筛月亭。 明轩德年间, 一千四百二十六, 一千四百三十四, 朝显森门空曾助西于此, 寺中经由存有正德十六年, 一千五百二十一, 为纪念满空而立之纪念碑。 批四千九百九十七。 普照国师语录, 樊三卷。 明末清初森影缘龙旗, 一千五百九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传, 信边。 右座影缘和尚语录。 收于大镇藏第八十二册。 龙旗于清顺至十一年, 一千六百四十五, 赴日红法, 创立黄伯宗。 故其语录乃编辑驻日本时之心赴四语录, 重浮四语录, 浦门四语录, 万浮四语录等。 大镇藏右收录信稿所编织 普照国师法语二卷, 刊语本书之后。 另有普照国师广录三识卷, 赴年普二卷, 又座影缘大师广录, 收于日本之禅学大戏祖录卷四。 P四千九百九十七。 普照觉和尚语录, 请参阅天同镇觉禅师广录。 普瑞、袁戴森。 于臣、云南、人。 俗性与生族年均不祥。 自雪亭、浩妙观。 年少出家, 独华严经开悟。 后从脚冤禅师参究, 受其法。 段世统礼大理国时, 师注于水木山。 至袁戴统一天下, 师注持在光寺。 这有华严玄坛会玄祭四十卷, 冷严转要十卷, 华严心静, 玄坛服役等。 P四千九百九十八。 普宁寺, 位于热河城的东北方之狮子山东端。 俗称大佛寺。 清乾隆二十年, 一千七百五十五, 平定新疆准喀尔, 天山北路, 乃下令修普宁寺, 以示天下普遍宁静之矣。 四有殿与十三境, 中心位大臣阁, 其次位方阁, 大雄殿, 再次位妙严堂, 蒋经堂, 天王殿, 金刚殿等, 威俄堂皇, 各具特色。 寺内之大佛, 高二十三公尺鱼, 位世界最大之木克佛像, 普宁寺因此闻名于世。 大臣阁高约三十公尺, 建于高约十七公尺之台基上, 为一状五层无柱之奇异建筑, 堪称我国建筑史上之一大奇观。 P4998 普辞, 1355、 1450, 明代灵纪宗森。 苏州, 江苏, 常熟人, 俗姓前。 浩海州, 出家于破山, 严习冷严经, 宋志, 万绪三八, 四九一下,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而有所疑, 遂网参万丰十位, 受其赴法。 驻如洞庭山雾, 居二十九年。 后网参万丰之法孙东明须白会产, 获得大悟。 待东明世纪, 施玉归洞庭, 应众之请, 臣记法席, 驻于杭州东明寺。 静太元年世纪, 适寿九十六, 法腊七十四。 武登会元旭略卷六, 旭登正统卷二十七, 批四千九百九十八。 普文, 唐代灵纪宗森, 身足年不祥, 为唐西宗之太子, 自幼如素, 不沾昏心, 身性甜淡, 不喜今世懒全之事。 皇朝乱起, 西宗出奔暑的, 失碎落法出家, 四处一游。 后的参业时双除缘, 于言谈间的审。 父至父见少五, 喜其山玉吻秀, 乃妻指其地。 相传一日龙求必累及, 师将之纳入秀中, 龙圣感师之德, 遂血于山檐之下而未全。 后一人见四, 乃因之命名为龙狐四。 师居此三十余年, 弘扬佛法。 师寿不详。 师号, 圆绝禅师。 增定佛祖道引卷二, 虚云, P4999。 普说, 位于禅沙中, 普及大众说法。 吉师家位一般学人开示宗臣。 乃入世, 独餐, 小餐之对称。 一般系于请堂, 大方杖, 或法堂举行。 在特别之说法时, 则学人烧香请求普说, 此称为告香普说。 为通知大众普说所挂之牌, 称为普说牌。 赤修百丈清规卷二普说条, 禅陵向器尖锤说门, P4999。 普庆寺石塔, 位于浙江陵安静山南路。 塔系六面七层, 每面皆有佛堪。 腰岩仿木构建筑形式, 有香轮七重, 塔上有原置至三年, 1323。 提计, P4999。 普勒寺, 位于热河陈德附近, 为清代陈德离宫八庙之一。 俗称元亭寺。 建于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当时作为西域诸侯部族首领来朝之用。 寺与陈德离宫相对, 形式独特。 寺内之宗印殿后有一巨大金坛, 其上之序光阁成圆顶散行, 细访北京天坛其年殿形式而建者。 P4999。 普勤, 于禅林从事作物劳逸时, 普勤大众, 上下合力, 称为普勤。 经俗称出坡。 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计卷二载, 此至于唐代及行于各地, 当收获满金萝卜时, 愿中上座等进出简业, 如库头无柴时, 愿中僧等进出单柴。 盖此至圆系倡导农蝉, 凡根做斋茶等作物皆以普勤为之。 后世普勤仅限于轻微劳动, 如四月佛诞摘花, 六月晒葬、晒剑, 平时圆中摘菜, 西边斑柴及结前四舍扫除等, 皆偶一为之而已。 又建造房屋, 亦称普勤, 已须多数人之协力劳作之故。 森唐清规卷三浦请法, 大宋森十略卷上, 赤修百丈清规卷六浦请条, 景德传登陆卷七百丈淮海条, 卷九围山林幼条, 卷十二黄博西韵条, 卷十七华岩修靖条, 碧岩路第五则, 连灯会要卷四, 卷七, 禅陵像器间从鬼门, 批五千。 普贤, 华岩宗将断绝一切言与思律之佛境界, 称为信海果分, 即疲鲁哲那佛之法门, 相对于此, 应众生机缘而说教之缘起因分, 即普贤菩萨之法门。 普贤菩萨在人格上乃等觉位之菩萨, 由理而言, 则向真理, 定, 行, 为诸佛之本源, 亦为一切诸法之体性, 若入国位, 称为信海。 故信, 解, 行, 正一切普法者, 不问凡圣, 皆称为普贤, 体悟此种亦成普贤之大基境界, 称为普贤境界。 华岩孔木章卷四举有三圣普贤, 亦成普贤二种, 每种副各有人, 解, 行三种, 故称六种普贤。 于三圣普贤中, 人乃把华经所说之普贤菩萨, 解乃把华经所说之会三规义等去入亦成之正解者, 行乃把华经普贤品所产明之普贤行。 于亦成普贤中, 人系鉴于华言经入法界品之普贤菩萨, 解系指华言经普贤品六十行门中所说普遍与深入乃互相融合不可思议之境界, 行系指华言经离世间品之十种普贤心及十种普贤愿行法。 幼谱贤行愿, 指识大愿, 即, 一, 礼敬诸佛, 常礼敬一切佛。 二, 称赞如来, 常称赞如来之德。 三, 广修供养, 常侍奉一切佛, 并与罪上之供养。 四, 忏悔业障, 常忏悔无始以来之恶业, 并遵守境界。 五, 随喜功德, 常随喜一切佛, 菩萨乃至六趣, 四身所有之功德。 六, 请转法轮, 常礼请一切佛宣说教法。 七, 请佛注释, 请求佛, 菩萨步入涅槃, 而能助于世间说法。 八, 常随佛学, 常随毗卢遮纳佛, 而学佛之教法。 九, 横顺众生, 应众生种别, 而做种种供养。 十, 普皆回向, 将以上功德, 回向于一切众生, 以完成佛果之愿。 若能将以上十种行愿相续不断实践立行, 则可完成普贤菩萨之诸行愿海。 诱人若能以身性之心, 受持大愿, 或读诵或书写, 亦可的种种功德。 华颜经普贤行愿品, 参阅, 三圣元荣观, 六百四十三, 批五千。 普贤三昧, 为普贤菩萨之修法, 有显密二法。 一, 就显教恩, 其一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及法华经所说, 以普贤菩萨为本尊, 帝观诸法生道之理, 颤悔六根之罪障。 若成舅子三昧, 则普贤菩萨成六牙白相, 视线于道场。 二, 就密教而言, 即依普贤金刚萨朵念动以鬼所说, 若身口一知三密与佛应, 则现成普贤真, 称为普贤三昧。 诸佛境界设真实经卷上, 大一八, 二七二上, 依普贤三昧体, 即金刚三昧为妙奸牢和合力固, 出现普贤菩萨身。 又普贤, 文书二大士为一双之法门, 普贤菩萨主思一切三昧, 文书菩萨主思一切般若, 诸佛教化, 故相对于文书般若而称普贤三昧。 华言经探玄记卷十八, 大三五, 四四一下, 朴贤三昧自在, 文书般若自在。 法华三昧颤仪, 摩合纸观卷二下, 参阅, 法华三昧, 3396, 批5001。 朴贤四, 位于台湾高雄市, 为佛光山高雄别院。 于民国七十二年, 1983, 12月25日安座佛像, 正式启用。 早于五十二年, 星云大师于高雄市寿山公园内创建寿山寺, 之后又于佛光山开山, 寿山寺及父起接引高雄市信徒之责, 并成为对外联系之中心, 地位月形重要。 二十多年来, 智力弘法力深知工作, 信众日渐增多, 颇有场地不夫容纳, 度重不克周全之苦, 几经愁措, 遂创建本寺。 以实践普贤菩萨之大行精神为标的, 弘扬人间佛教之理想, 故命名普贤寺。 本寺经常举办各种红法活动, 如都市佛学院之设置, 每周定期上课三天, 敦聘法师说法, 信众就学者圣位踊跃。 词汇法师为首任住持, 七十四年, 由一日法师继任。 P5001 普贤严命法, 为以普贤严命菩萨为本尊, 为除障严命所修之法。 其修法之仪则为, 安置普贤严命相, 正面为大坛, 左侧为圣天坛, 右侧甲骤行之火炉为护魔坛, 四鱼为四天王坛, 东方天坛之左侧设十二天坛, 本尊前七层上各燃七轮灯, 道场之周围悬挂杂色帆, 以大墓阁内外, 墓外设半生之作, 刑法中不断读诵金刚受命陀罗尼经, 结怨时于大坛上更置二十一小坛。 本尊普贤严命有二十弊, 左十弊持莲花, 剑, 轮, 蛇, 结魔杵, 甲骤, 金刚拳, 锁, 铃, 又时必止五骨处, 钩, 剑, 拳, 宝珠, 日轮, 宝状, 三骨处, 三骨钩, 锁, 夫座于白相上之莲华座。 锁臣之相, 有一身三头, 三身三头, 四身四头等不同。 此修法系基于金刚受命陀罗尼念诵法而来, 该以鬼位, 若人每日受持念诵金刚受命真言各三十, 每十各千遍, 则过去所有恶业因缘, 短命妖兽, 皆转而信心清净, 业障消灭, 更增寿命。 一切诸如来心光明加持普贤菩萨严命金刚最圣陀罗尼经, 阿梭妇超卷二一五诸法要略超, P5001。 普贤菩萨, 普贤, 泛名, Sermantaphadra, 或Vivaphadra, 因译三万多巴陀罗菩萨, 三万妥妥菩萨, 辩书妥菩萨, 又作辩吉菩萨, 我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与文书菩萨为释迦如来之邪式, 即文书驾狮子是如来之左侧, 普贤成白相是右侧, 若以此二邪式表法, 文书施力显至, 会, 正, 普贤显理, 定, 行, 共权本尊如来礼制, 定会, 行正之完备圆满。 文书, 普贤共为一切菩萨之上手, 常驻成宣扬如来之话导舍意。 以此菩萨之身相及功德辩一切处, 纯一妙善, 故称普贤。 普贤之名始出于三曼陀罗菩萨经, 后广见诸经而成普片之信仰。 据法华经普贤劝发品载, 普贤菩萨成六雅白相, 守护法华之行者。 台宗二百题卷十例有相普贤论题, 依礼颤诵经之有相行, 达成感见普贤之指。 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四十说普贤菩萨十种广大之行愿, 即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横顺众生, 普皆回向。 经中一一述此十大愿, 明其功德无量, 灵命忠实, 得此愿亡引导, 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然此十大愿为一切菩萨行愿之标志, 故意称普贤之愿海。 以此菩萨之广大行愿, 一般称为大行普贤菩萨。 在密教中, 普贤与金刚萨朵同体, 列于金胎两部曼陀罗中, 是为密教普贤。 金刚界曼陀罗中, 为贤劫十六尊之一, 安置于北方四菩萨之最下位。 密号普射金刚。 种子, 诶。 三昧耶行为剑行。 形象一会之不同而有别, 为戏会左手握拳安腰, 右手直立剑, 公养会以二手直莲花举于胸前, 莲花上有立剑。 胎藏戒曼陀罗中, 列于中台八叶院之东南鱼, 生成白肉色, 待五佛宝观, 左手以拇指, 食指直莲花, 连上有火焰围绕之立剑, 右手臂伸开仰掌, 趋无名指, 小指。 种子, 诶。 三昧耶行为连上剑。 密号真如金刚。 此外, 上有以普贤严命菩萨为本尊之修法, 称为普贤严命法。 我国四川俄眉山素为普贤菩萨制道场, 传为近代菩翁所开创, 于圣寿万年寺安置普贤之相, 宋太宗赤造二丈经同相, 并建大阁以安置, 而后重信甚甚。 旧华严经卷六十入法戒品, 大制度论卷九, 法华一书卷十二, 大日经书卷一, 卷九, 参阅, 普贤, 五千, P五千零二。 普贤菩萨行愿赞, 范明Badra, Kar, Praedna, 或Samantha Bhadra, Kari, Praedna, RGA。 全义卷, 唐代不空义, 略称普贤行愿赞, 收于大阵藏第十册, 以祭诵赞叹普贤菩萨时大愿, 总计七言四句六十二诵一七三六字, 盖此赞为四十华言经最末之普贤广大愿王清静记所揭出, 原有别行本, 即相当于东径佛陀拔陀罗一之文书师立发愿经, 开圆式教路卷二十大唐真元旭开圆式教路卷上, 阅藏之经卷一批五千零三, 普贤经, 请参阅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普贤观经, 请参阅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普记, 一千一百七十九, 一千两百五十三, 宋代僧, 四名凤化人, 俗姓张, 浩大川, 少及省后, 叹一佛书, 年十九, 旧乡灵院文献剃度受戒, 修持戒律, 为酒, 赴赤臣, 学天台信聚之礼, 绝其非超生死之洁净, 乃至于禅, 参见天同无用, 一意打坐, 不出僧堂, 后网参这翁如眼, 言下香气, 遂依止之, 后如眼宜居四名天同山, 诗意随著, 主管经藏, 时臣向始终献王, 清养师之德丰, 言请驻大慈豹国寺, 后宜驻林安静慈光孝寺, 更驻景德林寅寺, 居二年, 乃传五灯会员二十卷, 后的吉, 请退而不获允许, 临终, 借后葬, 命以骨头江, 南宋李宗保佑元年正月十八日世纪, 试寿七十五, 弟子七十余人, 有大川普济禅禅师与陆一卷形式, 灵影大川禅师形状, 续传灯陆卷三十五, 五灯岩筒卷二十二, P5003, 普济寺, 一位于江苏镇江东五公里大江中, 为郊山明察, 郊山, 又称桥山, 桥山, 浮玉山, 传说后汉楚世郊光影居于此, 现有郊先陵, 故一般皆称郊山, 山中禅岩从树, 窍之玉洁, 风景之家, 魏江上之官, 四建于后汉兴平年间,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初称普济寺, 宋代重建, 改称郊山寺, 清康熙二十五年, 一千六百八十六, 四明, 定会寺, 历代曾世, 而成为全国这明道场之一, 大明一统治卷十一, 大清一统治卷六十一, 十三, 郊山治卷一, 参阅, 定会寺, 三千一百八十四, 二位于台湾嘉义, 创建于清康熙五十年, 一千七百一十一, 清光绪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零七, 嘉义大地震, 四宇清匹, 宣统二年, 一千九百一十, 重建俊宫, 自民国六十四年, 一千九百七十五, 开始, 由会纯法师任助持, 至七十年会纯入纪后, 改由委员会管理, 批五千零三, 普济禅寺, 位于台湾台中西屯, 民国三十年, 一千九百四十一, 由达善和尚开山创建, 后英年九师修, 强缘清匹, 几成废寺, 达善命弟子珍得法师接管祠寺, 经其苦心筹划, 寺与建赴旧官, 五十九年的各方信众之著, 重家新建, 寺官一新, 批五千零四, 普耀经, 泛名Lelitifistara, 樊八卷, 西晋永家二年, 三百零八, 主法护益于天水寺, 康书, 博法聚匹寿, 又称方等本起经,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为大臣之佛传, 细记载世尊将身致出转法轮之世纪, 意义本有唐代日照, Fundivided Cara, 的婆赫罗, 所义之方 广大庄严经, 又称神通游戏经, 凡十二卷, 二十七品, 一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出三藏祭集卷七, 批五千零四, 普利, 为密教行者于道场普遍礼拜本尊及曼陀罗诸尊, 及礼拜一切佛之义, 可分为谈前普利, 者作普利, 本尊普利等, 其印相多用钢合掌, 及称为礼拜印, 此印表示无上坚固之信心, 又解普利之印时, 当诵, 普利真言, 及, 欧, 归命, 萨富达他伯多, Sarva Fasketa, 一切如来, 帆纳, 帕得, 族, 满纳囊, 菲登, 礼, 鸦鲁米, 卡罗麦, 我作, 一集, 我礼奉一切如来之族, 躺杰诵词应言, 则普遍十方, 敬礼曼陀罗海会之一切如来, 略出念诵经卷一批五千零四, 普遍七百四十八、八百三十四, 唐代森, 郑州新镇, 河南开封新镇, 仍, 俗姓王, 十岁, 授业于大魁山大会, 苦劫独立, 勤勉奋发, 大历七年, 七百七十二, 旧松山会善四号律师受聚足界, 沿习法律律师所畅创之乡部律宗, 魏九, 游诸蒋四, 听伦家, 华言等经, 又通达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等之悬议, 后参业江西马祖道一, 有所醒悟, 真元十一年, 七百九十五, 于池阳南全山见禅语, 三十余年不出山, 太和, 八百二十七, 八百三十五, 初年, 应众请出山, 游试, 学徒云集, 法道大阳, 一日, 东西两堂真猫儿, 师乃对大众说, 大五一, 二五八上, 道得即就取猫儿, 道不得即斩雀也, 众中无有能应对者, 师乃斩猫, 以截断学徒之妄想, 固有, 南全斩猫, 之语, 快智人口, 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世纪, 世寿八十七, 世称南全普远, 有语录一卷, 法寺有从审, 谭照, 师祖等十七人, 宋高僧传卷十一, 景德传灯录卷八, 连灯会药卷四, 五灯会圆卷四,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禅宗正脉卷三, 参阅南全斩猫, 三千七百四十二, 批五千零四, 普劝座禅仪, 全一卷, 日本曹洞宗开祖永平道原传, 略称座禅仪, 收于大正葬第八十二册, 本书普劝行者座禅, 并略是夫座及调生法, 全篇由七五六字所称, 以座禅为佛道之正门, 非思量乃座禅之要素, 主张座禅非为手段, 乃是目的, 无论大物与否, 或开悟后之修行, 座禅君极重要, 此书实为日本曹洞宗之根底所在, 批五千零五, 普观观想, 乃愿深西方之人, 所需具备十六观行之一, 出于观无量寿经, 又坐自往生观, 普往生观, 普观想, 普观, 行此观法时, 观想自身于极乐世界, 结家夫坐于莲花上, 莲花开时, 有五百色光来照身, 乃至观想佛菩萨等充满于虚空之中, 观无量寿经一书, 观经悬一分, 参阅, 十六观, 三百九十六, 批五千零五, 景川和尚语路, 凡二卷, 全称本如实性禅师景川和尚语路, 又坐景川路, 打归路, 日本灵纪宗僧景川宗龙, 一千四百二十五, 一千五百, 传, 古文教镇, 日本保历八年, 一千七百五十八, 堪行, 收于大镇藏第八十一册, 记录景川宗龙于新云寺, 大德寺, 庙星寺, 瑞泉寺, 龙安寺等十三会之开堂, 上堂, 小餐, 示众, 粘香法语, 以及祭宋, 道号, 珍赞, 佛式, 宋王, 形状, 妇禄等, 批五千零五, 景川路, 请参阅景川和尚语路, 景州塔, 位于河北景县西北, 据县制记载, 塔建于北位, 其, 随曾重修, 或传建自随文帝, 然皆无碑至可振, 塔高六十三公尺, 樊十三层, 八角, 塔顶有铜制葫芦形塔沙, 下有石器塔基, 灯塔远眺, 附近景物一览无遗, 虽经宋, 经, 元, 明各朝代重修, 既经有保留宋代建筑风格, 与仓州狮子, 赵州石桥, 镇定府大菩萨和称为河北四大古迹, P5005, 景层, 唐代禅僧, 生族年不祥, 幼年出家, 参南全埔院, 四其法, 出驻长沙陆院寺, 其后居无定所, 但随缘皆物, 随仪说法, 赴驻湖南长沙山, 大宣教化, 识人称为长沙和尚, 诗姬风俊俏, 与仰山对话中, 曾踏到仰山, 仰山未如大虫, 虎, 知暴乱, 故诸方称其为曾大虫, 景得传灯陆卷时, 大五一, 二七五上, 仰山云, 人人竟有遮个事, 只是用不得, 诗云, 恰是请如用, 仰山云, 作魔生用, 诗乃踏到仰山, 仰山云, 直下四个大虫, 自此诸方位未曾大虫, 诗号, 昭贤大师, 祖堂集卷时期, 连灯会要卷六, 五灯会圆卷四, 佛祖历代通载卷时期, 批五千零六, 景命日, 天子集位之日, 景命, 为大命之义, 为皇帝禀天之大命, 元代以后, 禅灵每月于此日举行驻赞讽金之仪式, 称为景命日驻赞, 据赤修百账轻规卷一景命四斋日驻赞条所在, 景命之前日, 唐司行者报仲, 挂讽金牌, 四日早中后, 赋明森唐前之中, 众集登殿, 为那举伦严咒, 畅耀师佛号碧, 回向云, 大四八, 一一一四中, 某日令晨, 某周某寺住持传法某僧某, 紧急河山僧众, 宫区宝殿, 讽宋大佛鼎万行首能言神咒, 称阳圣号, 索翠弘英, 驻颜经上皇帝圣寿万安, 金刚无量寿佛人王菩萨, 禅灵象器兼报岛门, P5006, 景昌及江苏太宪人, 曾任东南, 东北各大学教授, 常从欧阳建研究为史学, 智学严谨, 曾传, 建相别种辩, 一篇, 引起明初二十年间佛学界之论意, 这有佛学论文及一书, 其中收有为史学论文多篇, P5006, 景明寺, 北魏宣武帝于景明年间, 500,503, 建于洛阳, 北魏之重佛政策, 促成云刚之开凿及永宁寺之建立, 文帝附近而大规模促使宗式汉化, 迁都于洛阳, 宣武帝秉承先帝一封, 开凿龙门石窟, 并建本寺, 每年四月佛诞节时, 洛阳珠寺及佛像千余尊, 于本寺奏泛乐, 并游行侍中, 其圣矿常使西域僧有游佛国之谈, 当时洛阳共有寺院1367所, 带卫市衰崩, 多归回费, P506, 井佑法宝录, 请参阅井佑新修法宝录, 井佑宝录, 请参阅井佑新修法宝录, 井佑新修法宝录, 凡二十一卷, 北宋吕一简等奉赤传, 略称井佑法宝录, 井佑宝录, 本书为续大中降服法宝录之作, 编赐大中降服五年, 一千零一十二, 以后至井佑四年, 一千零三十七, 凡二十五年间所溢出之佛典, 并记录其奏章, 愿斑, 续影等, 内容纪有盛颂翻宣纪连前世录上, 卷一, 随意年代区别藏城录中, 卷二至卷十九, 附准八立牌经入藏录下, 卷二十, 即总录, 卷二十一, 本书原以诗意, 井流其名, 民国二十二年, 一千九百三十三, 于山西省照陈县广盛寺所藏之金藏中 发现其残本, 后收录于宋藏仪真下集第十二函出版, 宋藏仪真本缺二十一卷中之卷三, 五, 七, 十一, 十五, 十九, 二十等七卷, 并残缺卷八, 卷十两卷, 其后, 南京之纳内学院超出宋藏仪真本之药文, 另有本书之总录, 大中祥福法宝录, 天圣世教总录, 至原法宝勘痛总录等不入圆缺部分, 题为, 井右法宝录略出, 于民国二十三年堪行。 佛祖统计卷四十五, 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一致原法宝勘痛总录卷十, 宋史卷二零五一文字, 佛教史料经课大藏经, 种本善龙, 东方学报京都第六册, P5006, 井教, 唐代传入我国之基督教, 及东罗马一端派之涅斯托里派, Nastorius, 一位光明之宗教, 五世纪初, 叙利亚人涅斯托里所创, 又称大秦景教, 唐太宗征观九年, 六百三十五, 波斯人阿罗本等教士自波斯来华传教一经, 太宗优理之, 赤于长安新建波斯寺, 玄宗十一名为大秦寺, 当时有教士二十亿人, 不久更向全国各地发展, 高宗十余各州至景寺, 并尊阿罗本位, 正国大法主, 至则天武后, 则保护佛教与摩尼教, 镇压景教, 玄宗以后至德宗, 皆于各州至景寺或予以保护, 德宗建宗二年, 781, 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文中有, 法流十道, 中略, 四满百成, 之语, 可知其全盛时期之状况, 宗会当五年, 八百四十五, 下诏禁止佛教流传, 拆毁天下寺庙, 勒令森尼还俗, 景教义遭波及, 教室二千余人被逐, 一时绝基于中原, 但仍流行于契丹, 蒙古等地, 原代蒙古祖主中原, 景教义随之而来, 与当时传来之天主教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 据大秦本经之目录所载, 该教经典, 包括著书等, 共有五百三十部, 亦为汉文者聚听, 弥师所经, 景教三威蒙度赞, 至玄安乐经, 长明黄乐经, 轩原至本经等, 明天起年间在基安静觉的景教流行中国碑, 亦成拉英文及多种外文, 光绪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零七, 此碑由金圣四一至臣内碑零, 批五千零七 景静, 阿恩, 波斯人, 景教大秦四僧, 任中国教父, 乡主教, 长老等职, 为唐建中二年, 七百八十一, 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诵并续之作者, 一敦黄千佛洞出土之景教三威蒙度赞后继所在, 阿罗本, 欧蓬, 最初传入中国之景教经典有一三灵部, 其中, 长明黄乐经, 轩原至本经, 至玄安乐经等三十五部卷, 即为景静所义, 又据真原新定世教目录卷十七所在, 班若三藏与景静曾共义六波罗密经七卷, 但因班若三藏不安胡语, 又不解汉文, 景静则不识泛文, 赋不明世教, 故所义之经典离昧而词书, 其后另行改议, 其余世纪及生族年等不详, P508 景祥, 1062, 1132, 宋代灵济宗僧, 江西南丰人, 俗姓傅, 出家后立参明僧, 四大帷幕之法, 后贤居林川达十余年, 五十四岁时, 驻龙新乐坛宝峰, 从学修行僧长达五千人, 宗峰大阵, 宣和年间驻金陵蒋山, 后移驻九江园通寺, 建言末年归乐坛, 绍兴二年, 1132, 驻福建宏福寺, 十月世纪, 世寿七十一, 法腊五十二, 森宝镇续船卷四, 宗门统要续集卷二十一, 加泰浦登陆卷八, 续船登陆卷十七, 武登会员卷三, P5008, 景贤, 1298, 1374, 高丽森, 浩白云, 是称白云景贤, 经罗道古妇人, 幼年出家, 后至元兜, 参业天竺森指空, 复至江南湖州, 浙江, 诗世石屋青拱, 于宫敏王二年, 1353, 彻底大悟, 归国后, 立住松兜姓绝安, 海州安国寺, 武关山院唐兴盛寺, 晚年一住京基金浦望山孤山安, 黎州九炎寺, 功敏王二十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七, 门弟子世灿及其羽鹿, 共成二卷, 白云和尚羽鹿, 批五千零八, 锦德传登陆, 凡三十卷, 宋代道远转, 略称传登陆, 为我国禅宗史书之一, 原提名为佛祖同参集,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本书及录自过去七佛, 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加五十二世, 共一七零一人之传登法系, 内容包括形状, 机缘等, 其中附有余录者九五一人, 以宋真宗景德元年, 一千零四, 据表上境, 并奉斥入葬, 故以, 景德, 明知, 又以灯能照案, 法系相成, 犹如灯火辗转相传, 欲施资阵法永不断绝, 故称, 传灯。 本书系研究我国禅宗史之根本资料, 卷首有洋一所传之序, 卷一, 卷二叙述过去七佛与第一祖摩赫加叶至第二十七祖班若多罗之传法情形, 卷三叙述达摩, 慧可, 僧灿, 道性, 红忍等东土五祖之传法, 卷四叙述四祖道性, 五祖红忍之旁出法系, 牛头禅, 北宗禅, 静重宗等法系, 及牛头法荣, 北宗之神秀, 普记等传记, 卷五叙述慧能及慧能之法系, 卷六收入马祖道义与百丈淮海, 卷七收入鹅湖大义与马骨宝彻, 卷八列续南全蒲苑等五十四人之传, 卷九列百丈淮海之法四三十人, 卷十位南全蒲苑之法四, 如赵州从省等人之传记, 卷十一叙述为阳宗之族为山陵佑之法四, 卷十二位灵纪宗之族灵纪一玄之传, 卷十三叙述和泽宗之法系, 并收入华严宗之城关与宗密之传, 卷十四收入石头西千级其法系, 卷十五收入洞山梁架, 卷十六位德山宣剑等人之法四, 卷十七位曹洞宗之系统, 卷十八、十九位雪丰一存之法系, 卷二十叙述曹山本纪之系统, 卷二十叙违玄沙师辈之法系, 卷二十二、二十三位云门宗之法系, 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位法眼宗清凉文艺之法系, 卷二十七叙述不属任何禅门宗派而较优秀之禅者, 卷二十八收入特殊优异之禅宗语录, 包括南洋会中和泽神会等十二人, 卷二十九题为赞颂祭师, 共收入白居易等十七人之祭颂, 卷三十题为明祭真歌, 共收入二十三种座禅真、正道歌, 本书有二种中刊本, 一为南宋少兴四年, 一千一百三十四, 私建中刊, 一为原研幼三年, 一千三百一十六, 西位中刊, 佛祖统计卷四十四,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六, 批五千零八 情虚, 一千九百三十一, 台湾南投人, 俗姓庄, 法名红法, 自修研, 十六岁出家, 二十四岁毕业于佛教会所设之佛教学院, 为九级入赋严经社佛学研究部, 亲至应顺法师, 长讲学于林颖佛学院及太虚佛学院, 主编海潮音乐刊, 主持基隆政爵学院及屏东东山佛学院教务, 其后任林全寺住持及林峰政爵学院主办人, 又于民国七十五年, 一千九百八十六, 九月, 接任会日讲堂住持, P5009, 智, 范语JNA, 巴利语A, 因意为若那, 舌那, 又做智慧, 即对一切事物之道理, 能够断定是非, 正邪, 而有所取舍者, 称为智, 后转至断烦恼主因之精神作用而言, 如对其作严密之区别, 智乃包设于慧范Proach之作用中, 但一般将智与慧视为同意, 或何称为智慧, 在据舍七十五法即为十百法中, 智, 见, 忍三者同为慧之作用, 对, 见, 未推求, 推度, 忍, 未认可, 忍可而未断其以可言, 智, 则是更进一步, 无疑的了之决断。 佛教经论中, 对智所作之分类极多。 如于家师的论卷八十八举出正智, 协智二种, 正智已由辅知正要如理作义所生之智, 协智即由外道邪教非理作义所生之智。 佛教教义中, 以获得正智为首要之物, 视其为物界之真因。 在大小二圣所共通之修道要行界, 定, 慧安学中, 界能使身, 口, 亦三叶清静, 而使三昧之定前, 由定则可发的无漏甚至智慧, 故以智慧究竟。 观四地之理或观十二因缘之理, 皆为智, 修肉度之行, 亦以班若波罗义之智为究竟, 而智佛果所得之菩提, 涅槃中, 菩提即止究竟之智, 涅槃为其所振之理, 故大小城对智之论述极为广泛。 在小城论部中, 发誌论卷七至卷十师设置, 举出一至乃至八至十至四十四至七十七至等,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三至卷一一一, 对此广加解释, 诚实论卷十五、卷十六, 举出二至四至五至六至八至十至四十四至七, 七十七至等, 阿皮弹心论卷四集杂阿皮弹心论卷六说明三至四至十至, 据舍论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一说明二至四至六至八至九至十至。 其中, 二至指有漏至与无漏至。 有漏至即与烦恼密结之至, 无漏至即断绝烦恼观之至。 有不得不派佛教, 与无漏至中另立法治与类之二种。 法治即观察欲戒苦, 即灭, 到四地之至, 类之则是类似法治之至, 乃观察上二戒, 色戒, 无色戒, 四地之至。 四地中之每一地均有此二至, 和记则为八至, 即, 苦法治, 即法治, 灭法治, 到法治, 苦类治, 即类治, 灭类治, 到类治。 若法治与类治差别, 则对每一四地而言, 即有治, 即治, 灭治, 道治四种。 八至中之前七至属于建道, 第八至, 到类治, 属于修道。 无学圣者之八至, 即未尽治, 无生治。 尽治乃我仍体现四地所尽之之至, 亦即辨之, 我已知苦, 以伴及, 正面, 修道, 之无漏治。 无生治乃尽之我仍体现四地, 更无体现者之至, 即辨之, 我已知苦, 更魔所知之苦, 等之无漏治。 世俗乃原世俗对象所起之之至, 故属有漏治。 他心治乃知他人现在之心, 心所知之至, 通于有漏治与无漏治。 以上之法治, 类治, 苦治, 急治, 灭治, 道治, 世俗治, 他心治等八治, 家境治, 无生治, 何称为治治。 所谓四十四治, 即在十二因缘中, 就无名以外之十一治, 各班四弟之治, 即, 之老死治, 之老死疾治, 之老死灭治, 之去老死灭形治, 乃至之行治, 之行疾治, 之行灭治, 之去行灭形治。 七十七治亦未就无名以外之十一治, 各官三是顺逆及其法性常住之治, 即, 之生缘老死治, 之非不生缘老死治, 之过去生缘老死治, 之比非不生缘老死治, 之未来生缘老死治, 之比非不生缘老死治, 法住治, 乃至之无名原形治, 之比非不无名原形治, 之过去无名原形治, 之比非不明原形治, 之未来无名原形治, 之比非不无名原形治, 法住治。 大皮婆沙论卷106中, 除前举法治, 类治, 他心治, 世俗治, 苦治, 急治, 灭治, 道治八治之外, 令举出法住治涅槃日, 死生治, 漏禁治, 宿住为念治, 妙愿治, 禁治, 无生治等八治。 其中, 法住治及知诸法生起之因之治, 涅槃治及之灭之治, 通达未来后继之法为死生治, 原漏病之法而通达涅槃性为漏治, 通达过去前纪之法为宿住随念治, 不动罗汉其妙治, 乐如其愿, 称为妙愿治。 陈时论卷16之五治品举出法住治, 尼环治, 无政治, 愿治, 边际治等无。 无政治即以法住治于尼环之修心, 而治于摩索政之阿罗汉治, 愿治即于法中障碍之治, 边际即于最上治之后, 于增损寿命等事意获得自在力之治。 以上诸说, 主要在分别说明观三界四地之理, 断见修二祸, 得禁治, 无生治, 正阿罗汉果而入涅槃的过程。 大臣经典中, 入伦家经卷五句出世间治, 出世间治, 出世间上上治三种。 其中, 外道凡夫执着一切诸法治有无, 为世间治, 身闻, 原觉等虚妄分别自相, 痛相, 为出世间治, 佛, 菩萨观察一切诸法不生不灭, 离有无二见, 为出世间上上治。 据大制度论卷二十三所载, 于小臣十治之外, 加佛之如十治, 而为十一治, 即以十治为三圣共有之治, 如十治则为佛所独有之治。 大品般若经卷一续品说道会, 道总会, 一切诸, 一切种诸等四诸, 同经卷九大名品举出一切诸, 道总诸, 一切种诸等三诸。 其中, 道会集之一道则去向于涅槃之治, 道总会集之二道乃至无量道门, 而知皆为一道, 并无差别之治, 一切至极之诸法之总相, 而为能尽知别相之治, 一切种诸则为尽知总相与别相之治。 大制度论卷二十七位, 一切至为圣之治, 道总治为菩萨之治, 一切种治为佛所得之治。 十波罗蜜中, 第六位搬若波罗蜜, 第十位治波罗蜜, 一生蜜, 经卷四的波罗蜜多品之一, 治波罗蜜为方便助办, 会波罗蜜, 搬若波罗蜜, 则为正治。 成为十论卷九将治波罗蜜分位受用法乐治, 成熟有情治二种。 由六度成立至, 受用法乐称为, 受用法乐治, 依受用法乐治令一切有情皆成熟, 而获得大饶益, 称为成熟有情治。 据旧华言经卷八之十柱品所在, 十柱中第十贯顶住之菩萨, 其所成就之心能动无量世界治有十治。 在贯顶住菩萨之圣境分, 更向上境次之皆为, 所学之三世治, 亦有十治。 大臣玄论卷四举出十治与全治之二治。 十治为真实治, 亦称如实治, 乃照见绝对真实平等无差别之道理, 真如、之治, 与真治, 如理治, 根本治, 无分别治相同。 全治亦称方便治, 乃有关相对差别之方便较及现象之治, 与俗治, 如量治相同。 于家师的论卷五十五, 成为十论卷九等, 举出根本, 后得二治。 根本治及气症真如之治, 又称如理治, 无分别治, 真治, 圣意治, 正体治。 后得治及在根本治之后, 再起返照世间通俗是向世界之治, 又称如量治, 分别治, 俗治, 世俗治。 根本治与后的治, 加行治, 准备阶段之治, 则称三治。 大臣为十宗又立四治, 指治佛果实, 有漏心转回, 转一, 八十所得之四种无漏治。 其变现犹如大原净之如实映现万物, 故称大原净之, 简称为净之。 二, 平等性治, 细转有漏第七末那时所得之无漏治。 此治可恶忍我彼此平等, 而与大慈悲相应, 故称平等性治, 简称为平等治。 三, 妙观察治, 细转有漏第六意识所得之无漏治。 此为观察一切对境无漏治, 而能自在说法, 断诸疑惑之治, 故称妙观察治, 简称为观治。 四, 成所作治, 细转有漏前五时所得之无漏治。 此治乃为利益众生, 而视现种种变化之妙夜动作, 即成就本愿力所应作之事, 故称为臣所作治, 简称为作世治。 以上四治中之大圆境治, 如金刚之坚固, 有碎物之力, 任何顽弥烦恼均可破之, 故秘教称之为金刚治。 秘教以此四治加法界体性治, 则为五治, 即别开大日如来圆满之治, 为转众生九时所得之治。 此时, 转第九阿摩罗时所得之法界体性治, 则为五治之第一。 五治可配合于五大, 空、地、火、水、风、 五佛、大日如来、 阿如来、 宝身如来、 阿弥陀如来、 不空成就如来, 即五部、 佛部、 金刚部、 宝部、 莲华部、 结魔部。 巨无量寿经卷下所在, 佛之治有佛治, 不思义治, 不可称治, 大臣广治, 无等无伦最上圣治等五种, 此一名无治。 其中, 佛治乃共通全体治之总名, 其他四治则系有特殊性之别名。 此四治依序与尘所作治, 妙观察治, 平等性治, 大圆境治等四治配合。 显阳圣教论卷十七举出十八种宪观治, 即, 闻所生治, 死所生治, 修所生治, 顺觉则分治, 见到, 修到, 就近到, 不善清静世俗治, 善清静世俗治, 圣意治, 不善清静行有分别治, 善清静行有分别治, 善清静行无分别治, 尘所作前行治, 尘所作治, 尘所作后治, 生闻等治, 菩萨等治。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三则举出性解治, 道理治, 不善治, 内政治, 他性治, 下治, 上治, 厌患治, 不起治, 无身治, 治治, 就近治, 大义治等十三治。 其中, 前三治为三慧所生之治, 内政治为圣意治, 他性治为他心治, 下治为法治, 上治为类治, 厌患治治治治治等四治为四弟治, 就近治为静无身治, 大义治为大臣菩萨之治。 此外, 有关治之利用, 其辟喻用于有治火, 治炬, 治光, 治剑, 治静, 治海, 治传等。 杂阿含经卷十五, 伦家阿拔多罗宝经卷三, 旧华言经卷三如舍纳佛品, 卷二十四, 十的品,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二, 佛的经, 摄立福阿皮坛论卷九至卷十一, 尊婆须密菩萨所及论卷八, 阿皮坛甘露位论卷下, 瑜伽师的论卷十, 卷十三, 卷三十八, 卷六十九, 良意设大臣论卷下, 佛性论卷二, 卷三, 大臣庄严经论卷三, 成为时论卷十, 大臣起性论,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六, 成为时论数纪卷十, 大臣一章卷九, 卷十, 法华玄一卷二上, 华言经探玄纪卷三, 卷五, 批五千零九。 至画四, 位于北平市内, 为明初司理太监王正于英宗正统八年, 一千四百四十三, 所见, 初位家庙, 后赤赐明, 报恩至画四。 明英宗土木之变以后, 王正被诸族, 英宗复辟, 天顺元年, 一千四百五十七, 于寺内为王正立经中辞, 六年, 班赐藏经一部, 经厨两座, 功葬于如来殿。 明万历, 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 乾隆七年, 一千七百四十二, 御史省庭方奏请回王正塑像。 本寺主要建筑包括中古楼, 制画门, 制画殿, 东西佩殿, 大制殿, 藏殿, 如来殿, 大碑堂等。 藏经殿内藏有转轮藏一聚。 如来殿为两层楼阁, 上层四壁便是小型木制佛堪九千余座, 故又称万佛阁, 阁内之顶上原有精美凿景, 三十年代为四僧道卖, 现藏于美国纳尔讯博物馆。 寺内主要建筑之乌瓦系黑色琉璃几寿铺, 虽经历带多次修器, 仍保持明代早期建筑之特征。 又创始于建四当时之, 制画四音乐, 其古谱, 技巧, 编剧等, 仍被完整保留至今, 近年来曾远赴欧洲巡回演出, 并因而震撼欧洲乐坛。 P5013 至极, 1311、1378, 元代灵纪宗大会派禅僧。 江苏无限人, 俗姓故。 自以终, 浩于衍, 又称西路。 入海云院为童子, 学内外典籍。 出家受剧足借后, 专习华言。 行至剑业, 头大龙祥及庆寺之孝尹大兴, 一度归海云院, 后至近山业继照行端, 并四其法。 至正二年, 1342, 于浙江龙教禅寺开堂, 其后立柱普辞禅寺, 杭州敬辞报恩禅寺, 近山兴圣万寿禅寺。 弘武六年, 一千三百七十三, 有道沙门十人骑及经师, 师位之首。 十一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四号, 明辩正宗广会禅师。 有余演至及禅师与陆时卷行事。 增庄传灯陆卷四, 庄姬古略卷二, 佛祖纲目卷四十一, 庄灯存卷五, 五灯岩筒卷二十二, 批五千零一十三。 志文, 509, 599, 南朝陈代森。 丹阳, 江苏, 人, 俗姓陶。 金于绿藏, 操行清雅, 祝西于阳兜奉陈寺。 宣帝时, 赤刃为大绿兜, 僧尼从师受戒者多达三千余人。 随开皇十九年世纪, 世寿九十一。 传有绿遗书, 结魔书, 菩萨戒书等。 序高僧传卷二十二, 批五千零一十四。 智悦, 亦以悦辟喻智慧之光明, 称为智悦。 八十华严经卷八十有, 如来智悦出世间, 亦语, 及表辞义。 二, 泛名Jayna Kundra, 因一座若纳战达罗。 古印度人, 魏维时十大论师之一。 据大唐西域记卷九摩街陀国条, 成为时论数记卷一本所在, 至岳为护法之弟子, 纳烂陀四之学森, 身旺颇高, 以, 封建明明, 著称, 曾者为时三十诵之世论, 经已不传。 此外, 南海济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条所在, 迪罗图四智悦法师者, 以年代不和, 可能为同名而义人。 大臣法乡宗明木卷六下, 多罗纳他印度佛教史, P5014。 智水, 亦以清水辟欲清净之智慧, 称为智水。 反之, 以浊水辟欲于吃之烦恼, 则称吃水。 大日经书卷八, 大三九, 六六七上, 密言佛图法界大图, 坐于妙法莲花自在神通狮子之作, 以本性清净智慧慈悲水俱寒万德, 而冠其心, 即表此智水。 盖因智慧能洗烦恼之垢, 利益众生而无智爱, 犹如净水能润于动植物, 能除垢汇, 故称智水。 具体而言, 智水止密叫灌顶之水, 即入坛灌顶之际, 阿舍里以平水灌地子之顶, 表如来之智慧助入行者, 故特称此水为智水。 智于吃水, 能言经卷八, 大一九, 一四三下, 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我慢, 明饮吃水。 菩萨见慢, 如必俱逆。 大日经书卷一, 太平济卷八, 二位九之隐语。 以九能促进血液循环, 并能促使产生构想, 故有此称, 乃为饮酒所设辩护之词。 参阅, 班若汤, 四千三百零八, 批五千零一十四。 智政, 五百五十九, 六百三十九, 唐代森。 定州安喜, 河北安喜, 人, 俗姓白。 十一岁出家, 借行清严, 广受清净。 随开皇十年, 五百九十, 文帝访求英贤, 遂与谈千禅诗入京, 奉赤注昔于圣光寺, 仁寿元年, 六百零一, 帝未造, 仁爵寺, 班寺俄, 言请诗前往住持, 后礼涉语。 诗肯诗不受, 岁七指中南山至向四二十八年, 其间曾从冤法诗学。 诗经通华言经, 有请辩讲, 西偷详明, 无请辩指, 安心禅定。 贞观十三年二月世纪, 试寿八十一。 这有华言书十卷, 对我国华言宗之创立颇有影响。 旭高森传卷十四, 批五千零一十四。 智永, 南北朝臣戴森。 这将会积人, 俗姓王。 明法籍, 一座法菊, 好永禅师。 魏晋朝王熙之七世孙。 与凶孝兵, 惠心, 同时出家, 居惠姬家祥寺, 后宜住吴兴永兴寺。 通班若, 法华诸经, 长袭禅定, 喊皆俗悟。 施工于书法, 能兼诸体, 草书游审。 常灵先祖以铁三十余年, 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 便施这东各寺。 求书者每步远千里而至, 护县未穿, 遂以铁片果之, 故称铁门县。 后以作书爱道, 取笔一支, 号, 退笔种, 自制明智, 遂不复书。 晚年驻于长安西明寺, 身足年不祥。 蓝亭石墨记, 何言之, 全塘文卷三零二, 太平广记卷二零七, 金石翠边卷四十, 批五千零一十五。 智木行族, 又做智木行族, 略做木族。 为智, 智慧, 如木, 行, 行业, 如族, 需两者兼备, 使可达到菩提。 据大制度论卷八十三载, 须有木有族, 使可辱于清粮池, 指佛果, 以此为辟喻, 故称智木行族。 又天台宗以教门为智木, 以官门为行族, 主张教官双修, 及理论研究与实践修行, 二者相互为用, 使可制涅槃。 摩合纸观卷五上, 法华玄一卷二上, 指官辅行传红绝卷五之一, 往生药集卷上本, P50115。 智光, 亦指智慧之光。 智慧能破无名之案, 故以光欲知。 二泛名JNA, Prabite, 中印度摩接陀国人, 玄奘西游入印, 为于纳人陀死之玄。 据大词三藏, 法师传选七载, 师位借贤门下之上手, 博学多文, 精通大小二圣与四维陀等外点, 五应学者皆宗之, 并记戒贤纳烂伯似老, 又因施习伴, 不立于, 陈方本经典, 故玄奘曾喝则之, 于屈女臣大会时, 亦为玄奘所措。 据华言经探玄纪卷一载, 纳陀四, 有戒贤, 智光二大论师一致, 其中, 戒贤成者, 护法之说, 依解身秘经, 瑜伽师的论等, 亦有, 空, 中三教判, 以法相大成为真了义, 智责成者数, 应辩知空宗, 一般若, 中观等, 立心境具有, 近空心有, 心境具空三十教判, 以无相大成为真了义。 大臣起信论一纪卷上, 十二门论宗制一纪卷上等, 一阶以施位中观派学者, 别立三十教判, 与瑜伽派之界贤相抗衡。 此二说不同, 是否同为一人, 因其事迹不详, 故二说不存。 华言经书卷二,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七, 翻译明义大吉, 大臣佛教史论, 三, 一千四百三十五, 明代一经僧, 山东五定人, 俗姓王, 自无影, 又称西天国师, 十五岁出家, 李印度加师弥罗国版的 达萨赫兹是李国师, 学三密神咒及传声明记论之旨。 鸿武二年, 一千三百六十九, 有五台山, 敢闻书菩萨现象。 地闻其名, 照至中山, 请骑师版的达义四众弟子菩萨界。 十七年, 一千三百八十四, 奉赵初始西域, 宣扬圣化, 叶剑马和菩提上师, 传经纲满谈场四十二会。 继归在网, 披着冒勋。 永乐四年, 一千四百零六, 奉赵入藏营大宝法王。 归国后, 赵驻西天寺, 十五年, 一千四百一十七, 赵驻北京崇国寺。 仁宗时, 赐, 袁荣庙会竟绝红济辅国光泛演教灌顶广善大国师, 之号, 宣得十年世纪, 世寿不详。 亦有显密经义及所传新经, 八支了亦真实明经, 仁王护国经, 大白散盖经等。 补旭高森船卷一寺, 一千八百八十九, 一千九百六十三, 江苏太县人, 俗姓孙。 自文诀, 十三岁李玉成和尚出家, 十七岁伊宝华山浩月和尚寿俱足解。 光绪三十二年, 一千九百零六, 就读扬州天宁寺佛教中学。 三十四年, 入南京紫园经社, 宇仁山, 太虚二尊素同学。 宣统三年, 一千九百一十一, 师与二素发起佛教革新运动, 拟改金山江天四位学校, 遭反对而畏果。 民国二年, 一千九百一十三, 回泰县创办小学, 培育森材。 六年, 随岳辖南北奖金, 曾任九华东亚寺主持。 岳辖世纪后, 更从也开参丘, 历时三载。 十年, 演关于泰州, 专攻华严。 十二年, 受聘为郊山定会寺监院。 十八、 十九两年赴香港蒋浦贤行院品。 二十二年任定会寺主持, 一年, 创立郊山佛学院, 培育弘法人才圣火。 二十六年, 抗日战起, 日寇坟定会寺, 师座镇指挥, 援救德法, 为商艺人, 而大殿, 藏金楼油的保存。 其后返乡, 从事抗日宣传, 创立福田工读社, 以生产报国。 三十八年来台, 初遇石谱寺, 讲仪教经。 四十年, 弟子南亭创设华严联社, 迎请长期供养。 立奖大臣诸金, 发起华严工会, 筹募奖学基金, 寄住社友, 接引青年, 归一达数千人。 师平席修持严谨, 除越经理佛静坐常课外, 美东必打个人, 近期, 四十九日, 数十年未见断。 师身体素弱, 时睡甚少。 五十二年三月, 是寄于台北, 是寿七十五。 这有花言大纲, 妇女学佛缘起等。 五日本三论宗僧。 和内国人, 俗姓雏田。 从智藏学三论, 兼修净土。 曾命化工会初期所感见之净土土乡, 是称至光曼陀罗。 于原归年间, 一千五百七十,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世纪, 生族年与世受军不祥。 宁然以示为日本净土六族之出祖。 P五千零一十五。 智光曼陀罗, 日本原心四智光一感见所化之净土曼陀罗。 为日本净土三曼陀罗之一。 奈良时代, 智光从智藏寿三论宗, 兼行净土。 同学礼光, 或坐赖光, 世纪之后, 一日夜梦礼光, 礼光导致礼拜阿弥陀佛, 佛举右手, 于掌中献出净土之像。 智光岁一所见, 命化工会其图像, 常观此图, 其得往生。 原本藏于原心四极乐房, 是挺时代被烧毁。 经有摩写本, 西大寺所藏者为五十亿公分之方形图, 图形即为简略, 于中央至阿弥陀三尊, 四周环绕宝地, 宝池, 楼阁, 宝树等, 其间有画佛, 菩萨, 天童, 画鸟之类, 虚空有瑞云, 献天乐和明之情状。 此一曼陀罗亦可能系以我国传入之净土, 变相为蓝本而绘制者。 日本网生及乐记, 原亨氏书卷二至光传, 至光曼陀罗和赞, P501时期。 致印, 范语JNA, Mudr, 又作慧印, 为诸佛菩萨所结印气之总称, 印气, 为决定不改之意。 诸佛菩萨所结之印气, 为智用之标志, 标示一切如来秘密庄严内正大智之身, 口, 亦之夜用, 故总称智印。 据法华译书卷十二, 法华玄赞卷十所在, 以般若知智未印, 则能入于实相之理, 又以智未印, 堪定是非真旺, 故称为智印。 如来之智用有大智印, 三昧耶智印, 法智印, 结魔智印四种, 称为一切印, 四印, 四智印, 四种智印。 大智印又称五智无济智, 即以五相成生官而成本尊之身, 三昧耶智印又称如来本世卑怨平等内正智, 即诸尊即修行者所结之印器, 法智印又称本性清净妙法智, 即诸尊之种子等, 结魔智印又称自立立他结魔智用, 即诸尊之威仪形相。 密教金刚界曼陀罗四印慧之四尊, 即标识此四智印。 幼聚集生成佛义所在, 四智印与四种曼陀罗有体用之别, 其中, 大智印为大曼陀罗智用, 三昧耶智印为三昧耶曼陀罗智用, 法智印为法曼陀罗智用, 结魔智印为结魔曼陀罗智用。 大智印经卷二,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摩耶经, 金刚顶瑜伽金刚萨朵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 陀罗尼珠门药木, 礼去试卷下, 大日经书卷一, 参阅, 四曼向大, 1755, P5017。 至吉祥, 泛明JNAR, 北宋义金森, 印度人, 于仁宗皇幼五年, 1053, 至汴京, 以所邪犯金奉进, 蒙赐子一, 与西夏沙门金总池等共义出具力长者所问大臣金三卷, 大臣至印金五卷等, 赤赐, 宝法大师, 知好, 其余世纪不详, 佛祖统计卷四十五, 至元法宝刊痛总录卷四, P5018。 至吉祥印, 全称至首吉祥印, 右座吉祥印, 即以至首结吉祥印, 为世尊供养法之根本印, 至首, 即指右手, 据青龙四以鬼卷下载, 以右手之空, 拇指, 水, 无名指, 二指相拧, 疏散其余各指, 称为吉祥印, 亦称世家说法印, 即以说法为后的智之作用, 顾名为智, 此说法吉祥事间, 顾称至吉祥印。 现今修行者所结之根本印, 为书斩左右二手之五指, 各驱其中指, 以拇指压于中指指甲上, 仰左手而腹右手, 两印彼此不相接着, 安于其前。 大日经卷七持送法则品, 选法四以鬼卷下, P5018。 至极祥贤, 范名JNARBEDRA, 西藏名YES, SPOPSA, PIO。 西藏大藏经丹珠尔经书部所收入人家金著, 范瑞阿, LAKVATRA, VTTI, 之作者。 其身足年, 传记不详, 因其屡次引用法称之计, 故知其为法称以后之人。 在入伦家金著中, 至极祥贤举出其令两本著作 《圣七百般若波罗密经事》, SUNFACTS, POUES, RAP, KYIFAR, TUSDAY FIIN, POUDON, BRACHIA, POUBIET, 范瑞阿, SAPATAKA, PROJPYRAMID, BHA, 解身秘注解论, 藏周S, POUES, PARGREAL, POUBIET, POUIBRASAT, PANSA TINERMAKENA, VIVARA AVANUBA, 之书名, 然于西藏藏经, 并无相当于此二书之著作。 此等著书中, 平影中边分别论, 强烈暗示至极祥贤, 即可能为庄严经论总义, 范STRLAKRA, PIRATER, 之作者至极祥, 范JNAR, 然因其中又并未引用庄严经论及其他为实系之论书, 故意难断定是否为同一人。 此外, 入伦家经著并非仅对入伦家经之文具加以解释而已, 而更呈现不少有关印度思想史上之丰富性、 时代性之资料, 并对诸外道之学说多所评论, 对教理史之发展, 一时有交代。 例如书中所谈小城不派之情形, 恰与义境南海纪归传义书中提到小城不派时相同, 皆仅举出有部、 正量部、 大众部、 上座部等四种之名, 可建议进入逐时不派之情况, 在其后人大致一样, 并无多大改变。 故知就印度思想史, 较理史之发展背景而言, 该书具有极大之价值。 至极祥贤入人家经驻, 山口义, 日本教学年报八, 批五千零一十八。 秩序,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五, 明代僧。 无限, 江苏, 目读人, 俗姓中, 明记明。 自欧义, 好八不道人。 少习如学, 以味道味直视, 曾传辟佛论数十篇。 十七岁时, 因读莲池柱红之字之路, 及竹窗随笔, 使物己非, 取索着辟佛论烧毁。 二十岁时, 藏本愿经, 发出世之志。 二十三岁发四十八愿, 自明大朗悠婆赛, 以听讲大佛顶首轮严经, 对何故有大觉, 何以身其虚空和世界等问题生疑, 遂觉亦出家, 体究大事。 二十四岁从憨山地子雪岭替悟, 改名秩序。 夏秋之间, 于云七四听讲为时论, 以与佛顶经之宗旨相矛盾, 叩问之, 得, 信乡二宗不许和会, 知达, 诗犹不解其意, 遂网尽山若禅, 或然而悟信乡二宗本无矛盾冲突。 二十六岁受菩萨戒, 一年遍阅滤藏。 偶离并将为, 乃专义求生净土。 三十岁时, 依道有雪行之寝, 于龙居四讲律, 后至精灵, 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 自此决亦红律。 三十二岁, 欲助犯网经, 坐四焦于佛前, 念得天台宗之焦, 乃祥焦天台教理。 一年, 入浙江校封林峰寺, 其后立驻九华, 温陵, 石城, 盛西, 兴安等地, 弘阳台教, 驻世经论。 年五十六, 于林峰卧病, 撰西斋净土诗, 令赞补九部之书, 名为净土诗要。 病愈后, 撰注月葬之经, 法海观兰二书。 十月病再发, 口受遗嘱, 并致求生净土记。 清顺至十二年一月, 夫座神床, 举首向西施记, 释寿五十七, 法腊三十四。 诗为人严峻经道, 厌弃名利, 故持戒品, 弘阳律藏, 申平以月藏助数未也。 宗学法乡, 禅, 律, 华岩, 天台, 净土诸宗教义, 由崇天台宗, 并主张佛, 道, 如三教一致。 除佛教诸宗外, 亦研究儒教及基督教, 其著作范围甚为广泛。 其禅法系成绩延寿, 泛其, 真可知文字禅, 而会归归于天台教官。 于天台教义亦有独道之见解, 在教叛方面, 安利贯通前后之五十说, 于教理主张性具善恶与色星双聚, 理事两重三千, 于官法则沿用山家派之望新官。 于律学方面, 注重戒律实践。 其禅教, 律学, 终极只规净土, 主张禅尽合一。 并鉴于当时佛教中门互分其之流弊, 故立求诸宗调和, 主张禅, 教, 律三学统一。 其思想之总结为三学设规念, 以念博总是加一代识教。 清代以后, 台家讲教多以诗之经论经书为依据, 行臣, 融合禅, 教, 律而归入净土, 之灵派, 延续至今。 诗世纪后, 子臣十四世, 始日大师, 知好。 诗称林峰偶义大师, 后人奉为净土宗第九族。 宇憨山, 子伯, 莲池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 弟子令有赵南, 灵圣, 信诞, 等次等。 作谱, 我多, 有伦延经悬一二卷, 伦延经文句十卷, 阿弥陀经要解一卷, 金刚经破空论一卷, 梵文经合筑七卷, 皮尼世一级要十七卷, 香宗八要直解八卷, 月葬之经四十八卷, 周一禅解十卷, 四书偶义解四卷等四十余部。 其中, 月葬之经一书为介绍佛教经及之目录学著作。 其弟子陈时编辑其一文, 题为, 偶义大师宗论, 凡十卷。 惊人即为偶义大师全即行事。 八步道人传, 净土圣贤路卷六, 凌丰万亿大师宗论卷一批五千零一十九。 智自在所依真如, 十真如之一。 为菩萨于第九善慧地中, 断立他中部欲行障所正得之真如。 正此真如则于四无碍智的自在, 故称至自在所依真如。 即菩萨于第九地中, 得法无碍, 义无碍, 此无碍, 乐说无碍等四无碍智, 自在得之, 此真如为无碍智所依者, 故有此名。 成为十论卷时, 参阅, 真如, 四千一百九十七, 批五千零二十。 智周, 六百六十八, 七百二十三, 唐代森。 四周, 江苏, 人, 俗姓徐。 十九岁受聚足戒, 二十三岁头会找门下, 经研法乡奥义, 的慈恩宗迪传。 后驻蒲阳报陈寺, 传法乡宗教义, 常识驻述, 对英明学义有许多补充, 是称蒲阳大师。 唐五后长安三年, 七百零三, 新罗森至凤, 至满, 至雄入堂, 旧诗习法乡宗旨。 玄宗开元五年, 七百一十七, 日森玄访入堂, 亦参于会下, 亲授宗旨。 诗记窥姬, 会找后卫法乡宗第三组, 身平心系西方, 据传承于西方净土院内道阿弥陀佛, 观音, 世智等五十二菩萨像, 感得灵锐。 开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试记, 试授五十六。 著作颇多, 有成为时论隐秘七卷, 泛网菩萨戒本书五卷, 法华精玄战设世四卷, 大臣法院一灵章抉择记四卷, 英明入正理论书前记, 后记各二卷, 成为时论了一灯记二卷, 瑜伽论书四十卷等。 其中, 成为时论隐秘语为时论书药, 亏姬, 为时论了一灯, 会找, 等, 共称为十三个书。 自施以后, 法乡宗逐渐衰微, 传承不明。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法乡宗章书, 东玉传灯目录卷下,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 批五千零二十。 致命 618, 隋戴森, 营阳, 河南, 人, 俗姓正, 明廷。 早岁已才学著名于宁州, 甘肃, 官至五品。 阳帝崩事后, 不赴任官, 专从嘉祥大师及藏修学法华, 三论等。 侍逢王氏冲篡随, 岁宇七相携出家, 氏冲怒而斩之。 其妻出家后驻于洛州寺。 批五千零二十一。 致姓, 一千八百八十四, 一千九百六十四, 台湾台北人, 俗姓也。 年十八, 李福建古山郑光和尚出家, 二十岁于古山永泉寺寿修聚足解。 此后参访诸山长老, 足迹便利大陆各省及南洋等地。 民国十七年, 一千九百二十八, 归台, 先后重建北投慈杭寺, 新办台中佛学书院, 培育僧才, 对振兴台湾佛教有所贡献。 民国五十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一, 法腊六十一, P五千零二十一。 智八五百七十三, 六百四十, 唐代森, 襄阳人, 俗姓张, 六岁从论法师出家, 父从学于哲法师。 其后, 受学于三论宗家祥大师吉藏。 曾驻西于其舍寺, 其后常年驻于长祭寺, 每年宣讲法华经无辩。 贞观十四年, 六百四十, 应居士张英之请讲说法华经时, 世纪于讲座, 世寿六十八。 续高森传卷十四, P五千零二十一。 智深, 唐代森, 机冠不详。 素有出家弘扬大教之志, 兼学大小二圣, 由善皮尼, 又博通古经史时。 曾悦涅道真, 道安以下, 智明权, 道宣等所传诸经禄, 预定补其差谬不备之处。 唐开元十八年, 七百三十, 于长安西重复四东塔院转开元市教路二十卷, 降路后汉明帝永平十年, 六十七, 至开元十八年, 凡六百六十四年间, 传译至我国之大小城经绿论三藏, 贤盛集传, 及诗译缺本等, 共收录五零四八卷, 赤入大藏。 此录未经录中最完备者, 颂藏以下诸藏皆依准之, 又古来繁衍及翻译经典之书, 亦皆以此录为标准。 其他著作有开元市教路略出四卷, 续大唐内典录一卷, 续古经一经图记一卷, 续集古经佛道论横一卷, 集诸经理颤一二卷等。 祭年, 誓寿君不祥。 开元市教路卷九, 真元新定市教目路卷十四, 龙心佛教编年通论卷十五,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 誓市积古略卷三, 宋高僧传卷五, 唐书一文字第四十九, 批五千零二十一。 至深路, 请参阅开元市教路。 智果, 随代僧, 为书法家, 会积善, 这将盛献, 人, 助无心永心寺, 常诵法华经。 书法授于智勇, 善于时尚书名, 立, 行, 草书一家庙, 其比义, 气势直追王熙之。 晋王, 即后知随样帝, 曾照命随从书写, 辞而不咎, 被囚于江兜, 守宝台经葬, 大夜年间, 奉斥于东兜内道场赚注诸金目录。 后于东兜世纪, 年六十余, 身足年不祥。 所传诸金目录一诗不传, 据随书经集至第三诗所载, 总纪收录一九五零部, 六一九八卷, 经纪卫一九六二部。 宋代苏林之书法勾悬, 王氏书院所收, 中, 载有诗之心承诵。 旭高森传卷三十, 四四六铁卷十二, 全随文卷三十四, 书十, 米符, 辟五千零二十一。 至波罗蜜, 梵语JNA, Pyramid, 为菩萨欲达于大涅槃所修十种圣形之一, 以及旧华严经卷三十八离世间品所说十种波罗蜜之一。 幼座若纳波罗蜜, 即如十之一切法之制, 分为受用法乐制与成熟友情制两种。 前者系由十波罗蜜中之前六度所成立之妙制, 据此一妙制即能受用法乐无穷, 后者则可成熟友情, 友情依此制而得大饶意。 华严经书卷八, 华严经探旋记卷十七, 参阅, 十波罗蜜, 四百四十九, P五千零二十二。 至波罗蜜菩萨, 至波罗蜜, 泛名Ria, JNA, Pyramid, 因译阿利也热鸟鸟鸟波罗蜜多。 十波罗蜜菩萨之一, 卫蜜教宪图胎藏界漫图罗虚空藏院上列最南端之菩萨。 蜜号圆满金刚, 圆镜金刚。 种子卫, JA。 三昧耶行卫范家。 其形象全身成肉色, 者结膜衣, 右手竖掌, 持范家, 范家之一部分垂下, 左手仰掌, 置于胸前, 趋无名指, 小指, 坐于白莲华。 真言为, 按摩摩指挡挡家里欧缩和。 据金刚鼎于家牵手牵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以鬼卷下所在, 皆此菩萨之印, 口诵真言三遍, 即可灭除无量劫具身之我之, 法之之种, 获得受用法乐制, 成就有情制, 并断烦恼, 所知二障。 大日经, 大日经书及阿舌里所传曼陀罗徒位中, 皆未说此尊。 玄法四以鬼卷下, 青龙四以鬼卷中使出之, 后代阿舌里及一句上二部以鬼之说, 会其图像。 不空所神变真经卷十五出世解脱弹相品, 圣赫也歌礼父大威怒王立成大神宴公养念诵以鬼法品卷下, 密藏记, 胎藏界七集卷中, 批五千零二十二。 至门, 为诸佛自立之德, 为, 悲门, 之对称。 诸佛万德可分别为悲至二门, 其中, 一切自立之德为至门, 一切利他之德为悲门。 批五千零二十二。 至门班若体, 禅宗公暗明。 至门光作与僧问答, 显示班若体用不二之意。 闭言录第九十则, 大四八, 二一四下, 僧问至门, 如何是班若体, 门云, 傍寒明月, 僧云, 如何是班若用, 门云, 兔子怀胎, 班若为佛至, 乃无我, 无心之无分别至。 此公暗中, 僧分别班若之体用而问, 至门则以体用不离作答。 即傍寒中秋之明月而生明珠, 兔吞中秋之明月而怀胎, 以前者为班若之体后者为班若之用, 然而傍, 兔虽亦, 能照之明月则无耳。 盖森分别班若之体用, 至门则超体觉用, 直接以明月之无心而普照万象, 提示班若大智慧之当体。 P5022。 至门莲华和叶, 禅宗公暗明。 又称至门莲华。 至门光座与僧问答, 显示一切众生稀有佛性之意。 必言录第21则, 大四八一六一下, 僧问至门, 莲花未出水时如何, 至门云, 莲花, 僧云出水后如何, 门云, 云, 荷叶, 聚法华玄暂卷一本所来, 莲花具有二意, 亦出水意, 未所权之理, 出离二圣泥浊污水, 二开夫意, 未以圣教言而开征。 此公暗中, 僧分别因果之隐显, 就莲花之乌出水, 亦出水, 而问莫物, 以物之两时, 至门亦因此, 则果显, 而达莲花, 果显则因隐, 而达何也。 爱至门系以因果不二, 隐无爱, 即因非因, 果非果, 隐即显, 显即隐之本来面目而作说事。 一即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立场, 否定三之二念, 使其物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真义。 批五千零二十三, 批五千零二十三。 至关, 一千九三十二, 韩国森, 庆上南道邪川郡人, 俗姓李。 十五岁, 拜海映寺金子润法师为师, 二十二岁, 于通渡寺寿具足解。 勤勉浩学, 进入庆南大学宗教系就读, 更于东国大学研究所深造。 三十九岁, 任海映寺住持, 四十五岁, 获得东国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其后, 曾任东国大学政觉院住持, 佛教学院院长, 教育学院院长。 一九八六年, 任东国大学第十一届校长, 为该校第一位以僧人身份出任校长职位者。 P五千零二十三。 智威, 一六百八十, 唐代森。 畜州, 浙江, 静云人, 俗姓蒋。 为天台宗第六祖。 家世叶如。 十八岁时, 任本郡之堂长, 已娶妇还家, 归途中逢一范森, 结问其违背昔日所立重事。 盖师前声明徐林, 曾文智者大师蒋经, 誓愿来誓同又出家, 大步红化。 依此誓愿, 诗碎往天台山国清寺, 头张安冠鼎寿具足戒, 滋售止观心药, 定会巨发, 正得法华三昧。 高宗尚元元年, 六百七十四, 离国清寺, 密圣帝宣蒋教法, 先至苍领普通山, 以其地爱霞, 南荣广众, 岁入宣元炼丹山, 开拓荆棘, 巨石未图, 骤蒋叶禅, 手写葬典, 乃称其地位法华。 其后学者众多, 习禅者三百人, 听讲者七百余人, 长分九处安居。 诗身长七尺, 登座美有紫云附顶, 恰如云盖, 识人尽称谓, 法华尊者。 又至其居处之上板 往返八十里路, 燃摘周禅会不曾少为, 仍为其的神族通。 贞观二十年, 六百四十六, 补朝散大夫, 并赐大师好。 赋予此早, 转至桃檐四碑与头陀四碑。 永隆三年十一月世纪, 誓寿不详。 无越望追逝, 玄达尊者。 四法弟子魏惠巍, 与师并称, 二巍, 至巍称大巍, 惠巍巍小巍。 此外, 敦煌出土之六门陀罗尼经论广世一卷, 属, 尊者至微造, 未详是否及失所者。 宋高僧传卷六, 天台九祖传, 世门正统卷二, 佛祖统计卷七, 二, 六百四十六, 七百二十二, 唐代牛头宗僧。 江苏江宁人, 俗姓陈。 幼年亦于长童, 依天宝四统法师出家, 二十岁受巨族解。 后参牛头宗之法池, 得其正法, 驻精灵, 江苏, 牛头山宣扬宗风, 传法语会中。 唐玄宗开元十年, 一说十七年, 于炎作四世纪, 世寿七十七。 景德传灯陆卷四, 宋高僧传卷八, 五灯会元卷二, 批五千零二十三。 智炫, 随戴僧。 一周, 四川, 人, 俗姓徐。 身足年不祥。 年少出家, 入京厅学数年, 明阳经落。 北周五帝时, 欲费佛法而存道教, 施抗生力辩, 地不能屈。 吉法南济作, 施岁入齐, 齐亡, 沦位平民。 代智随心, 入住校爱寺。 世寿一零二。 旭高僧传卷二十三, 批五千零二十四。 智炬, 亦南朝流宋十代僧。 身足年不祥。 俗姓流。 年少出家, 从谈无罪学华严经。 一夜, 梦普贤菩萨而开悟。 讲说流畅, 颇有成就。 并赚著书十卷。 二, 五百三十五, 六百零六, 随代僧。 吴俊仁, 俗姓吴。 六学僧传及高丽本君作智举。 从学于新皇寺法朗。 致力于四论及大品班若知钻研, 于健康建初四讲说三论。 受讲周刺史, 武山公郭眼等之归一。 开荒十九年, 五百九十九, 驻于长安日炎寺。 并曾受随样帝之赵, 驻于慧日道场。 这有中论书。 据传与同门及藏相教, 师尤圣一筹。 大叶二年世纪, 适寿七十二。 续高森传卷十一, 三唐代森。 又作汇聚, 汇聚。 为保灵传作者。 巨大藏金刚目指药陆卷八,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所在, 唐真元年间, 精灵沙门汇聚与西天圣池三藏, 在韶州曹西保灵山, 共集成保灵传一书。 现存保灵传中, 题为, 诸灵沙门至聚集。 其余之世纪及身足年均不祥。 P5024。 至相, 以智慧之相, 即指佛之光明。 佛之光明, 系佛至显现于外之相貌, 以智慧为其体。 大智度论卷七, 大二五, 一一三上, 佛欲献智慧光明神相顾, 先出生光, 又具尽是论柱卷下所在, 佛之光明至相变照十方世界, 而无有障碍。 盖一切众生常担者于欲乐, 由以五欲中之色为甚, 佛为令众生舍其所爱, 故献此妙光明相, 令其心见离欲乐, 然后为彼等说智慧。 二六粗相之一, 即对于现实所献之相, 三系中之第三境界相, 其妄心致用, 而对境界分别爱, 不爱之境。 大臣启信论, 大臣启信论书卷上, 参阅, 三系六粗, 617, P5025。 智者, 亦只具有智慧, 或知自己本体之人。 法华经药草玉品有, 我是一切智者, 之语, 即表辞义。 参阅, 一切智者, 十六, 二天台智乙大师之德好。 随开皇十一年, 五百九十一, 晋王阳广从智乙受菩萨戒, 四, 智者, 德好。 至官府行传红绝卷一, 参阅, 智乙, 五千零三十八, P5025。 智者大师, 请参阅智乙。 智者大师别传, 全义卷。 随带灌顶, 五百六十一, 六百三十二, 转。 右座随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细乙边年体技术智者大师智乙之形状。 收于大阵脏第五十册。 智乙及天台宗之大臣, 灌顶则为天台法门之继承者, 为智乙门下第一弟子。 在智乙之传纪中, 本书传著年代最早, 记述一集为详细, 故广受众士, 与国清百路同位有关智乙行纪之最重要资料。 道宣索者续高森传中之智乙传, 及晨纪本书而来, 二者略有出入, 可互补不足。 关于智乙之资料, 另有宋代坛昭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著一卷及智盘之佛祖统计智乙传。 又据国清百路序所载, 主公之法论, 慧姬之智果等, 亦作有智乙之别传。 P5025 智者大师塔苑, 位于山西天台县北十公里之天台山佛龙真觉寺中, 为天台宗创始者智者大师致以之塔苑。 鉴于隋开皇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大殿内安置大师之肉身塔, 塔高约七公尺, 全用青石雕尘, 二层六面, 有飞檐二重, 第一层正面佛龛中并设有智者大师座像, 殿壁上则悬挂天台宗十七位祖师之画像。 四门外有碑亭, 安立唐代元和六年, 八百一十一, 汉陵学士梁塑所传, 徐放所书之修禅道场碑一座。 P5025 智首, 五百六十七, 六百三十五, 隋代森。 安定, 甘肃, 人, 俗姓皇甫。 又年头乡周云门寺志明出家。 二十二岁受巨族解。 受戒后, 未知的戒否, 遂于佛塔前其倾险镇, 蒙佛摩顶, 得身心安态。 后从道洪学律, 同学七百余人, 无出其佑者。 年未满三十, 即开始讲律, 其意得闽行, 颇为时人赞叹。 隋文帝于长安建大禅定道场时, 师随志明入官, 驻四讲律, 又考定三藏重经。 其时关中专奉森子律, 红尊开创四分律, 道俗虽随之, 而传闻律以上不明, 师乃者五部区分超级四分律书, 标重师所谓解, 令重是然。 自此法律更聋, 红尊义轻裂法座, 命重依平之。 仁寿以后三十余年间, 独步经师, 无有抗衡者。 大业之初, 赤柱大禅定道场, 法化义圣, 曾于香州云门之故须建双塔, 已至出家寿界之地。 唐征观元年, 六百二十七, 天竺波罗婆加罗密多罗三藏邪犯本来华裔为汉文, 涉及律处, 皆资询取证于师。 太宗征观八年, 为太穆皇后在长安造洪福寺, 广及有德之僧, 师寿赵魏上座, 认僧纲。 九年四月世纪, 逝寿六十九。 太宗斥令国藏, 是称四分律宗第八组。 弟子有道宣, 道士, 慧满, 道心, 智心等。 著作出五部区分超二十一卷, 四分律书, 又称广书, 大书, 二十卷外, 另有出要律一纲目张一卷, 小阿弥陀经超二卷等。 旭高僧传卷二十二, 旭萨婆多皮尼皮婆沙旭, 开元式教路卷八, 六学僧传卷四, 新编诸宗教藏总路卷一, 卷二, 唐书一文字第四十九, P5026。 制度论, 请参阅大制度论。 制权应, 密教金刚界大日如来即一字经伦佛顶所节之印象, 用以标示理智明和以成觉圣之身指, 即为独义法身之印, 表示诸佛之直持至法海, 又称觉圣应, 能与无上菩提最尊圣应, 菩提引导第一至印, 能灭无名黑暗印。 解此权应, 能灭无名妄想, 入于佛制, 故称至权应。 其印相位左右二手各节金刚拳, 左拳至于胸前, 伸出食指, 以右拳握之。 其中, 右手表佛戒, 左手表众身戒, 此印即显示身佛不二, 迷雾一体之妙理。 日本东密以此印语无所不致印, 外无古印等, 共畏罪及密印。 诸佛境界设真实经卷中,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三, 金刚鼎经卷下,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二, 礼去经, P5026。 智境相, 本觉随染尽所生二种相之一, 智本觉随染而还与本境之相, 即智慧清净之相状, 为, 不思意业相, 之对称, 即依真如熏习之力, 而如实修行, 破赖耶和和实之相, 并灭无意相续心相, 所显现不生不灭之法身实相。 以其至自信纯净, 不坏, 故称至敬相。 大臣其信论, 大三二, 五七六下, 至敬相者, 为依法力熏习, 如实修行, 满足方便故, 破赖和和实相, 灭相续心相, 显现法身, 至纯净故。 参阅, 随染本诀, 六千三百四十九, 批五千零二十七。 智蒙, 一南潮流送时代僧, 经照新风, 陕西灵同, 人。 少年出家, 专修新夜, 粉诵之身昼夜布绝。 美文外国沙门说天竹佛祭吉方等重经, 凯然而有求法远游之志。 姚秦洪十六年, 四百零四, 与坦钻等十五人, 自长安出发, 西行求法, 经济兵, 其杀, 加为罗魏, 至华士臣, 同行抵天竹者仅五人。 于华士臣访的大班尼环经, 摩赫森指律及于经范本。 宋元家元年, 四百二十四, 自天竹返回, 同行之僧或退或死, 归途仅于坦转未办。 于梁州一出大班尼环经二十卷。 元家十四年入属, 十六年于中山定陵寺写传, 寄述游历世纪, 元家末年世纪于成都, 是寿不详。 所义之尼环经及外国传等, 经皆不传。 初三藏纪纪卷二, 卷八, 卷十五, 高森船卷三, 历代三宝纪卷九, 大唐内典陆卷三, 开元世教陆卷四, 翻译明义纪卷一, 二随代森。 湘州, 河南陵张, 人。 诗世敬尹会远, 博通能文, 尤经于静明, 法华诸经。 善讲说, 明文两经, 唯史传有缺, 晚年世纪, 生族年等君不详。 P5027 智托, 五百四十一, 六百零七, 随代森。 江都, 江苏扬州, 人, 俗姓采。 祖籍济阳, 河南, 考恩。 七岁出家, 先后从业下之隐法师, 江都之强法师, 庄严司法师, 日旧华言, 石帝, 皮坛, 陈石等经论。 南朝臣至德年终, 五百八十三, 五百八十六, 应成后主之请, 入宫内讲。 后随随样帝入经, 著于日言寺, 奉赤传十论, 论书四十卷。 曾开讲摩经, 并与三论宗家祥大师及藏论义。 右山正昭提四僧会演之成论玄义而成十七卷。 大业三年世纪于东都之会日道场, 世寿十七。 另有是二圣明义, 敬明经书等。 旭高森传卷九, P5027。 至那, 1158, 12110, 高丽时代曹西宗禅僧。 洞周, 黄海道瑞兴郡, 人, 俗姓正。 浩木牛子。 八岁一曹西山宗徽出家。 明宗十二年, 1182, 南游, 止住昌平清元寺, 一日月六祖谈经忽有所得。 十五年, 余下柯山浦门四月大藏经, 由李通玄之华严经论而达元顿之关门, 宜宫山居祖四修禅数年。 神宗元年, 1198, 隐七至一山无住安, 读大会语录而大悟, 后宜松广山吉祥四凡十一年, 常说金刚经, 六祖谈经, 华言经论, 大会语录, 以星际等池门, 元顿信解门, 敬解门等三门皆化学人, 门庭兴盛, 当代无可比拟者。 西宗六年三月世纪, 世号, 佛日普照国师。 诗与一天并称高丽佛教界之双臂, 创畅朝鲜独立之禅宗, 为曹西山之开祖。 其著作有真心直说一卷, 念佛要门一卷, 六祖谈经拔, 元顿成佛论一卷, 看话诀一卷等。 其中以真心直说最为著称。 诗之思想渊源于李通玄等之华言教学, 从禅宗立场调和禅, 教二门教义, 主张禅弃华言之傲指, 以空济灵之之心为本来面目, 论定会双修, 顿物见修, 先物后修, 及禅, 华言, 净土一致。 同时倡导戒身佛乃至真如念佛之时种念佛说。 身平曹西山松广寺寺寺院世纪碑, 朝鲜经时总揽下所收, 朝鲜佛教掠史, 朝鲜佛教通史, 朝鲜禅教史, P5027。 智通, 一堂代禅僧, 身足年不祥, 聚景德传登陆卷十载, 师参礼归宗智常求法, 一系突大呼, 大五一, 二八一上, 我已大悟也, 四日, 智常问之, 答, 师姑天然是女人作, 智常许之。 后居五台山法华寺, 自称大禅佛。 世纪前举济云, 举手攀南斗, 回身以北辰, 出头天外看, 谁是我班人。 五灯会圆卷寺, 禅院蒙求卷上, 二堂代义经僧。 安逸, 山西, 人, 俗姓照。 随大业年中出家, 绿行倾苦, 兼明经论, 与总池门特所留意。 素有游方之志, 遂网络扬帆经管学范语。 征观年中, 有北天竺僧邪千臂千眼经范本奉进, 帝赤其与范僧共义, 成二卷。 后又一出千传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经等三部。 身足年不祥。 开元世教陆卷八, 三日本法乡宗僧。 俗姓汤佐。 齐明天皇四年, 六百五十八, 与智达来堂, 从玄藏, 窥姬席为时。 返日后, 开创观音寺, 鸿通法乡宗, 称为日本法乡宗第二船。 曾任森政之职。 济年, 是寿君不祥。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三国佛法传通元起卷中, 日本书记第二十六, 八宗刚要卷上, 批五千零二十八。 智通禅诗语录, 请参阅元周养山会寄禅诗语录或养山会寄禅诗语录。 智凯, 以六百四十六, 唐代森。 丹阳人, 俗姓逢。 年少及从三论宗家祥祥大师及藏出家, 以其肤色焦黑, 故号乌凯。 曾住静零寺, 家祥寺, 宣讲大品班若经, 三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贞观十九年, 六百四十五, 应其都督之请, 于家祥寺讲说三论, 四方一学位即者多达八百余人。 贞观二十年世纪于讲座。 旭高森传卷十四, 二唐代森, 阳兜人, 俗姓安。 从极藏学三论。 幼广西子, 始等世学, 并潜心注释。 诗广宋多能, 且能赚备, 于随末堂出颇受推崇, 担任讲席。 曾于内殿产论佛教与道教之幽烈书义, 道士章鼎义臣服于其辩才。 与江夏之王道宗相善, 并受其归依。 其后, 王道宗于灵州任官, 问罪于燕山, 师徒关系友善。 后世纪于燕山, 身足年不祥。 批五千零二十八。 智林, 又称智林。 一、四百零九、 四百八十七, 南朝留宋时代森。 高昌, 突翻, 人。 从北多宝寺至道量出家。 原家末年, 以道量遭病斥, 随其共赴广州。 明帝时, 赤柱健康灵基寺, 开席讲说, 阐释二帝义, 辨明三宗之别义。 后词归高昌。 南齐永明五年世纪, 世寿七十九。 这有二帝论, 皮坛杂心计, 并注十二门论及中论等。 梁高森传卷八、 二、五百四十四、 六百一十三, 随代森。 高平房于人, 俗姓吕秋。 居于南徐。 姓聪慧, 又从明世变全学理, 义、老、庄。 负一东安寺大森政法师 学成时论及律法。 南朝成代太监十年五百七十八, 返旧里南徐, 大转法轮。 四年, 赤任屈阿森政。 智德二年, 五百八十四, 赤任徐周森兜。 师开坛传戒, 杜森达千余人。 大业九年, 世纪余人孝四, 世寿七十。 旭高森传卷十, 批五千零二十九。 智悦, 五百四十三, 六百一十六, 隋戴森。 位智乙门下第一人。 南洋人, 俗姓正。 虽受岳阳王书胜之重用, 仍亦然替度出家。 于精灵从智乙学教, 精通法华, 禅宗及戒律。 开皇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至以世纪前, 师寿托为其筹办于 十臣寺佛前往生之世。 其后二十年间, 为天台山众僧之常, 致力于师教之传臣。 大业十二年, 世纪于国清寺, 世寿七十四。 旭高森传卷十七, 批五千零二十九。 智原, 九百七十六, 一千零二十二, 宋代森。 为天台宗山外派大师。 前唐, 杭州, 人, 俗姓徐。 自无外, 好前夫, 又豪中庸子。 八岁于前唐龙兴四出家, 出席如学, 能诗文, 后依奉先寺元清席天台教官。 元清世纪后, 师离群所居, 研考经论, 探索一官, 并与同门庆昭, 物恩等阐述山外派学说, 与山家派代表四名之礼展开论辩, 然一般以知礼之说为天台正统, 贬义山外派。 后隐居于西湖孤山马脑坡养籍, 从学者中。 自此岁秦家著述, 传贤居边六十卷, 现存五十一卷, 金光明金悬一表真纪一卷等。 于金光明金悬一表真纪中, 以四难否认金光明悬一广本之关心事, 对抗山家派。 诗又通舟, 孔、寻、 孟、 杨雄、 王通之书, 常未已如修身, 已是至兴, 御条和如, 是, 道三角。 甘心元年二月作祭文晚诗, 勃然世纪, 是寿四十七。 一命已淘气脸一孩, 藏于所居之言。 因诗传文书般若经书, 仪教经书, 班若新经书, 瑞印经书, 四十二章经著, 不思义法门经书, 无量义经书, 观普贤行法经书, 阿弥陀经书, 守仁严经书等十种, 以教徒众, 世人乃美称师位, 十本书主。 又以师隐居孤山, 事称孤山至元。 徽宗崇宁三年, 一千一百零四, 赤士, 法会大师。 除上纪外, 另传有涅槃经书三德纸规二十卷, 维摩经略书垂玉记十卷, 首仁严经书古响超五卷, 金光明经文句所影记一卷, 涅槃玄义发源基要一卷, 十步二门正义一卷等等, 凡一百七十余卷。 贤居边序, 贤居边卷十二至卷十六, 卷十九, 卷三十四, 佛祖统计卷十, 卷二十五,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六, 世事积古略卷四, 往生及卷上, 参阅, 山加山外, 九百四十九, 批五千零二十九。 智辉, 八百七十三, 九百五十六, 五代后唐僧, 洛阳贤情人, 俗性高, 年少时偶游佛寺, 世智出家, 岁礼归封温和尚替度, 后幼夜高安人和尚, 独领为严, 前通玄旨, 为酒回洛阳, 于温室愿施药就众。 后梁开平五年, 九百一十一, 归返归封之中南就居。 施依日贤步, 于颜袖兼赌树珠, 同平, 立等前身道弃, 欲就地见四以愁席因。 当除草开几时, 有祥云碧日, 屯于封顶久而不散, 因之呼卫众云山。 古中猛兽皆自隐去, 坛中交龙一喜他索。 后唐明宗赐, 长兴, 之鹅。 雪吕云集, 道化颇盛。 后周显得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四。 宋高森传卷二十八,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 P五千零三十。 至身, 以五百三十九, 六百一十八, 随戴森, 江苏徐州人, 俗姓徐, 自会成, 有属修律, 以周五会佛, 遂隐于南岭。 随文帝集位, 五百八十一, 起正法, 广招朔德, 师位僧守, 附长安夫阳律藏。 后应属王秀之请海属, 驻于法巨寺, 受道俗之龟虫, 设大斋会。 后应于龙居山寺, 又应属王之请再龟属。 武德元年世纪, 世寿八十, 义说八十三。 旭高森传卷二十一, 义处六铁卷十二, 二,六百零九, 七百零二, 唐代森。 汝南,河南, 仁,俗姓周。 十三岁出家, 初从玄奘习经论, 后头逢茂山武祖宏人。 常驻资州, 四川, 得纯寺。 据历代法宝记载, 万岁通天二年, 六百九十六, 七月, 则天武后赵入内, 赐与达摩所传, 慧能所持之夹杀。 长安二年世纪, 世寿九十四。 这有虚荣官三卷, 缘起一卷, 班若新经书一卷。 宋高僧传卷十九吴香章, 卷二十处记章, 三,八百二十四, 八百八十二, 新罗僧。 为朝显佛教禅门九山西阳山派之祖。 王兜仁, 俗姓经。 早年参礼福石山之范体, 十七岁受巨族戒, 后从禅宗寺祖道姓之玄孙会隐席禅。 锦文王四年, 八百六十四, 七颖贤西山安乐寺。 献康王七年, 八百八十一, 于庆上北到西阳山开创凤岩寺, 为臣西阳山派。 一年世纪, 世寿五十九, 法拉四十三。 世号, 至政大师。 朝显经时总览上, 东施列转卷以P五千零三十。 智达, 日本法乡宗森。 齐明天皇四年, 六百五十八, 与智通来堂, 从玄藏, 窥姬席为石穴。 反日后, 据传于元星寺奖经。 济年, 世寿君不祥。 P五千零三十一。 智敬四乡, 为众生于佛所说之理, 有所证取, 然于心有我, 人, 众生, 寿命等四种浅身之相。 其中, 后三乡皆基于我乡而立。 即, 一, 我乡, 为众生于涅槃之理有所证物, 然取其所证, 心执着而不忘, 认之为我。 二, 人乡, 为虽不负认证为我, 然有存我物之心。 三, 众生乡, 为虽已超越我, 人之乡, 然有存了证, 惹物之心。 四, 受命乡, 为心照清净, 以诀之超越了物之心, 然有存能诀之志, 犹如命根, 前续于内。 原诀经略书卷下, P5031。 至时, 601, 638, 唐代森。 雍州万年, 陕西, 人, 俗姓少。 十一岁于大总十四出家, 学涅槃, 社论, 巨舍, 皮坛等。 武德元年, 618, 三大法师会臣, 道宗, 便相及僧众二十余人赴金师弘义公法会。 至时列于下座, 应被命对论, 使魏及藏所食。 武德七年, 法雅及千僧魏军, 欲出战突厥, 至时吉利剑指, 帝怒而耻其法福。 贞观初年, 六百二十七, 法雅遭罪被诛, 至时时被允反四。 贞观十一年, 地下诏至道家于佛家之上, 至时不屈, 遭罪受账, 后隐居于魏阳三元, 敬奉者极多, 一年世纪, 世寿三十八。 旭高森船卷二十五, P五千零三十一。 至称, 四百三十, 五百零一, 南齐森。 文兮, 山兮, 人, 俗姓培。 出生于京后, 江苏。 十几岁随军出征, 痛恶杀身。 欧独瑞应京而感悟。 从南建之禅房宗寿五届, 归一亿洲之养禅师。 养师反问江, 四川, 后, 乃从之于自出家, 十年三首岁。 纪夏江陵, 从尹法师, 俱法师, 新黄寺尹法师等受律学, 并应法宪之邀, 与吉贡局定临三, 四。 后寿于杭, 浙江, 保安寺森至之鼎, 故乡开奖石宋律, 驻于云七寺, 不久, 在返京都。 立驻安乐寺, 法轮寺。 将石宋律, 御达三十余变, 这石宋一纪八卷。 南齐永元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二。 弟子有森变, 法超等。 梁高森船卷十一, P五千零三十一。 智剑, 范宇卡执耶, 应亦作窃家, 又作金刚剑, 欲指清净之智慧, 即因清净智慧可断除烦恼之腹半, 犹如利剑般锐利, 故有此称。 谈无趁所欲金光明金卷武空品即位, 以智慧之刀, 断裂烦恼之网, 观武因舍宅西皆空祭, 而正无上道。 在密教, 智剑多用于诸尊之三昧耶行。 剑有利剑, 宝剑二种, 尖端锐利者为利剑, 而成宝珠之原行者为宝剑。 胎藏戒虚空藏愿之虚空藏菩萨及辩之愿大勇猛菩萨, 均守持宝剑。 利剑有祥福四摩之德, 故意称将摩剑, 金刚戒之金刚力菩萨, 胎藏戒之文书菩萨及不动明王等所持之剑, 皆为将摩剑。 又具大日经具原品所在, 不动明王所持之剑, 称为慧刀, 即以慧刀称呼利剑。 P5031 至尊卑增, 又作至尊上, 卑增上。 或称至尊上菩萨, 卑增上菩萨。 卑增上菩萨又称大卑菩萨。 依法相宗之说, 八的以前之菩萨, 分为智慧增上菩萨与慈悲增上菩萨, 何称为二增菩萨。 此至增, 悲增二者, 可各配于顿悟, 指网, 与见悟, 回心。 若依顿悟菩萨而言, 其大至增上, 断恶正理自立之善根较多者, 在初的福尽聚生起烦恼障之现行, 立即受便一生, 称为至增, 上菩萨。 其大悲增上, 愿永住生死, 救度友情而作方便行, 至第七的之满心, 使福静聚生起烦恼障之现行, 称为悲增, 上菩萨。 成为十论卷七, 大三一, 三八上, 或有乃至七的满心, 方能永福一切烦恼, 虽未永断欲界修获, 而如以断能起此定。 中略, 有从初的即能永福一切烦恼, 如阿罗汉, 彼时地中皆起此定。 此即表示至增菩萨有断烦恼, 至涅槃之智慧, 而悲增菩萨则有助生死, 救众生之慈悲。 另据成为十论数记卷七本所在, 在至增, 悲增二种菩萨之外, 另有至悲平等菩萨, 其由意乐之差别, 又分为不烦恼, 不不烦恼二类, 而与至悲之增减无关。 其中, 不烦恼者于二, 三地间随时受便一生, 不不烦恼者则于四至七的间随时受之。 就见物之菩萨而言, 由不海果或阿罗汉果而回心者, 必为至增菩萨, 此菩萨于回心严禁了欲界之烦恼, 故不受分断生, 又由欲流果与意来果而回心者之中, 虽有成就至增者, 然人有欲界之烦恼, 且本性下列, 不畏生死。 此四果之人与原觉, 皆随其回心而受便一生。 见物之悲增菩萨, 只由欲流果与意来果回心, 而不畏烦恼者, 即尚存有欲界之烦恼, 而于回心之后, 愿转意而行广大之利他, 于七的以前, 已分断生化度有情。 此顿悟, 见物菩萨中, 凡属悲增之菩萨, 于进入第八第十, 必受便一生。 对于法相宗至增, 卑增之教义, 有批薄之者, 法葬于华言五教章卷三中, 即对此家已论难。 百法问达超卷六, 卷七, 略数法相义卷下, 批五千零三十二。 至壮菩萨, 至壮, 泛名JNA, KATU, 因一指养相继兜, 又称常恒菩萨, 常利益菩萨。 贤杰十六尊之一。 为密教金刚界曼陀罗三昧耶会, 为戏会, 供养会外伦南方四菩萨中, 位于西方第一位之菩萨。 此菩萨本祭之至光常驻不灭, 本性清净而能摧破戏论, 便照十方, 故有此称。 秘号至满金刚, 法满金刚。 种子位, JA, 或, TR。 三昧耶行位宝状。 为戏会中, 此菩萨生成白肉色, 左手握拳, 置于腰侧, 右手去臂, 持壮帆, 坐于莲花。 供养会中则屈左右两臂, 置于胸前, 手持莲花, 其上有宝状, 家夫坐莲花上。 真言位, 俺只能能记都没缩和达兰。 大臣观想曼拿罗进诸二去金卷上, 金刚鼎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献正大教王金卷下,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三, 密藏记, 金刚戒七级卷下, 批五千零三十二。 智德, 亦佛果三种德相之一, 即止诸佛成就大圆净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 成所作智等四智, 如实照了诸法而无碍。 配于佛三身中之应身, 良意设大臣论是卷十四, 华言经书卷九, 二指智慧, 行德兼备之高森。 批五千零三十三。 智慧光, 亦指佛, 菩萨之智慧见照所发出之光明, 又称智光, 内光, 为, 生光, 外光, 之对称。 圣天王班若波罗密经卷四,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 阿弥陀经通赞书卷中, 参阅, 光明, 两千一百七十三, 二阿弥陀佛十二种光明之一。 即因阿弥陀佛之光明能破除一切众生无名之痴案, 彰显真理, 故称智慧光。 据赞阿弥陀佛记载, 阿弥陀佛之光明能破无名案, 故阿弥陀佛又豪智慧光佛。 参阅, 十二光, 三百三十四, 三日僧两小之号, 十见国纳赫俊仁, 俗性藤原。 自济会, 资性阴脉, 素有出臣之志。 十九岁头彼瑞山东塔南古吉乐房仙小出家受戒, 修学显密教法。 其后专宏净土, 晚年居指白旗乡, 故旗门流称白旗流, 又称下义, 为梁中门下六派之一。 P五千零三十三, 智慧门, 移入智慧之门户, 即指全智, 或全智所说之一切教法。 智慧指佛果知实智, 因地知全智未入于实智之门, 又如来自正知智未实智, 立他教化知智未全智, 此全智未另入于实智之门户, 故称智慧门。 此外, 全智所说之一切教法, 未令入实智之门, 亦称智慧门。 法华经方辨品, 大九、五中, 诸佛智慧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难解难入。 法华文句卷三, 法华译书卷四, 法华玄赞卷三, 二菩萨未去入菩提所修三种法门之一。 据净土论驻卷下载, 智, 为之静守退, 慧, 为之空无我。 菩萨依此智慧门, 远离我心贪着于自身, 而不求其自乐。 净土论, 天清, 参阅, 三门, 五百七十六, 批五千零三十三。 智慧海, 位于北平西郊夷和圆万寿山巅, 位移坐无良佛殿。 全殿由五色琉璃砖瓦所成, 色彩绚丽, 图案精美, 四臂便刻迁于琉璃小佛像, 殿内供奉高大观音座像, 为清乾隆石所造。 殿前有琉璃牌坊一座, 并有众香界, 指数灵, 智慧海, 吉祥云等时额。 P五千零三十四。 智慧庄严经, 请参阅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 智元, 宋代森, 隋州, 湖北, 人, 精通医术, 常于辩才。 佳佑, 一千零五十六, 一千零六十三, 末年, 奉赵至今诗, 指于向国寺。 颇得王安时轻重, 长相往返宴谈。 西宁年间, 王韶玉谋取四郡, 为藩俗众僧, 请诗入藩, 神宗乃遣诗西行, 称为经略大师。 入藩后, 说服将领规划, 他足皆输款规服。 而王韶记其功勋, 请召回, 任佑接手作, 不久世纪, 身足年不详。 心绪高森船卷六十, 批五千零三十四。 智论, 请参阅大智度论。 智贤, 宜, 三百六十八, 近代比丘尼。 常山, 河北珍定, 人, 俗姓赵。 风范清雅, 戒行其高。 太守杜霸县其貌美, 玉强纳为后世, 施抗正不屈, 杜霸以刀卓之, 人魔所聚。 后居四周, 长安, 西四弘法, 门徒百余人。 吉福坚立, 众师之德, 为智之秀加沙, 历时三年方尘。 靖泰和三年世纪, 逝寿七十余。 比丘尼船卷一二 北宋云门宗禅僧。 身足年不详。 为福严良雅之法寺。 驻西恒州, 湖南省, 常宁县北禅院。 建中靖国序登陆卷三, 武登会员卷十五, 批五千零三十四。 智宁, 隋戴森。 玉州, 河南, 人。 年少出家, 从彭尘尽松学社大成论, 智力弘扬, 并赴长安辩才四讲说。 其实, 文帝施行优理佛教政策, 森众多伺候于殿中, 为师不好虚名。 一驻大禅定道场之后世纪, 逝寿四十余。 其生存年代, 约在南朝成文帝天家三年, 五百六十二, 至隋阳帝大业五年, 六百零九, 之间。 帝子有灵觉, 道卓, 森辩, 智泽, 道基等。 旭高森传卷石, 批五千零三十四。 智姬, 亦为大通圣佛位出家时之子。 据法华经化成育品载, 大通至圣佛位出家时, 有十六子, 其长子名智姬, 于东方世界成佛, 称阿佛。 二东静僧, 人称, 至基菩萨。 据中无济文所在, 东静末年, 诗字稀土来华, 于江苏苏州开创林炎寺, 法御阵龙。 据传有评语尺属现, 见于诗, 诗受之, 欲婴儿的度。 其后遂于诗生日时, 聚众举行教书会。 灵言济略, 批五千三十四。 至医院, 为日本真言宗至山派本山。 位于京都市东山区东大陆, 山浩佛顶山。 该指本位封臣秀吉所见之祥云寺。 至姬院之名, 源自济州根来山大传法院之遗院。 天正十三年, 一千五百八十五, 该院为封臣秀吉坟会, 住持玄幼至诸国避难, 部教于京都北野, 德川家康请旗留居谢的, 为中心之地仪式。 至第七市运厂住持时, 学得极高, 开创学寮, 门下号称三千人, 京义设有学院。 至明治十八年, 一千八百八十五, 和封山长古寺, 公称真言宗新义派, 三十三年独立, 称治山派。 京有方丈, 大师堂, 开山堂, 陈殿, 大书院等, 庭园多利用自然的行, 京人存有桃山市庭园。 敖会有桃山旗豪放华丽之金壁画, 并藏有佛画, 写经等。 东照公寓十级第五, 续日本高僧船卷三, 卷四, 京师巡览及第五, 参阅, 大传法院, 八百七十一, 批五千零三十四。 智基菩萨, 以智基, 泛名Protch, K, 随从多宝如来, 来法华会做之菩萨。 据法华经提婆达多品所在, 智基菩萨由下方多宝佛之国土来一缩婆世界, 与法华会做中, 与文书菩萨论一女人成佛一世。 二至基, 泛名Pretty by N.A.K.A. 贤杰十六尊之一, 又称汴基菩萨。 在密教金刚界曼陀罗三昧耶会, 维系会, 供养会中, 为列外院方谈北方四尊中之第四位。 主如来化他之断智, 其智体与四智等同, 含射万智, 故称至基。 密号巧遍金刚, 定会金刚。 种子位, 六, 或, V.A. 三昧耶行位花云。 维系会中, 其形象位左手握拳, 置于腰际, 右手屈臂, 持莲花, 置于胸前, 上有花云, 在供养会中, 此菩萨屈左右两臂, 置于胸前, 两手直莲花, 其上亦有花云。 真言位, 暗罗底佛纳玉渣也缩赫兰。 一般以此菩萨与文殊菩萨或无敬意菩萨为同尊, 又据决定总值经所在, 阿如来之前升级明辩姬。 芳佛经, 芳佛经, 贤解十六尊, 金刚界七级卷下, 金刚界发会超卷中, 金刚界曼图罗超卷下, P5035。 智云七百七十七八百五十三, 唐代森中山河北丸县人, 又辞卿礼武台山贤陵为师, 以诵经合格而得度, 诗神情爽拔, 气调高致, 少欲知足, 苦行好诗。 立由朱蒋寺, 传法华, 为摩尔经。 元和, 806、 820, 年间, 众人推举为武台山都简笑守僧长之职。 后裕姬景, 被炎为华炎寺都供养主, 日供千僧, 历时余年, 十五告罚。 大中七年世纪, 世寿七十七。 宋高森传卷二十七, 批五千零三十五。 至早, 五百五十六, 六百三十八, 随代森。 清和人, 俗姓张。 官患世家。 十七岁时双清辞世, 后从安宁寺会平成, 法师出家。 父王天台山, 受学于至义, 经修法华颤法。 至德四年, 五百八十六, 至义应永阳王博智之请赴慧基山, 师义随行, 为永阳王修法华颤法。 此外义常修法华三昧, 得诸多灵验。 大业元年, 六百零五, 阳帝寻信江都, 师网参业, 阳帝并未致已设迁僧会。 贞观十二年, 世纪于国卿寺, 世寿八十三。 旭高僧船卷十九, 批五千零三十六。 智凯, 五百三十三, 六百一十, 隋带僧。 豫章, 江西, 仁, 俗姓夏侯。 年少出家, 从阳都新黄寺法朗学三论, 并从天台宗至以修习禅法。 晚年造庐山大陵经社, 修至西陵寺, 开奖法华, 涅槃, 石宋律等。 历二十余年, 族不出山, 亦不赴文帝之赤照与御章之礼请。 大业六年, 世纪于国卿寺, 世寿七十八。 旭高僧船卷十七, 批五千零三十六。 智断, 亦以般若智会断除烦恼。 二位智德与断德。 照了真理, 称为智德, 即指菩提, 断净烦恼, 称为断德, 即指涅槃。 往生论柱卷上, 大四零八二七上, 论智则亦无不达, 与断则习气无余。 智, 断具足, 能力世间, 批五千零三十六。 智藏, 一范语J.N.Kara, Garba。 生起智慧之根本, 源头。 八十华言卷七十, 二极指佛智。 佛之智慧广大, 无所不包, 含藏无限, 故称智藏。 华言五教章卷一大四五, 四七八中, 一切诸法, 皆稀流入疲努遮纳至藏海。 三, 四百五十八, 五百二十二, 南朝梁戴森。 宇森明, 法云并称为梁戴三大法师。 吴郡, 江苏无限, 人, 俗姓故。 出名进藏。 少聪明, 姓千和。 据旭高僧传卷五载, 师十六岁出家, 太十六年, 四百七十, 赤柱新皇寺, 世上定陵寺僧远, 僧幼及天安寺洪宗, 并从僧柔, 会赐二师受学, 精通经论及戒律。 太载文宣王上龙佛教, 将讲进明经, 照及经解经论之僧众, 二十余人, 师年辣最少, 居最莫作, 然夫树一礼, 无能抗衡者。 梁武帝时, 颇受崇信, 赤柱开神寺。 二十九岁时, 闻善乡者告已受寂。 三十一, 岁席讲解, 结经修道, 发大誓愿, 不出四门, 又于经藏中, 的金刚班若经, 日夜读宋守时。 至三十一岁岁末, 师以江汤沐浴, 宋经呆死, 而而空中有身, 盖以班若经之力而得备受。 自此, 将左道俗敬宋班若经, 皆多真应。 五帝曾拟自认白衣僧政, 依戒律立法, 整治僧计, 无人敢加见止, 师乃尚书为佛法之大海非俗人所能得知, 赋予地数度问答, 地服其一礼, 是乃止。 其后曾奉斥于横尘寺讲成时论, 慧伦殿讲班若经, 晚年平居开善寺。 五帝受菩萨戒时, 以师谓戒师, 皇太子义敬重于师, 常清灵法席, 听讲大涅槃经。 普通三年九月世纪, 世寿六十五。 赤藏独创山 以师驻于开善寺, 故意般称之为开善。 师毕生从事讲经, 驻经, 长讲经论有大小品班若, 涅槃, 法华, 石帝, 金光明, 陈石, 百论, 阿皮谈星等, 并赚注各一书, 以利演说, 经皆不传。 世事鸡鼓略卷二, 佛祖历代通载卷九, 世事六铁卷十,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上, 四, 七百三十五, 八百一十四, 唐代禅僧。 前化, 江西, 人, 俗姓廖。 八岁出家, 二十五岁受聚足解。 于建阳佛言参礼马祖道一, 受新印及夹杀。 于道一世纪后, 唐真元七年, 七百九十一, 依众请开唐, 后住西于前周西唐, 宣扬马祖禅风。 与百丈淮海, 南泉浦愿共称马祖门下之三大事。 元和九年世纪, 世寿八十, 法腊五十五。 穆宗赐室, 大绝禅师。 四法弟子有前周处为, 吉星罗森基林道义, 本如, 红色, 慧彻等。 诗之禅风盛行于星罗, 其弟子中, 道义返国后驻于嘉智山创派, 红色义于石乡寺创派, 皆为朝鲜曹西宗九山之一。 宋高森船卷十道义船, 祖堂籍卷十五, 景德船登陆卷七, 连灯会要卷五, 五灯会圆卷三, 朝鲜禅交考, 朝鲜金石总揽上, 五唐代不空三藏之法会。 不空为南印度师子国人, 师事金刚志, 学习谈章。 唐玄宗开元八年, 七百二十, 来华, 宣扬秘宗教义, 亦出经论甚多。 参阅, 不空, 九百七十五, 六日森, 为浮量法师俗家之子。 浮量, 又称浮领, 元系我国无人, 后东渡日本, 并规划为日本人, 出家后驻于大和元兴寺。 至藏自年少及居于元兴寺, 出家后与父同事会灌为师, 从学空宗。 后来唐礼业及藏, 探言三论奥义。 返日后, 驻于法龙寺, 讲授空宗之旨。 古来以师为日本三论宗之第二传。 天武元年, 六百七十三, 大和川元寺书写大藏经, 师奉赤任都义之旨, 同年任森政。 门下有道祠, 智光, 礼光等。 济年, 逝受君不祥。 三国佛法传通元起卷宗, 扶桑掠记第五, 僧刚不认超出卷上, 批五千零三十六。 智耀三藏, 天竺僧。 僧足年不祥。 南朝两五帝天间元年, 五百零二, 一说九年, 自西印度来广州, 与法姓四流送求纳巴陀罗所见见, 一说宝灵寺, 知叛, 亲植菩提树一株。 师父至曹西口, 居水而饮, 以水至甘美, 知西原必有圣地可谓兰若。 岁至上缘, 见山水宛若印度宝灵山, 乃劝村人建立一寺, 名为宝灵寺, 并为百七十年后, 有肉身菩萨至此的演化得到。 至唐仪奉元年, 六百七十六, 六祖慧能至法姓四, 与僧座风帆之问答, 并于菩提树下替法寿也。 一年, 慧能至宝灵寺大宏教化, 亦如所称。 增定佛祖道颖卷寺, 虚云, 辟五千零三十七。 至愿, 至愿之何称, 指佛果之智慧与因未知本愿, 或之一智慧所发之大悲宏愿。 往生理赞记, 大四七, 四四以上, 弥陀至愿海, 生广无涯底, 盖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本愿而成果至, 果至不离本愿, 故因果并举, 称为至愿, 又其所发四十八愿, 系由菩萨之智慧而起愿, 故称至愿。 批五千零三十八。 至义, 五百十八。 五百十七。 为我国天台宗开宗祖师, 说三祖即以 混, 为四位出祖, 二祖。 随代荆州华荣, 湖南前江西南, 人, 俗姓陈, 自得安。 是称智者大师, 天台大师。 七岁即好往嘉兰, 诸森口授浦门品一辩, 即送持之。 年十八, 投果院四法序出家。 魏九, 随惠旷学律藏, 兼通芳等, 后入太贤山, 宋法华, 无量义, 普贤关诸经, 二巡通达其义。 成天嘉元年, 五百六十, 入光州大苏山, 参业惠司, 惠司卫士普贤道场, 讲说四安乐行, 师岁居指之。 一日, 送法华经要王品, 豁然开悟。 继而代会司开讲言, 更受其父主入金灵红传禅法。 于瓦官四开法华经题, 从而树立新宗义, 叛世经教, 奠定了天台宗教观之基础。 陈太贤七年, 五百七十五, 入浙江天台山, 于佛龙之北贤寺居之。 九年, 帝赤寺, 修禅寺, 知好。 至德二年, 五百八十四, 成后主律后非从师受菩萨界, 三年奉赤出山, 欲经零零要四, 魏九, 于太极殿宣讲大制度论, 仁王班若经, 又于光宅四讲法华经等。 即随君攻破精灵, 诗西游精土。 随开皇十一年, 五百九十一, 敬王阳广, 阳帝, 类寝东返, 师见其臣, 乃至扬州未受菩萨界, 王赤赐, 智者, 知好。 其后西行, 至当阳玉全山见寺, 开皇十三年, 于四讲说法华玄义, 文帝乃赤赐, 玉全寺, 之额。 一年又宣讲摩赫止观, 十五年复应晋王之寝, 东返精灵, 传敬名义书。 开皇十七年, 作画于山中大石向前, 誓寿六十, 戒腊四十。 生前造大寺三十六所, 义说三十五所, 杜森无数, 传业弟子三十二, 其中者明者有灌顶, 至月, 至早等。 师入祭后, 杨广派人依其所遗图化于天台山下见寺, 大业元年, 六百零五, 即位后并亲赐, 国亲赐, 之额。 后周世宗石追世, 法空宝绝尊者。 南宋宁宗庆元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七, 又家世, 灵慧大师。 师之思想, 系将法华经精神与龙术教学, 以中国独特之形式加以体系化而成。 又将佛教经典分类为五种, 将佛陀之教化方法与思想内容分为四种, 此综合性之佛教体系的组织, 被视为具有代表性之教叛。 依禅观而修之止观法门, 为师之罪具独创性者。 身评传术宏富, 少部分为亲自撰写, 大部分由弟子贯顶随听随录整理成书。 有法华书, 敬明书, 摩喝止观, 维摩经书, 四教义, 金刚般若经书, 缠门要略, 观心论等数十种。 诗之著述, 建立了天台义宗之解形规范, 其中法华经玄义, 法华经文句, 摩喝止观, 是称为天台三大部, 又观音玄义, 观音义书, 金光明经玄义, 金光明经文句, 观无量寿佛经书, 称为天台五小部。 其特点在于教观双运, 解形并重。 其学说影响中国佛教颇具。 旭高森传卷十七, 大唐内典路卷十, 只观浮行传红绝卷一, 天台九祖传, 佛祖统计卷六, 卷二十五, 卷三十七, 卷三十九, 卷四十九, 智者大师别传著, P5038。 智言, 以三百五十, 四百二十七, 东敬义金森, 西凉州, 金甘肃, 人。 若贯出家, 以金秦著称。 后遇博仿明师, 普求佛典, 西行至祭兵, 入摩天陀罗经舍, 从佛陀先资受禅法。 后请禅师佛陀拔陀罗一同东归, 历经数载, 至后请兜长安, 驻大寺。 后佛陀拔陀罗为揪摩罗时之徒所排挤, 离长安南下, 师义退出关中, 居于山东经舍, 作禅诵经, 惊情不屑。 东敬义西十三年, 四百一十七, 刘玉西伐长安, 师应邀至健康, 驻使心寺, 后驻止元寺。 刘宋元家四年, 四百二十七, 师与沙门宝云共义自西域所得之范本, 记忆出普药经, 广博严禁经, 四天王经等十四部, 三十六卷。 师常就自得之戒律怀有一律, 且几年修禅官而不能自了, 遂众至天主, 偶遇罗汉比丘而问其事, 然意未得判解。 师及自入禅定, 身都律公资于弥勒, 获得戒之应可。 归途中祭于祭兵, 是寿七十八。 梁高森传卷三, 历代三宝祭卷十, 出三藏祭吉卷二, 卷十五, 开元室教路卷五, 大唐内典路卷二, 卷四, 古经义经图记卷三, 真元新定室教目路卷七, 二于田国人。 苏信特, 出名了。 又随于田国王之质子来华, 素受荣禄, 历属红卢四。 资信纯职真信, 应受唐皇室厚恩, 欲出家以仇之, 故于唐中宗神龙二年, 七百零六, 五月, 奏请舍宅卫四, 十一月出家。 一年, 入中南山至向寺, 虚心禁律, 焰作金行, 常在石碧古修头驼行。 开元四年, 七百一十六, 善无畏来唐, 诗语, 易行, 共就善无畏受法, 并学梵语。 开元九年, 奉斥于石碧古阿炼若及奉恩寺翻译论, 易有说妙法决定业障经, 出身无边门陀罗尼经, 诗子宿佛梭王断肉经, 大臣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几等, 祭四部, 六卷。 另易有尊圣陀罗尼咒, 法华经要王菩萨咒等七首。 祭年, 誓寿君不祥。 蓄古经义经图记, 开元世教路卷九, 大日经义世絮, 真元新定世教目路卷十四, 宋高僧传卷二, 三五代僧。 为清元行司法系之地七世, 四法于古山神宴, 后继其法席。 南唐中竹赐号, 乐觉大师。 身足年不祥。 P5039。 智觉普明国诗语录, 樊八卷。 日僧春屋庙帕传, 周左等边。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册。 收入灵记宗梦派禅僧妙趴于天龙滋盛寺, 太平新国南禅寺, 灵川寺等处之上堂, 小餐, 身座, 念香, 小佛寺, 佛祖赞, 自赞, 宋古等, 及四名道连锁传妙趴之塔名, 姚广孝之序。 P5040。 智眼, 602、 668, 唐代森。 天水, 甘肃, 人, 俗姓赵。 魏华严宗第二祖, 浩智相大师, 云华尊者, 又极有志于佛道, 西系石长类石城塔, 或以友伴为听众, 自认法师。 12岁, 随杜顺至中南山至相寺, 从杜顺弟子达法师受学, 日夜精勤。 14岁替染, 后依法常听讲社大臣论。 20岁受聚足界, 学四分律, 皮坛, 城石, 石地, 地池, 涅槃等经论。 后从至正习华严经, 并遍揽藏经, 搜寻众事, 深入研究时的论六香圆荣之指, 大有启发。 27岁撰华严经搜玄迹, 成义宗之规模。 常讲说华严, 画倒不卷。 因曾驻至相寺, 是称至相大师, 晚年驻云华寺, 故又称云华尊者。 高宗总章元年十月世纪, 是寿六十七。 弟子有怀旗, 又坐怀祭, 法藏, 元小, 异乡, 薄尘, 慧小, 道尘等。 其中, 法藏传承其华严学说, 并加以发扬光大, 实际创立华严宗。 这有大放广佛华严经搜玄分歧通至方轨十卷, 华严经内张门等杂孔目四卷, 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 华严一成十玄门一卷, 金刚班若波罗密经略书二卷, 无信社论书四卷等。 旭高森传卷二十五, 华严经传记卷三, 法界宗五祖略记, 批五千零四十。 至见, 一千一百零五, 一千一百九十二, 宋代曹栋宗森。 安徽除周人, 俗姓吴。 世称雪斗至见禅师。 出餐长庐山珍些清了, 圣位所仲, 后顿向山苦修, 深夜开悟。 乃赴头天同宗, 得四祈法。 绍兴二十四年, 一千一百五十四, 驻于七真寺。 其后立驻定水院, 香山, 报恩寺。 纯夕十一年, 一千一百八十四, 驻于雪斗山, 四方来归, 宗峰大镇, 后退隐于四支东安。 于少西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八。 弟子有天同如景。 加泰普登陆卷十七, 武登会员卷十四, 续传登陆卷三十, 批五千零四十一。 至言六百六百七十七, 唐代牛头宗森。 江苏区阿仁, 俗姓华。 至勇过人, 身材魁梧。 随大业年间, 六百零五, 六百一十六, 为狼江, 平立战功。 四十岁, 入书州, 安徽, 晚宫山, 从宝月禅师出家。 贞观十七年, 六百四十三, 入牛头山, 夜法荣禅师而开悟, 臣寺正法。 后立驻白马寺, 七玄寺, 赴迁驻十头臣。 高宗一奉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法腊三十九。 旭高森船卷二十, 祖堂吉卷三, 景德船登陆卷四, 五灯会员卷二, 连灯会药卷二, 世世六铁卷十一, 禅院蒙求卷中, P5041。 曾我量身, 1875, 1971, 日本佛教学者。 曾宗大学研究院毕业, 曾任大古大学名誉教授。 这有救济自证, 内观法藏, 传承己证, 地上救主, 分水岭本院, 净土开显, 表征世界观, 探议超听记等书。 P5041。 曾朴信, 1902, 1977, 台湾省人, 明景来, 日本东京居泽大学毕业, 师臣基隆岳眉山林全寺德林和尚, 毕生从事写作弘法, 对台湾民间信仰研究颇深。 曾任台湾佛教阅刊主编, 花莲佛教知会理事长, 及花莲东境寺住持。 这有中国禅祖诗传, 日本禅僧涅盘记, 寒山诗节等书。 P5041。 曾凤仪, 明代横州, 湖南横阳, 人。 自顺真, 好精简。 试至礼部郎中。 姓敏好学, 宗陆向山之礼学, 隐退之后, 于乡中设书院讲学, 门人颇重。 偶遇深。 正论三日不休, 犹是信佛。 持戒如素, 研读经论, 智力参审功夫。 一日见月落日深, 豁然的悟, 自卫以爱尽销, 以得两家争议, 后著书立说。 座右手伦严经宗通, 伦家经宗通, 金刚经宗通等。 其身足年不祥。 横州辅至, P5042。 替僧, 明代, 樊皇太子, 朱王等出身, 皆以幼同一人替法僧, 表代其出家, 称为替僧。 据章居正赤建成恩寺碑文所在, 明朝樊皇太子, 朱王出身, 亦度幼, 同一人为僧, 称为替僧, 神宗之替僧, 名为至善, 居于龙泉寺。 张江灵集, P5042。 最上尘顿悟法门, 请参阅历带法宝记。 最上尘论, 权益卷。 唐代红忍述。 论述手一己之心未修道之药门。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 内题为, 凡去圣道误解真宗修心药论。 此论内容共分果, 行二门, 即十四条问答方式, 论事有关自心本来清净, 不生不灭, 本师, 众生与佛同体, 持守本真之心未涅盘之根本, 入道之药门, 十二不经之宗, 三世诸佛之祖, 即无济心, 我所心灭, 真心等之意义, 即其设属果, 行二门之情形。 所应典籍有识的经, 维摩经, 金刚经, 新王经, 涅槃经, 法华经, 观无量寿经等。 此论之敦煌本共有八部, 史坦英发现者编号2669-3558-4064, 薄熙和发现者编号3434-3559, 北京语寺, 日本龙谷大学二本, 其中, 或题为, 其周忍和尚导凡去圣物解脱宗修心要论, 或题为, 一成显字心论, 其一不收于少事一书中, 与日本庙严尼复刻之镇的本相比, 在文字上有出入。 此外, 龙溪二年, 1908, 朝鲜犯于四开板之禅门搓要卷上一载路此论。 伦家诗资记, 宗静路卷九十七, 禅学思想史卷上, 呼华谷快天, 敦煌节于路卷十三, P5042。 最上陈禅, 归封宗密所分五种禅之一, 至达摩所传之禅, 右座如来清净禅, 一行三昧, 真如三昧。 宗密分禅为五种, 为别于外道禅, 凡夫禅, 小陈禅, 大陈禅等四禅八定大小珠禅, 特称达摩所传之禅法为最上陈禅, 聚禅圆诸全集都蓄卷上载, 顿悟自信本来清净, 圆无烦恼, 无漏智信, 本自具足, 此心即佛, 毕竟无意, 依此而修者, 称为最上陈禅, 又此最上陈禅为三昧之根本, 若能见次修习, 自然可得百千三昧。 参阅, 五味禅, 一千一百零五, 批五千零四十二。 罪正觉, 梵与Abissambuddha, 指最上至极之佛果, 以其智慧与真理相弃, 故称正觉。 又菩萨虽有随分之正觉, 然未未至极, 故不能称罪, 为佛具有全分能觉之妙智, 故称最正觉。 法华经卷五从地永出品, 大九, 四一中, 我于家耶成, 菩提树下作, 得成最正觉, 转无上法轮。 无量寿经卷上, 发菩提心经论卷上, 华严经书卷一, 华严经探旋记卷二, 批五千零四十二。 最后心, 最后刹那之心。 又坐最后念, 莫心。 即灰身灭至, 将入无于涅槃时, 最后刹那之心。 据大皮婆沙论卷时, 卷三十二所在, 于三界之中, 无色界之阿罗汉注最后心时, 因一切色法不现行, 故成就非则灭者最多。 此外, 入无于涅槃时, 身心俱灭, 以无相续之心, 故阿罗汉之最后心为有一根等, 而无等无间缘之相。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一, 巨舍论卷七, 成为石论卷七, 巨舍论光际卷七, 皮五千零四十三。 最后身, 菩萨与一身所系, 一身不处, 菩萨之一同, 有各种义说, 据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一所在, 释迦牟尼佛有赌十多天降身, 而于净梵王宫出身之身, 为最后身菩萨, 其注于赌十多天之身, 则为一身所系之菩萨。 另据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七本所在, 在菩萨修行成满至成佛之三阿僧指节中, 的前第一阿僧指节为第一身, 初的至七的第二阿僧指节为第二身, 八的以上第三阿僧指节为第三身, 故七的以前为一身所系之菩萨, 八的以后则为最后身菩萨。 中阿韩卷十四大善剑王经,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卷三受祭品, 菩萨的池经卷十, 巨舍论卷五, 卷十八, 瑜伽师的论卷三十七, 卷四十七, 显阳圣教论卷八, 大臣一章卷十七, 瑜伽论略转卷十一, 法华经玄义卷四下, 成为十论数祭卷五末, 批五千零四十三。 最后品无名, 即最即为细之无名。 旧身起之次第而言, 称为无始无名, 根本无名, 原品无名等, 旧服断之次第而言, 则称为最后品无名。 盖天台宗原教之说, 分无名为四十二品, 于初诸以上至佛果之四十二未断之, 其中第四十二品之无名为始觉之至最后所断者, 故称最后品无名。 磨合纸观卷六上, 参阅, 无名, 五千零九十四, 批五千零四十三。 最高善, 又做至善, 为判定善恶之最高准则所定者, 即指人生之最高目的与最高理想。 佛教所谓, 最高, 一词, 相当于泛语Para, 即最高之真理, 目的, 圣意地, 泛Paramrta, 又做第一意地。 最高之真理, 目的, 善, 乐, 即是涅槃, 泛Nervi。 参阅, 涅槃, 四千一百四十九, 批五千零四十三。 最那, 一千七百一十七, 一千七百九十, 朝鲜禅僧。 密阳, 庆上南道, 人, 俗姓普。 浩莫安。 自尔时, 十四岁住于成光寺, 全罗南道乐安郡, 十八岁出家。 后于曹西, 全罗南道, 知风言血经, 济儿立参虎言, 慧安, 龙潭, 双月诸诗, 并从明真大师参悟禅止。 二十七岁归封言, 于大光四灵全兰若开法。 精通禅, 教二门, 士称至神。 师位封言是查之法寺, 有弟子时无人。 正祖十四年, 士继于曹西普照安, 士寿七十四。 这有墨安吉三卷, 华颜柯图一卷, 朱金问答盘者会要一卷, 另有杂书十余卷。 教评位奇传, 形状。 东施列传卷三, 墨安大和尚形状, 墨安吉父, P5044。 最圣子, 泛名Junaputra, 因一座圣纳弗亚罗, 臣纳弗多罗, 略称圣子, 古印度人, 为时十大论师之一。 为护法之弟子, 曾于北印度法多国做瑜伽师的论师, 即经所传之瑜伽师的论师一卷。 又论师是清之为十三十颂, 然玄奘亦成为十论师, 和柔十大论师所作诸师, 随师其传。 令这有菩萨界品试, 即论师。 一般以即论师之藏一本为师所者, 而玄奘一本则被认为细师子觉所者。 其生存年代可能为西元六世纪末叶。 于世纪不详。 大唐西域记卷十一,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四, 成为十论数记卷一本, 翻译名义集卷二, P5044。 最圣王经, 请参阅金光明最圣王经。 最圣太子, 为护持佛法, 守护国家之善神。 又称如义圣王, 如义天王, 甘露太子。 或为最圣太子与北方 皮沙门天王之太子那扎位同尊。 其形象可畏, 聚四面八笔。 正面呈平正圆满之菩萨香, 左面呈青黑色, 口大张, 有相差之虎牙, 眼圆且大, 眉角树起, 右面位自在天之香, 呈赤白色, 正面之上方则位要插极恶之香, 眼红如血, 牙齿尖利。 其全身位赤黑色, 法成干青色, 顶上有七日病药, 足踏大磐石。 八臂中, 左右之地一手各持刀, 左右之地二手各持负折罗叉, 左右之地三手合掌置于胸前, 左右之地四手各持枪。 又以五色云散垂位盖, 诸天眷属围绕。 应相位二手合掌, 置于胸前, 二拇指相交, 右拇指压于左拇指上, 插入掌中, 二十指并束, 其余三指交叉坐拳。 种子位, RA。 真言位, 安娜扎巨法罗嗦附和。 以最圣太子位本尊, 为战争或镇定兵乱所修之法, 称为最圣太子法。 据传唐玄宗时, 道宣律师曾依此尊之秘法, 平定乱世。 摄大以鬼卷二, 参阅, 纳扎太子, 三千零二十三, 批五千零四十四。 最圣身, 在欲, 恶鬼, 畜身, 阿修罗, 人, 天等六道之中, 以身于人界位最圣身, 又于人界中, 眼, 耳, 鼻, 蛇, 身, 亦六根具足, 的见佛文法, 称为最上之善身。 最圣身, 善身乃止身于人界而得闻佛法之身。 正法眼葬出家功德章, 批五千零四十五。 最圣尊, 指诸尊中之至极者, 为对佛尊称。 佛成就一切智, 断尽一切烦恼, 于人, 天等一切众生中为最圣, 故称最圣尊。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九中, 愿我功德力, 等此最圣尊。 十柱匹婆论卷, 五义行品, 大制度论卷二十七, 批五千零四十五。 最圣会, 日本南京, 南都, 三会之一。 又称要师四最圣会, 即每年三月七日至十三日之间, 于南都要师四讲说金光明最圣王金, 祈愿国家安宁, 帝王万岁之奖会。 日本最早举行之最圣会, 系持统天皇七年, 六百九十三, 之宫中奖金。 成和天皇天长七年, 八百三十, 三月, 依中纳言执世王, 义说中纪律师, 之奏请, 赤于要师四举行最圣会, 此后每年三月七日至十三日之七日间, 均奉赤举行。 又最圣会与为魔会, 御斋会, 合称为三会。 此外, 永保二年, 一千零八十二, 二月十九日起五日间, 京都原宗四义举行最圣会, 与同四支法华会, 法圣四支大臣会, 合称北京三会, 又称天台三会。 京习物语第十二, 严喜事第二十一, 陈天爱囊超第十五, 参阅, 三会, 六百三十七, 批五千零四十五。 最圣奖, 日本三奖之一。 朝廷每年五月选择即日, 赵请东大寺, 新福寺, 严厉寺, 元臣寺僧侣, 于宫中清凉殿奖说金光明最圣王金, 以祈求国家安太之法会。 共五日, 朝夕两座, 各讲一卷。 宽宏六年, 一千零九, 以后, 成为每年之定例。 永久元年, 一千一百一十三, 开始, 与鸟语院举行之先动最圣奖, 法圣四玉八奖和称三奖。 此三奖与南北两经之三会, 同位森接近深之次第。 应人之乱后, 奖世中段, 为高野山各四人奉斥举行最圣奖。 出力超卷下最圣奖条, 元亨市书卷二十五, 十届超卷下, 批五千零四十五。 最圣, 七百六十七, 八百二十二, 日本天台宗开祖。 靖江, 资赫县, 人, 俗姓三经首。 其先人为规划日本之汉人。 十四岁出家, 游学南都, 奈良, 后于东大寺受据足解。 喜好山林, 婴儿入比瑞山, 且作发愿文。 专研佛教各宗之经论, 而特崇议成思想。 后创建根本中堂, 称比瑞山寺, 好议成旨观愿。 其所举行之法会, 环武天皇及各四高僧皆列席参与, 婴儿名声大正。 曾发愿书写大藏经, 并修法华识讲, 又于高雄山寺讲说天台宗教义。 严历二十三年, 八百零四, 唐真元二十年, 为申言法华译成教义, 由翻译森义真伴随, 与空海同行来华。 从天台宗九祖战然之地子稻穗, 行满受天台教义, 从天台山肖然受牛头禅, 并从道岁寿大臣菩萨界, 后又从顺小寿秘法。 一年返国, 于高雄山寺设灌顶台传秘教, 为日本秘密灌顶之时。 二十五年, 或准设天台宗年分度者, 按年限定诸宗, 诸大寺之出家人数, 于华言, 律, 三论, 陈石, 法乡, 巨舍等南兜六宗之外, 新增天台法华宗二人, 正是独立日本天台宗。 后与南兜诸宗学森对论法要, 由以法乡得一传佛性抄, 叛法华为全教, 施者照权实境一卷及守护国界章论破其说, 最为著称又因认为大小臣界不应合并一起, 为此做山家学生事, 上表请建大臣圆顿界坛, 遭森刚与南兜诸大德反对, 乃传险戒论三卷, 险戒论圆起二卷博之, 然直至其世纪后, 日本天台宗方获准在比瑞山设立大臣界坛。 红仁十三年于比瑞山中道院世纪, 试寿五十六。 终其一生, 可谓一本新兴之精神, 与旧宗之避害对抗。 以所创天台宗为原密一致, 故主张四宗, 原教、密教、禅、戒、和一, 对日本连仓时代禅宗之兴起, 有深远之影响。 清和天皇追赠, 传教大师, 世号。 世称瑞山大师, 根本大师, 山家大师, 成上人。 著述甚多, 号称二百八十余部, 或位四百余部。 现存有一百六十部, 然其中部分真伪不详。 著作有法华秀句三卷, 内政佛法乡臣血脉溫秀卷, 唐厥吉义卷等, 均收于传教大师权及五策。 瑞山大师父, 最臣大师一身继, 内政佛法乡臣血脉溫秀,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二, 卷三, P5045。 45. 朝山,指佛教徒至远处明山大寺,向佛菩萨敬香,以颤除业障或还愿之朝礼行为。 45. 四俗心于西汉 据西藏心至卷中载,热心礼佛之人,常不远千里而至拉萨,向达赖宫殿常跪,待达赖出,若得见者,极绝荣幸无比,不令献巨经,其不得见者,则望宫殿礼拜而回。 45. 没有变卖家产,兑换金银,逢于衣内,沿途行起而至西藏者,此称朝山,又称朝活佛。 此外,修行者为表求道之前臣,常以跪拜,三步一拜,方式朝礼圣迹,故意称拜山。 通俗编神鬼,P5046。 朝元禅寺,位于台湾高雄美农镇。 民国五年,1916,能进法师纠资创建。 16年重建,17年完成镇殿。 41年,能进退居,由惠定法师继任住持契经。 48年,于四镜增建华藏塔吉镜丝庭。 50年,于美农镇市区新建镜慈下院,附设慈能幼致园吉托儿所。 本寺四镜群山环报,浅有清晰,亭塔生辉,景色绝佳。 其临近山谷名黄蝶翠谷,以盛产黄蝶闻名,近年本四亿被政府列位观光地区,遂筹建潮山会馆以接引信众,于七十一年竣工,其后又改建大雄宝殿,气象一新。 P5047。 朝天宫,位于台湾云林北港镇,俗称北港妈祖庙。 清康熙三十三年,一千六百九十四,由树壁和尚凤梅州祖庙之神像来台,登陆于侏罗,经之嘉义,海口奔港,当地民众多来自福建,以赶齐神灵,遂立此四拜。 初卫茅屋,迭经历带扩建整修,气至民国五十三年,一千九百六十四,始有今日之规模。 庙内供奉妈祖,为民间道教信仰之著名妙语,香火之鼎盛,明文侠尔。 P5047。 朝作细作,依日本佛教用语。 集朝,系之讲作。 只修法华八讲时,于一日中设朝系二座而讲论。 八讲须四日而闭,十讲则须五日。 二指早,晚二次客诵。 P5047。 朝参目请,朝目小参之意。 又称臣参目请,臣戏参寇,早餐晚餐。 指禅林中,师家朝目及大众开示说法。 此仪式于用斋舟之后举行。 据僧堂清规卷一碗餐早餐条所在,斋吧,烧香试者建住持挂牌, 及依住持之指示,于请堂或法堂设座椅, 被花、炉、竹等庄严之。 呆时至,不打僧堂放餐中,而由方丈之客投行者及法谷三下, 东西两序大众及定后,适者抱之住持身作。 其时,两序之上守出,二人相依,烧香归位, 为纳行者打守庆,大众斩聚三败者位。 开示完毕,大众宿礼三败而散。 此为晚餐之礼仪。 早餐于周后亦不打三下中,而打三股, 其余皆与晚餐相同。 然尽是餐问之一贱费, 谨行相见之礼仕。 祖庭是愿卷八, 禅愿清规卷二, 赤修百账清规序, 天圣广登陆卷二十三, 加太普登陆卷三, 碧岩路第九十六则, 批五千零四十七。 朝阳寺, 位于辽宁辽阳城南三十四公里之千山。 山位长白山之脉, 其形状若千朵莲花, 故名千朵莲花山, 简称千山。 为随唐所见之古沙, 辽石崇家修器, 四宇弘历, 一时魏北的之官。 明永乐年间, 一千四百零三, 一千四百二十四, 重修, 清顺至初年, 广东圣人可禅师助悉于此, 金陵塔尤存。 P五千零四十八。 朝鲜佛教通史, 凡尔策。 朝鲜里能何者? 大正七年, 一千九百一十八, 堪行。 技术朝鲜佛教严格等。 全书分三编。 上编以编年体技术, 列技高勾力时代, 三百七十二, 六百六十八, 百技时代, 三百八十四, 六百六十, 新罗时代, 五百二十八, 九百三十五, 高丽时代, 九百三十六, 一千三百九十二, 朝鲜时代, 一千三百九十二, 一千九百一十, 朝鲜总督府时代, 一千九百一十一, 一千九百一十六, 并述奉恩四等三十一四支四法, 四臣, 宗旨, 登归, 主旨, 四格等。 中边纪述宗派, 纪分三宝元流, 应之渊源罗利流, 特殊灵纪宗之渊源, 朝鲜禅宗灵纪迪派。 其中, 三宝元流分为世家如来印化纪时, 三藏解极诸论分批, 传译经论传述章书章书三项, 应之渊源罗利流纪述巨舍, 陈时, 三论, 社论, 涅槃, 天台, 法相, 帝论, 真言, 净土, 律, 华言, 禅等十三宗, 特殊灵纪宗之渊源, 纪述七佛, 释迦牟尼佛, 第一祖家业尊者乃至平山处灵等五十九位祖师, 朝鲜禅宗灵纪迪派泽济太古普渝以下至青梅应物等十四师。 下边有杂项二百品题论述出西域三千年历史乃至中央学灵式选佛场等二零四项, 并载入水月圆,观音圣像感化于信海, 慕牛哥, 陈佛道森度里无能, 等短篇宗教小说。 本书寄数明晰, 并详其典具, 为了解朝鲜佛教全貌之珍贵参考文献。 P5048 朝提目系念佛, 指日本天台宗昭系二十所修之法华颤法与历史作法。 该宗古来朝依法华经, 行法华颤法, 系依阿弥陀经, 行历史作法, 及修常行三昧。 此为常历之作法, 故称历史作法, 而俗称法华法卫提目, 弥陀法卫念佛, 有此之恩。 P5048 朝露, 以朝露比喻人命之短暂无常。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三沙, 大一二, 五八九下, 是寿命常为无量愿处绕, 念念损减, 无有增长。 游山铺水, 不得停住, 亦如朝露, 是不有亭一物。 坚灵四十八 朝阴系, 药师, 日本俗宴, 魏臣朝参议药师菩萨 而系时参议药师佛。 此一风俗, 或依据文书所说 所要经上及 眼下所说, 观之缘日在十八日, 而于该日, 朝击系凶, 故以臣朝参议, 药师佛之缘日在八日, 而于该日, 朝凶系及, 故以于系时参议。 此一风俗起源不祥, 或为后悉天皇名利年间, 1655、1658, 已有此类形式。 批五千零四十八 其主, 节至其间之施主。 至禅灵节至修行其间, 银背必须品以供养僧众之信心长者。 黄博清规节续章, 大八二, 七七三上, 凡玉节至时, 有信心长者欲充其主, 鲜白糖头及兜四, 四支刻影至库斯纳静姿, 银背意其中所需之物, 批五千零四十九。 气五盖, 天台宗二十五方便五科之第三。 即摒弃贪欲, 填慧, 睡眠, 吊毁, 以等五盖。 盖, 即盖父之义, 为烦恼之别名。 此五种烦恼能盖父心神, 令其昏暗, 而不得开发定慧, 故称五盖。 其中, 贪欲盖起时, 则思念五欲, 心生罪祸, 填慧盖起时, 则怨恨情结, 心热气粗, 愤怒相续, 睡眠盖起时, 则心神昏审, 六十暗塞, 此等皆使人妄失禅定正念。 吊毁盖起时, 则砸起寻求四茶之心, 便圆诸法, 其心躁动, 且因忧虑为他人所悔资, 而其悔心, 心中忧恼, 盖父禅定, 使其不得开发。 即调, 毁二烦恼, 何谓宜盖? 宜盖起时, 则宜自, 宜师, 宜法。 宜自, 即宜己身必非道弃, 宜师, 即宜其师戒行甚粗, 不弃己意, 何能生产好慧, 师而是之, 将物己身, 宜法, 即宜所授之法未必中理。 此三疑非见地账礼之疑, 而未账定之疑。 前纪五盖妨碍定慧, 故应舍离。 其法以不敬官器贪欲盖, 以慈悲官器填慧盖, 以精进策利器睡眠盖, 以束席官器吊慧盖。 对至一盖中之一字, 则念, 大四六, 四五中, 我身即是大富盲儿, 具足无上法身财宝, 烦恼所益, 道眼未开, 要当修至, 终不放舍。 又念, 无量劫来, 其应何定? 岂可自宜, 失时失利。 人生难得, 不心难起, 莫以疑惑而自毁伤。 若遗失, 则念, 我今无智, 上圣大人皆求其法, 不取其人, 忠略, 长其恭敬三世如来。 失即未来诸佛, 云何身一耶。 若以法, 则念, 我法眼未开, 未别是非, 凭信而以。 佛法如海, 唯信能入。 弃此五概, 即能生起禅定正念。 磨合纸观卷四下, 纸观浮行传红绝卷四下, 四地禅门卷二, 纸观大义, 四教义急柱卷下末, 参阅, 五概, 一千一百九十四, 批五千零四十九。 气宗弄赞, 六百五十, 西藏明克里, 的, SRO, Pstonskampio, 又称双赞斯干普, 藏SRO, Pstonskampio, 气苏农赞, 松赞干部, 唐识西藏国王, 兴隆西藏佛教, 为妙殷七汉之子。 十六岁, 亦说十三岁, 即位, 姓骁勇, 多谋略。 贞观八年, 六百三十四, 潜时至长安朝贡, 后率兵二十万公松州, 为唐君所拜, 请婚于唐。 贞观十五年, 取唐宗室女文成公主, 推行汉化, 遣子弟入唐学习师, 书。 其后并取巴勒布国, 金尼伯尔, 公主波利库基, 范B.H.Q.I. 魏菲, 一说先取。 二公主各邪来佛像及经卷等, 西藏佛教婴儿大行。 父浅端美三菩提, 藏芳, 咪, 三, 后会等赴南印度习梵语, 传义禅经, 百败忏悔经, 三法云经等, 并以梵语谓本, 参浊西藏语运, 新智文字, 造身自著式及文法书。 此外, 赴格新必正, 制定新刑法, 广行实善之法。 高宗时, 受赴马兜卫, 封西海郡王。 永辉元年去世, 其生年不祥, 或为西元600年, 另说为627年。 后世传说王乃观世因菩萨化身, 而非与端美三菩提则分别被视为多罗菩萨, 文书菩萨之化身。 契宗弄赞王与其双提赞王, 藏克里, SRO, D, SAN, 其赖巴善王, 藏克里, RAO, PA, KAN, 为西藏史上之护教三王。 西藏观音经, 藏, 即为遵照其一命吉禄而成之西藏佛教圣典。 章索之论卷上, 大唐西玉求法高森传卷上, 唐书卷196上土翻传上, 新唐书卷216上土翻传上, 册府原规第979, 蒙古原流第2, 圣武纪第5, 蒙藏佛教史卷上, Ob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lletin, Stone, PART。 2, WW, Rock Hill Tibet, Sir at Kondragas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P5049, 契恩, 只舍弃世俗之恩爱。 朱金药吉卷四所引清信世度仁精仔, 若欲出家者, 本者俗福, 辞败父母尊亲后, 口中说祭道, 大五四, 二九中, 流转三界中, 恩爱不能脱, 弃恩入无畏, 真实报恩者, 说辞既已, 及脱俗福。 法院朱灵卷22T法部一层引用上文。 传光路卷上第十六组, P505050, 官文, 弥顾三界城, 悟顾十方空, 本来无东西, 何处有南北。 另据小丛林略青龟卷中在家宋王条所在, 官外画大元香, 于官盖或其棒书, 大八一, 七一零上, 初离生死, 入住涅槃, 既尽无畏, 旧尽安乐, 此四具各配于东, 西, 南, 北四方而书之。 P5050, 官果, 安置尸体之相分内外相, 其内相盛放尸体者称官, 套在官外之外相民果。 依常阿含经卷四所在, 世尊入涅槃时, 其弟子依准转伦圣王之葬法, 先以香汤洗玉其身, 后以心结聚集五百丈缠绕之, 纳于金官, 贯入麻油, 并置官于铁果之中, 再以沾檀香果为之, 积聚各种名香而行涂皮。 又聚贯顶经卷六种木因缘四方神咒经所在, 转伦王命终时, 以紫膜黄金、铁、 沾檀杂香等三种官甚至其身。 但印度之葬礼, 一般不用官果, 而直接焚烧, 或弃尸于林中、 水中等处。 我国应有后葬之俗, 故有官果之志。 据四分律形式超所在, 僧为用一种官, 不用外果, 一般在家种一同, 贵人则必用外果。 日本古代贵人之官, 常用二重或三种之外果, 亦有造实果已保存者。 靖范王班涅盘经, 佛班尼环经卷下, 家业赋佛涅盘经, 四分律山凡捕雀形式超卷下四瞻并送中篇, 四分律形式超资迟记卷下四, 佛祖统统计卷四, 世事要揽卷下, 淮南子弟十三犯论训, 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九周盘传, 第三十九王福传, 日本书记第九, 第二十七, P5051。 七辖寺, 位于江苏南京东北二十三公里设山中峰之西路, 右座七辖寺, 未江南著名古沙之一, 与荆州玉泉, 济南陵盐, 天台国卿, 并称四大丛林, 摄山又称涅山, 摄岭, 七辖山, 山多产药材, 十之可以摄身, 故称摄山, 又其形状如伞, 亦称伞山, 其中风亦然着力, 左右诸山环抱如拱。 据梁高森船卷八法渡船, 城市中上书令将总持之设山西辖寺碑名等所在, 留宋明帝太史年中, 处世明森少, 及明真君, 隐居此山, 结草眼, 凡二十余年。 时有法渡自黄龙来游, 与森少盗契圣后。 森少去世后, 法渡以其宅为四, 号七霞经舍。 世卫七霞四之起源。 初, 森少梦言间有如来之光彩, 拟造佛枯, 为果。 其次子重张四其一致, 于西风时必开凿堪枯, 与法渡共同铸造无量寿佛作像, 高三丈一尺五寸, 通作四丈, 并捐造二菩萨像, 高三丈三寸, 唐代明真君碑则严重张造世家相, 法渡令造石余堪。 南齐文会太子, 豫章文献王等人各式财获, 共成福业。 宋太宰江夏王或姬等一师自财, 琢磨巨石。 梁武帝天间十年, 五百一十一, 凌川敬会王富家迎世, 客臣亿万化身, 至未著名之千博言。 即时, 有高利辽东人森朗至此, 师氏法度。 后领山寺, 通华言, 三论, 称江南三论宗出祖, 梁武帝尤尊崇之。 唐高祖时, 曾治范语四十九所, 改称公德四。 高宗时, 改称一军七霞四, 慧昌年中, 一度备备, 重建后浩妙英四。 其后四号叠经变更, 明洪五二十五年, 一千三百九十二, 赋称七霞四。 清末, 毁于太平君之意。 民国初年, 中央禅师众四语, 规模宏伟, 虽不及旧时, 然人为南京名差。 寺中有八角五层石塔, 千佛言, 天开言等其盛。 五层塔系随文帝人寿元年, 六百零一, 初所建设立塔之一, 后堂时再建。 自积坛至塔身皆有雕饰, 及经历巧制。 由乙积坛与木刻有释迦八相成道之阳刻, 守法颇为精妙。 千佛言在四之后方, 中央大佛堪内有大十佛, 及重章, 法度共造之无量寿佛。 大佛堪东方有四堪相列, 西方约有二十石窟, 内部皆刻佛像, 罗汉, 仁王, 天部等。 除大佛堪外, 其余石窟, 佛堪共有二百余个, 造相五百余尊, 大多为唐代开凿。 千佛言石窟之规模教大同, 龙门石窟未小, 精致意不及, 为该石窟系目前已知为一知南朝石窟, 故在佛教艺术史上颇为珍贵。 四门外有上元三年, 六百七十六, 所致明真君碑, 明系高宗玉智, 碑文为唐代书法明家高正成所写, 为江南古碑之一。 七辖寺后方约二公里处, 有天开言, 据传, 为明代元了凡从云古法会受功过格之故旨。 梁高森传卷八, 广宏明集卷十七, 续高森传卷七, 卷十, 卷二十, 卷二十五, 法院朱陵卷三, 法华玄义士千卷十九, 宋高森传卷十七, 佛祖统计卷六, 士士姬古略续集卷三, 大明高森传卷四, 精灵泛沙制卷四, 涉山制, 光续精灵所制, 南朝佛四至卷下, 古经图书集成山川点第八十二, 直方点第六六一, P五千零五十一。 七岩四塔, 四位于山西永济县城西南二十公里中条山巅, 建于北周建德年间, 五百七十二, 五百七十七, 出名陵居寺, 随仁寿元年, 六百零一, 改经名。 同年, 随文帝奉宋设立至三十周, 照令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 此四即为其一。 随堂之计, 四旷集圣, 宋以后各代旅有修器, 并于山巅, 山腰, 山路分至上, 中, 下三四。 对日抗战十四与被毁, 唯存仁寿二年所立设立塔名碑及二十六座砖塔, 其中堂, 五代, 宋塔各一座, 圆塔二座, 明清塔二十一座。 除宋塔外, 其余皆为禅师塔。 大禅师塔建于唐天堡十三年, 七百五十四, 圆形石星, 高八公尺, 基座站塔身之半, 正面设甲门, 背面相有塔名, 五代石塔建于后唐铜光三年, 九百二十五, 单层, 高三公尺半, 平面八角, 基座竖腰, 塔身中空, 正面雕二金刚像, 侧面雕陀罗尼金, 雕宫秀美, 宋代设立塔位密岩式, 平面六角形, 五层, 高十七公尺, 第一层特高, 沿下仿木构建筑雕豆拱及飞船, 二层以上叠色出岩, 简洁庄重, 圆塔位二层, 平面六角形, 高六公尺, 座位须迷逝, 塔身雕甲门窗, 明清各塔比例和谐, 雕造富丽, 与此处远可跳望黄河波涛, 竟可敬揽群塔耸立, 及复古去, P5052, 邦教, 西藏明邦, Pio, 为佛教传入西藏以前, 西藏人所信仰之原始宗教, 属萨满教, Shamanism, 之一派, 又称笨教, 笨波教, 泛教, 凡教, 俗称黑教, 即行灵魂碎败, 咒术, 牺牲供养之民间信仰, 依西藏传说, 开祖位学拉巴, 藏称, 最初流行于后藏阿里一带, 后自西自东传步至西藏各地, 重奉天地, 山林, 水泽之神鬼精灵及自然物, 认为宇宙间存在无数灵魂, 能显现及凶福或, 故须向精灵祈祷, 祈求狼哉招福, 又因精灵依存于时, 被, 古等物体中, 故产生诸物崇拜之观念, 重视祭祀, 跳神, 占卜, 狼解等, 相信乌僧为人与精灵间之媒介, 故认为乌僧能做预言。 在土藩王朝前期, 邦教占有统治地位。 七世纪中叶, 佛教自印度尼伯尔传入后, 邦教曾与佛教长期对抗。 八世纪后, 由于土藩王世新佛义邦, 势力见衰。 后邦教吸收佛教部分教义, 改佛经为邦经, 繁衍教理教义, 成为类似西藏佛教之教派。 邦教应受佛教教义及信仰形式之影响, 区化为新旧两期, 以前之形态为原始邦教, 以后则为组织邦教, 及组织教义, 做成圣典。 论述邦教修行理论之经典有十万白龙, 十万黑龙, 十万斑龙三步。 藏族一般对受佛教影响教身, 变化教大致邦教, 称为白笨波, 对处于偏僻地区, 保留原来特点教多者, 称为黑笨波。 15世纪初, 宗喀巴成立皇教后, 势力挤达全藏, 邦教势力仅残存于西藏东部及北方边地 游牧民族之间。 现今西藏人信奉之喇嘛教, 虽说其特色乃佛教吸收邦教之成分, 而邦教亦以佛教充实自己, 然时至上两者仍俨然对立。 唐书卷196图翻传, 白琉璃论, Vaibriakr, Pio, 十万宝照, My, Bka, 邦, 西藏文化新研究, 青木文教, Chapter, Bel the Religion of Tibet, 乔本光宝义, 西藏喇嘛教, 参阅, 萨满教, 6603, P5053。 邦赫, 禅宗祖师皆化弟子之方式。 禅家宗将皆引学人时, 未杜绝其虚妄思维或考验其物境, 或用邦打, 或大喝一声, 以暗示与其物对方。 碧言录第二则, 大四八, 一四一中, 直饶邦如雨点, 喝四雷奔, 也未当得向上宗臣中式, 相传邦之师用, 始于唐代德山宣建与黄博西运, 喝之师用, 始于灵济一玄, 或为马祖道一。 以德山善用邦, 灵济善用喝, 故有, 德山邦, 灵济喝, 之称, 以后禅师皆饮学人, 多磅喝教师, 无非欲见此促人觉悟。 后世对警醒人之执迷不悟, 称为当头磅喝。 据武家宗旨转要所在, 万序一一四, 二五四上, 灵济加封, 拳击待用, 磅喝其师, 灵济宗时祖义玄禅师受黄博之影响, 有所谓四喝八磅。 八磅, 即, 一, 处令之玄磅, 未罚磅。 二, 接机从镇磅, 未从镇之磅。 三, 靠玄商镇磅, 未罚磅。 四, 应顺宗旨磅, 即应镇来机, 未赏磅。 五, 取焰虚实磅, 即一剑便打, 是学人修行之虚实, 无关赏罚。 六, 盲家瞎磅, 即盲目乱打, 此为宗师之过。 七, 苦则于吃磅, 与前者相反, 乃苦则学人。 八, 扫除凡胜磅, 未至高之正磅。 四喝, 即, 一, 一喝如金刚宝剑, 有斩除情结之作用。 二, 一喝如巨的狮子, 有喝祖情结之作用。 三, 一喝如炭干饮草, 有勘验学人之作用。 四, 一喝不做一喝用, 有不敢触慧之作用。 P5054 植物崇拜, 属自然崇拜之一种。 始于后期自然宗教。 其中大部分未进入农耕时其原始社会意识之反应。 多数初期农业社会均有对古灵之崇拜。 英国弗雷策尔, James George Fraser, 1854, 1941, 与所者经之, The Golden Bow, 一书中, 有二卷收录各民族之职务崇拜。 我国瑶族与布朗族亦分别有对古神与古魂之信仰与祭祀仪式。 而对各种圣树之崇拜可能出现得更早, 甚至于采集经济时期即已发生, 对某些能解渴食果实之树的崇拜尤其如此。 此外, 于许多原始社会之图腾崇拜中, 亦普遍存在对某些树木花草, 视为与本族起源有关之现象。 P5054, 其盘迁佛洞, 位于新疆叶陈县陈西南。 为我国最西部迁佛洞之一。 开凿于西辽时代, 既有十窟, 各窟分开, 仅有一事, 成长方形。 窟最大者, 长4.4公尺, 宽3.9公尺, 最小者仅2平方公尺, 洞内遗物不多, 最高之两窟, 残存有部分壁画, 但已模糊不清, 仅能见到佛像面部之背光和竖颈等残部。 附近曾出土有捐刻汉文与阿拉伯文之同壁, 单耳罐, 双耳红桃罐, 石墨盘等。 P5,054。 森本审念, 1889, 1984, 日本佛教学者。 大阪士人。 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 为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门下之禅者, 与九松报时并称以时, 曾以居士之身参禅于向国寺独山,并入大根禅师之誓,得其应可而四法。 士号校慕尔士士, 以校文明, 士策老母多年。 曾于述所大学执教,后入庙新四派森吉。 在京都禅界中,以德行扬名于十。 P5,055。 森林书, 士者所读诵, 知义未明。 戏公婆罗门或沙蒂利等上层种姓之婆罗门教徒过隐居生活时学习之用, 为梵书之附属部分。 此书与奥义书可谓梵书之续编。 主要内容在阐述祭祀理论, 以及人与自然, 神等关系之哲学问题, 其说优为, 在性质及形式上与梵书无大差别。 现存之森林书有广森林书, 这姑是森林书, 她是森林书, 教师多基森林书等四种。 后一种森林书共分三章, 第三章为教师多基奥义书。 P5,055。 彭经,日本佛教用语。 幼座彭行。 即每年7月或8月13日至15日, 举行于蓝彭会时, 各家于佛谈精灵彭之前, 请僧诵经, 以迎请祭祀祖先之精灵, 称为彭经。 此系秦于德川时代之宗门改, 禁止基督教信仰所设立之制度, 当时产生四森一一力巡, 至各所属谈家、信徒、 读经之风席。 参阅于蓝彭, 3454, P5055。 追尾彭框, 1876、 1971, 日本佛教学者, 爱之县人, 东京大学哲学科宗教学毕业, 历任进土东大学, 早稻田大学, 本大学, 大学, 正大学讲师, 教授, 而有教教典概说, 教哲学, 追尾辩框选及识卷等书。 P5055。 据费陀, 范明G. 非得, 亦按宋论, 作明时说, 凡时卷, 又作离聚废陀, 和利皮陀, 亦利皮陀。 为印度最古之典籍, 婆罗门教根本圣典四废陀之一。 离聚, 为光辉之义。 所在多位亚利安族颂神之赞歌, 非由义人所作, 亦非义时所成。 其中卷九乃收集苏魔祭之赞歌, 而成。 约完成于西元前1400年至前1000年左右, 现存之离聚废陀约于前1000年至前800年间形成。 赞歌凡1017篇, 后增补11篇, 合计1028篇, 其总数位10580首。 本书为最早之废陀本集, 其他三废陀中亦有引用本书或有本书改作者。 参阅, 四废陀, 1695, 废陀, 2820, P5055。 黎师达多富纳罗, 黎师达多, 巴利名埃瑟德塔, 意义先兽, 先师, 先鱼, 意指从仙人处求得之子, 富纳罗, 巴利名Puray, 右座布罗拿, 富兰娜, 意义宿舅, 舅, 为黎师达多之兄。 此兄弟二人, 系佛是中印度波斯密王之大臣, 为居萨罗国之首父, 然能于佛籍四不重等共予受用, 而不济我所。 巨杂阿含经卷三十五载, 富兰娜专修范行, 黎御清静, 不着香滑, 远诸凡彼, 故以持戒为圣, 黎师达多不专经范行, 然其智族达四圣地, 故以智慧为圣。 其后命中, 佛继二人亦为持戒圣, 亦为智慧圣, 于后世的司陀汗果, 生于兜律天。 又巨巨德经载, 先授与布罗拿同位佛之幽婆塞弟子。 杂阿含经卷三十, P5056。 魂轮, 禅灵用语。 又作魂轮, 混轮, 古轮, 魂轮, 狐轮, 昆轮。 原指天地未形成前, 阴阳未分, 暗黑不明, 一团迷蒙浑浊之状态, 禅灵中, 转之不分明, 浑然一片, 或物之不可分, 又指无差别而平等之真性。 最早出于列子天瑞篇, 气形直聚而未相离, 故约魂轮。 灵济会照禅师与路, 大四七, 504上, 师见僧来, 展开两手, 僧无语。 师云, 会魔, 云, 不会, 师云, 魂轮波不开, 语而两闻前。 其中, 魂轮波不开, 亦语, 亦为魂轮山, 昆轮山, 波分不开, 表示一切人间之分别作为皆无施展之余地, 又未骂人无从着手之余。 盖, 魂轮, 又用, 昆轮, 二字, 故语, 昆轮山, 长相混用。 昆轮山在西域, 未传说中之灵山, 盛产美玉, 黄河发源于此。 又未传说中西王母之住处, 经新江河田南方, 西藏北方耸立之山脉, 称为昆轮山。 禅宗用此表示佛法之奥底, 根本。 虚唐路卷三, 大四七, 一零零五下, 亦称南无佛, 皆已成佛道, 若说到金轮水济昆轮山郊, 宫归合索。 P5056。 渡边海叙, 1872, 1933, 日本净土宗森, 东京人, 浩湖岳, 曾留学德国, 研究梵语, 藏语, 巴黎语等, 并专攻比较宗教学, 普贤行愿赞。 明治四十三年, 1910, 返国, 任教育大正, 东阳大学。 与高南顺次郎共同兼修大正新修大藏经, 并教定梵文普贤菩萨行愿赞, Badra, Kar, PRADNA, 1905, 对佛教贡献甚多。 又致力于教育工作与社会事业, 设立净土宗劳共济会。 著作有欧米佛教, 以稿集为胡悦全集二卷。 胡悦全集卷下, P5057。 杜鞭雄, 1893, 1978, 日本佛教学者。 岛根县人。 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毕业, 并留学欧洲。 归国后, 先后任教东阳、 居泽、 日本、 千叶等大学。 这有小成教, 上代教思想史, 有部阿皮达摩研究, 根本佛教精神, Fourts等书。 P5057。 杜鞭赵宏, 1907, 1977, 日本佛教学者。 东京人。 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科毕业, 留学德国, 专攻印度原典学。 归国后先后任教制山专门学校, 东阳大学, 九州大学。 是具有丰富的文献学知识, 平身致力于佛典之翻译与教定。 这有教, 死后世界, 心事遵传, 设真实论并研究。 P5057。 游仙寺, 位于山西高平县城南十公里游仙山路。 四英山的名。 四周环境优雅, 山门壮丽, 有前殿, 中殿及七佛殿, 两厢有配殿, 香房。 始建于北宋纯化年间, 990、994, 经、元、明、 清各代旅有增修。 现存前殿仍为北宋遗物, 中殿建于京代, 乃宋, 金木构建筑中之家座。 寺外东山坡上有八角七极砖塔一座, 乃元代至元七年, 1270, 所建。 P5057。 游祥周, 1947, 台湾宜兰人。 出生于佛化家庭, 自幼及皈依, 法名形如, 浩天俊。 先后研学于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 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 常清静方东美教授等人, 并以, 十八空之研究, 义文获得博士学位。 常于班若, 中关学系之研究。 近年来多次在国内外讲述大制度论。 这有先有鸡或先有淡, 论龙术与森兆二大士对班若经甲民官的产阳及其现代意义等论文多篇, 发表于国内各佛教刊物与学报。 曾任教育台大哲学系, 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 中国文化大学。 并当选世界佛教青年会,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 Youth, 副会长, 兼任教育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 于74年, 1985, 荣获中央党部华夏二等勋章。 P5058 尤曾地狱, 又作尤曾地狱。 即附属于巴热地狱之小地狱。 八热地狱为大地狱, 每一大地狱各有十六小地狱。 集于各大地狱域臣之四面门外, 各有唐威增、 师分增、 丰刃增、 列合增四处, 共计十六处, 称为十六游增地狱。 八大热地狱何为一百二十八游增地狱? 有罪业者有此地狱, 被增苦恼, 故名犹增。 据社论卷十一, 大二九, 五八中, 十六增者, 八纳洛家四面门外各有四所, 中略, 四面各四增, 故延接十六。 此事增上被刑害所, 故说名增。 本地狱中是被害以, 众遭害故。 有说有情从地狱出, 更遭此苦, 故说未增。 参阅, 地狱, 两千三百一十一, 批五千零五十八。 永泉寺, 位于福州古山白云丰路。 唐末, 周人于山卢墓, 至满差卢, 有泉永出。 山中原有华炎寺, 聚传其地有坛, 坛中有独龙, 唐建中四年, 七百八十三, 林乔宋华炎金竹之, 岁建四语, 称华炎寺, 余慧昌法南时荒废。 后梁开平二年, 九百零八, 敏王王省之仲兴, 称永泉寺, 雪丰一存之法寺 神燕禅师主之, 扩建殿寮, 岁成丛林。 宋真宗赐俄, 永泉禅院, 明永乐五年, 一千四百零七, 改称魏寺。 永绝元贤, 魏灵道配阶曾助悉于此。 本寺契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魏东南第一禅沙。 寺中之建筑, 随山市布局, 的天然行圣。 规模宏伟, 列为福州五大禅寺之一。 另有著名之十八景, 如庚一亭, 回龙阁, 喝水盐, 半山亭等。 四乙藏经, 藏版著称, 有明代南北藏, 清代隆藏等, 即康熙初年道配索者大放广佛华严经转要一二零卷雕版, 即二四零零片, 为我国佛典古版收藏之宝库。 古山制卷二, 福建通制卷二六四, 大清一统制卷三二六, 参阅, 古山, 五千七百一十三, 批五千零五十八。 占山寺, 位于山东青岛东部, 占山西南太平山东路。 唐须建于民国二十三年, 一千九百三十四, 占地约一百五十公亩, 为青岛市区唯一之佛寺。 寺前有石器莲花放生池。 内有大雄宝殿, 三圣殿, 天王殿及客舍, 殿后卫藏经楼, 内藏佛经六千余侧及古代佛像若干尊。 寺后东侧小山有八角七层之砖塔。 寺南濒临大海, 东、西、 北三面, 分别平列福山、 湛山、 太平山、 燕兰变幻, 为青岛石井之一, 是称, 湛山清凡。 P五千零五十九。 湛海, 一千六百二十九, 一千七百一十六, 日本真言宗森。 一是, 三仲县, 人, 俗姓山田。 自宝山, 如来房。 苦学于江户, 京都, 高野山。 其后于大河, 奈良县, 创建宝山寺, 刻造五大明王像, 不动明王像。 于当时摔腿之造像风气中, 以写石风格表现出力感为其特色。 想宝元年世纪, 世寿八十八。 曾从龙禅寿船券修四流, 静得运傲。 其法流称卫生居方。 日本高森船卷十一, 批五千零五十九。 湛然, 七百一十一, 七百八十二, 唐代森。 天台宗第九祖。 常州京西, 江苏宜兴, 人, 俗姓七。 家世夜如, 而读好佛法。 十七岁从京华方言, 又作方言, 受天台旨观。 二十岁入左西玄朗之门, 研习天台宗教义, 静得其学。 三十八岁于宜兴敬乐寺出家, 又至越州从谈义学律, 后于吴俊开源寺讲摩喝旨观。 玄朗世纪后, 诗济其席, 以忠心天台宗自认, 提出无情有性之说, 主张牧师等无情之物亦有佛性, 发展天台教义。 立柱兰陵, 清凉诛沙, 所至之处, 四众仅从, 得欲广备。 烟宝大力年, 玄宗, 宿宗, 拜宗幽赵连珍, 皆称吉布九。 晚年居于天台国清寺, 建宗三年二月, 是寄于佛龙道场, 是寿七十二, 法腊四十三。 地诈塑, 伟传碑名。 知为天台宗忠心之祖, 是真经西尊者, 妙月大师, 又称祭主法师。 北宋开宝年中, 无越望前世追世, 原通尊者, 知好。 第九道, 罪, 武门, 元昊, 刑满, 制度, 法语等三十人。 生平传述宏弘复, 主要著作有法华精玄义士千十卷, 法华文具记十卷, 指观服行传红绝十卷, 指观搜药记十卷, 指观意义一卷, 金刚批论一卷, 法华三昧补助一卷, 始终心药一卷, 十步二门一卷等, 均行于事。 宋高僧传卷六, 佛祖统计卷七, 卷十, 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卷四十九, 卷五十三,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 天台九祖传, P5059。 占然居士, 一千一百九十, 一千两百四十四, 辽东丹王突豫之后裔, 魏万松行秀之法寺, 初信耶律, 后改一拉, 自处才, 法会从元, 好占然居士, 十三岁学诗书, 十七岁举进士, 金真佑二年, 一千两百一十四, 举左右丝园外郎, 初从金师圣安四臣参禅, 吕蒙许可, 及臣老, 丙命李叶万松行秀, 参丘三年, 得其应可, 加定十六年, 一千两百二十三, 五月, 行秀一战然之劝请, 转从荣禄六卷, 一年, 湛然加续而堪行之, 曾是元氏祖, 于氏祖欲举兵西针之计, 以洞兵犯不杀戒非此忍行而见止之, 纯又四年末, 是寿五十五, 这有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西游禄一卷等, 从荣禄续, 五灯全书卷六十一元文类卷五十七神道碑, 元氏卷一四六, 新元氏卷一二七, 批五千零六十, 湛然禅师凯古录, 请参阅凯古录, 战庆, 一千两百五十六, 日本佛像师, 京都人, 魏运庆之长子, 通称伟章法印, 可确定之作品有三十三尖堂之本尊, 雪兮四支皮沙门天等, 功力虽不及乃富, 但父子二仁仁共领连仓出旗帜中旗之雕刻戒, 而并称, 运战二庆, 建长八年末, 年寿不详, 明月季, P五千零六十, 湖山大佛寺, 位于台湾云林斗六镇, 康熙六年, 一千六百六十七, 灵性信徒于山中严碧提, 南无观音佛祖, 六字, 朝夕摩拜, 十传灵异, 雍正三年, 一千七百二十五, 始建唐宇, 朝拜者日众, 民国四十九年, 一千九百六十, 地方市深敦聘名移民届二师来四任住持, 十年之中, 增建讲堂, 课堂, 客房, 及宏伟之大雄宝殿, 六十五年创办辞英幼志园, 四周环境优美, 使湖山延成为云林名胜之一, P五千零六十, 湖南海众, 指广集于湖南一带, 接受石头西千禅师教化之修行僧, 石头西千为我国唐代南宗禅清原行司系统下之大禅师, 天保年间, 七百四十二, 七百五十五, 于湖南横山大洋宗峰, 远近之修行僧云集, 成为当时湖南一的支教化中心, 禅林间乃有, 湖南海众, 亦称, 与之相对者, 为, 江西云纳, 即指广集于江西一带, 接受马祖道一教化之修行僧, 马祖道一为南宗禅南岳怀让系统下之大禅师, 天保年间至真元四年, 七百八十八, 先后居于江西新开寺, 西里山, 公公山, 开元寺, 宝峰寺等道场禅阳禅止, 四方云纳丰丛, 而与湖南之石头西千同被誉为禅林双臂, 宋高森传卷九, 卷十, 景德传登陆卷六, 卷十四, 祖堂级卷四, P5061, 香山寺, 宜位于广西全县城西一公里, 俗称寿佛寺, 建于堂贤通二年, 八百六十一, 今以清品, 寺前有衣石雕城, 寺之鸟寿丛鱼等艺术品, 寺后有无量寿佛塔, 樊七层, 塔顶位同柱葫芦顶, 高耸入云, 山巅有飞来时, 传说自罗浮山飞来, 东有喜岩及转身岩等圣祭, 二位于贵州遵义, 四指元系元大德年间, 一千两百九十七, 一千三百零六, 新建之户国寺, 后悔, 清代及于旧旨重修, 改为金明。 分前, 中, 后三殿, 并有左右相防及回廊。 山间两侧处立七级浮屠五座, 宏伟壮观, 结构大体相同, 风格因时而异, 各具特色。 三位于湖南陵县城西半公里, 本寺小巧玲珑, 砖木结构, 始建年代不可考, 自其形至极其上部之永怀塔, 建于清康熙二十四年, 来看, 当为三百余年之遗物。 塔位砖石索契, 七级, 六角石星, 俊俏挺秀。 P5061 简节, 增节, 之对称。 即人寿每百年减一岁, 由八万岁减至十岁所需之时间。 佛教之世界观, 认为以人间世界为中心之宇宙有成, 住, 坏, 空四大节, 各大节又由二十中节所成。 依小臣之说, 住节二十中节之第一节中, 以人积及恶业之故, 人寿每百年减一岁, 由八万岁减至十岁, 称为减节。 其后十八节之各节中, 人寿由十岁增至八万岁, 赋由八万岁减至十岁, 此时其称为增减节。 第二十节中, 人寿再由十岁增至八万岁, 称为增节。 大臣则认为二十中节各有增减, 即以中节各位唯一之增减节。 大批菩萨论卷一三五, 巨舍认卷十二, 法院诸林卷一, 参阅, 节, 两千八百一十一, 批五千零六十一。 简直, 增直, 之对称。 即忘直诸法位空无之见解。 盖若自佛教中道之理观之, 凡主张诸法位时有者, 即称为增值, 此乃因此类偏执多。 由于忘自增益诸法自身原本所具之意义价值, 故是诸法之存在位绝对者, 时有者, 反之, 由于忘自减损诸法自身原本所具之意义价值, 则亦陷入, 偏空, 之执着, 故称简直。 参阅, 二执, 两百一十, 批五千零六十一。 简缘简行, 只身闻之仁于见到以前之中仁为, 四地简所愿之观境与能愿之行相, 而观四地之礼。 小陈修道阶位上, 仁为共分上, 中, 下三个阶段, 在中仁为以十六行相观四地, 依此四地缩观之观法, 称为简缘简行。 缘, 为所愿之意, 只观之对境, 即为四地。 三界分为上, 色界, 无色界, 下, 欲界, 两界, 于上下两界中各观四地, 合为八地, 即八缘。 行, 为形象之意, 即观四地之状态, 四地各具有四行相, 故共计有十六形相。 即, 在苦地有非常, 苦, 空, 非我等四行相, 即地有阴, 即, 深, 远等四行相, 灭地有灭, 静, 妙, 离等四行相, 道地有道, 如, 行, 出等四行相。 上下八地共为三十二行相。 下忍位与其前之宣, 顶二位相同, 需修上下八地三十二行相, 至中忍位使用缩关法, 渐渐渐略, 直至紧留一行二刹那关, 称为中忍满。 中忍位以前, 官由未成熟, 故不能作缩关, 中忍位以后之上忍位, 是第一法, 皆以一行一刹那关而无间入于正道, 以为唯一刹那, 故无从修减略之法。 故缩关法唯有中忍位适用。 在中忍位所以要减缘减行, 即将作去入见道之准备, 方便加行, 故须见次缩小关之范围, 以使关至猛力, 而生起无漏真振, 直达见道之结尾。 其简略之顺序, 第一周先以非常、苦、空、 非我四行相关欲界之苦地, 负以此四行相关上界之苦地, 其次以阴, 即、身、 原四行相关欲界之极地, 负以此四行相关上界之极地。 如是关欲界之灭地, 上界之灭地, 乃至以道, 如, 行三行相关上界之道地, 至此, 简略, 出, 之一行相, 即为简行, 为第一周。 从第二周以下, 同样以关欲界之苦地位时, 至最后以道, 如二行相关上界之道地, 再简, 行, 之一行相。 如是见次简一行相, 至第四周又从欲界苦地开始, 再见次关至上界道地时, 简略, 道, 之形相。 至此上界道地下之关行皆已简除, 故称简圆。 在简圆时, 圆亦有简行, 但已设于简圆中, 故不称简行。 如是依序而关, 于第四、 八、 十二、 十六、 二十、 二十四、 二十八等七周简圆, 而于其他之二十四周简行, 此位七周简圆, 二十四周简行。 至第三十一周复可简三二行, 简中之三十一行相, 而仅存有欲界苦地下之, 非常, 一行相。 换言之, 第三十一周止关欲界苦地之, 非常, 行相, 其后则重新关欲界苦地下之, 常, 一行相, 而至中忍畏。 其余三十一周简流, 非常, 一行相不简。 如法治, 苦法治, 以审律语军的二那之, 之心, 坐, 非常, 之行相而关欲界之苦地, 称为中忍满。 一集中忍之位细致一行二刹那而满, 自此开始, 无间生起善根, 仅以一那之, 之心, 关欲界之苦, 行相而入于上忍畏, 又于此无间之刹那中, 关欲界之苦, 行相, 圆满忍畏而入于是第一法之位, 由是更正成苦法忍, 苦法治之位。 是知词上忍于是第一法, 苦法忍, 苦法治等四位, 皆是同一所愿且同一行相, 一集紧留, 苦, 之形相。 然大臣一章卷十一, 据舍论诵书卷二十三, 法华玄义是千卷三上等诸书以, 二行二刹那, 之心来关欲界之苦, 而称之为终忍满。 于此, 古来说法分云, 或以留, 非常, 一向者为二行二刹那, 而留其于三行相中之刃一行相者为一行二刹那, 或为正观, 简闷之故, 故称二行, 或为旧, 习修, 与, 得修, 二者而称二行。 要知, 一行二刹那之说, 在大皮婆沙论以后, 即为小臣之定说, 而所谓二行二刹那则不免勿谬, 其, 二行, 一词, 恐隙, 一行, 知误写, 后人不察, 妄社会事, 久知, 其说乃一家分乱。 阿皮谈皮婆沙论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五, 巨舍论卷二十三, 阿皮达摩顺政理论卷六十一, 显宗论卷三十, 法华悬议卷三, 巨舍论光记卷二十三, 皮五千零六十二。 汤用童, 一千八百九十二, 一千九百六十五, 甘肃人, 一说湖北黄梅人, 自西语, 为学术界研究中国佛教史学之泰斗, 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 历任北京、中央、 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 及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精通梵文、 巴黎文、 英文、 日文、 淑安东西哲学与文学, 曾在南京之纳内学院清静为史学大师欧阳建。 其佛学造语深战, 意理, 史学皆通达。 又锁着汉卫两境南北朝佛教史, 往日杂稿, 魏靖玄学论稿, 印度哲学史略等书, 皆为学术界之上成作品。 其中, 由以汉卫两境南北朝佛教史取材丰富, 方法严谨, 在考证, 亦理上颇多创建, 及受国际学界重视。 P5063 汤泉三元, 据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二所在, 中天竹家圣国王问婆舍斯多尊者泉水热如汤之原因, 尊者已如下三元作答, 即, 一, 神业, 为神不守其道, 望作或福以去享四, 二夜灌淫, 故使其煎灼泉水, 以偿烂计之过。 二, 鬼夜, 为鬼于出离罪所而由于人间时, 以其所于之夜力煎灼泉水, 以偿宿寨。 三, 热食, 为热食之色如金, 其性肠盐, 至使所出之泉水热如汤。 批五千零六十三。 汤头, 禅灵中, 掌里茶汤, 药汤之之称。 十夕新月禅师与鹿卷下正汤头条, 万序一二三, 六四上, 甜四黄莲为带色, 苦如甘草略寒心, 一回点过一回别, 只恐难满无蛇人。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批五千零六十四。 汤药侍者, 禅灵五侍者之一。 又称是药。 汤药, 止汤果, 药食。 即是后方杖饭食汤药之之称。 巨赤修百杖清规卷四两序张西序头首侍者调所在, 汤药侍者朝目供奉方杖之汤药, 应皆于左右, 左助医侍者, 辅恤尽士之行仆。 又若暂缺侍者, 有克制, 凡通妇, 烧香等事, 或缺人回向时, 汤药侍者皆应助理设行。 一般均以年状谨慎而赋予经验者担任之。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批五千零六十四。 汤冠, 又称玉王。 止入关前, 以温汤为死者喜玉之仪式。 巨赤修百杖清规卷三注持张千画条所在, 小诗、 试者、 清随人等安排喜玉, 这依敬法, 而后入刊。 童书卷六王森条载, 差人勘与玉传, 安排玉王, 玉碧, 敬法事玉, 浊良依贝, 与敬法人守经, 为纳提督为其者一入勘。 南史卷七十六桃红锦传有, 以令不须沐浴, 知语, 可知欲亡之一事, 自古有之。 关于替法, 应在家众生前虽欲替染, 然未俗缘所系, 未能出家, 受戒, 故于临终时, 替法并受法明, 表沙门之威夷, 以遂平身之愿。 P5064 可养, 热切仰望之乙, 即止因妾之私慕与敬仰, 如可者之欲饮水。 经典中常用以形容对佛, 法之仰慕。 中阿含卷九玉家长者经, 大一, 四七九下, 二十, 世尊未必说法, 劝发可养, 成就欢喜, 法华经卷五如来受量平, 大九, 四三上, 朱比丘。 如来难可得见, 思众生等文如是语, 必当身于难遭玉之想, 心怀恋目, 可养于佛, 便种善根。 又如安乐极卷上, 大四七, 四下, 听者端是如可饮, 一心入于语意中, 文法踊跃心悲喜, 如是知人应未说, 亦表示文法之义, 即指信前求道之心且。 此外, 有可养之念而汉守文法, 称为可养守, 为, 解脱而, 之对称。 中阿含卷四十八牛角缩罗林经, 大班涅槃经卷一高森法显传, P5064。 可爱, 非常爱慕之乙, 比喻凡夫息求爱乐之迷情, 如可者之求水。 天品妙法莲华经卷三, 大九, 一五四上, 比丈夫受其意义, 即行出家, 助空闲处, 专守一心, 断世可爱, 得五神通, 说无构称经卷一方便善巧评, 大一四五六零下, 是生如阳燕, 从诸烦恼可爱所生, 说无构称经书卷三本, 大三八一零三九中, 如春阳言, 遥看似水, 诸热可恼露, 多奔去之, 非水水响, 明可爱生。 诸有未生, 从诸烦恼可爱所生, 亦复如是。 上瘾天平妙法莲华精, 可爱, 知泛与未踢, 八TH, 藏SREIT, 怕, 有可, 欲望, 贪欲, 性爱等意, 或意味爱, 乃十二元起之一。 华手经卷七回坏品, 卷八逆顺品, 唯摩洁所说经卷上方便品, 助唯摩洁经卷二, 参阅, 爱, 五千四百五十七, P五千零六十四。 可树罗树, 可树罗, 范语卡JRA, 又作窃树罗树, 与波斯藻同类, 或味即为波斯藻。 属棕驴科, 学名PHOENIX SILPHISTRUS, 叶成至尺状, 宛如焰鱼至叶而较粗短, 果实未美, 带如指头。 其树枝枝叶可酿酒, 即可树罗浆, 范卡JRA, ROZA。 根本说一切有不百一节魔卷五列举更要八种浆, 其中第八种味可树罗浆。 据童书之著文所在, 大二四, 四七八上, 行如小枣, 色而且甜, 出波斯国, 中方亦有, 其味烧书, 其树独生, 壮如驴, 其果多有江, 至番于十, 人名为波斯藻, 其味颇与甘相似。 金光明罪圣王金卷仪惠灵因一卷二十九, P5065。 燕, 为涅槃之意称, 又作炎。 如来度众生之机缘寂静, 即入于涅槃。 故及脱心静火随灭, 而称涅槃为炎。 称涅槃经为炎经, 称西弹字中之, 涅槃典, 魏延典。 涉大臣论事卷时, 玄葬义, P5065。 燕口, 一恶鬼明。 又称燕口, 面燃。 其体枯寿, 燕戏如针, 口吐火焰。 以身前千令之故, 遂有此一果报。 曾于阿南入定中显现, 并因而成为佛教, 放燕口, 一世之缘起。 燕口恶鬼经, 二为一种根据旧把燕口恶鬼陀罗尼经而举行之施食恶鬼之法式。 该把慧系以恶鬼道众生为主要施食对象, 施放燕口, 则恶鬼皆得超度。 亦未对死者追见的佛事之一。 又坐放燕口。 习时, 阿南于林中显定, 见一恶鬼, 名为燕口, 形容忽稿, 面貌丑恶, 头发散乱, 找甲长力, 腹带如山, 喉戏如针, 面上喷火, 阿南害儿问其故, 恶鬼告以身前居心千令, 贪不知足, 故死后度入恶鬼道中, 便是身形, 常年受恶, 备受诸苦。 恶鬼父为阿南三日后亦当令静, 夺恶鬼道。 阿南大经, 即至佛前哀求救度, 佛乃未说燕口经及施食之法, 为其若能施饮食于恒河杀树恶鬼及诸仙等, 非但不落此道, 且能延年益寿, 诸鬼神常来用。 拥护, 欲世吉祥。 其法于诸经所载, 有祥略之别。 据旧拔艳口恶鬼陀罗尼经载, 于一切食, 取一净气, 圣以净水, 至少贩面及诸食等, 以右手按于气上, 送咒七便, 并称多宝, 妙色生, 广博生, 离部位等四如来名号, 然后弹指七便, 取于石器, 斩避泻之于境地上。 后人遇于佳吉耀宴口诗食一增一颗仪, 最有进宫与卑诗二部, 进宫可分身作, 入定, 洒进, 归一, 道场观, 献曼图罗, 普攻养等七项, 卑诗可分入定, 照请, 显诗时, 灭障, 密诗, 回向等六项。 作此施法, 遗余虚害二时, 晚间七时至十一时, 因过此时断则鬼神不得时。 最早传入我国有观宴口之经典位唐代时插南陀所一之旧面然恶鬼陀罗尼神咒经及甘露陀罗尼咒。 二书中各载有真言, 名为辩识真言, 甘露真言, 未取义居水, 咒之时便, 散于空中即成甘露。 其后, 不空一出就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 与时插南陀所意就面然恶鬼陀罗尼神咒经未同本意义。 不空又一出于加急要救阿南陀罗尼咽口以鬼经, 于加急要咽口施时起叫阿南陀原由, 即不空所意以鬼经前半不知其原部分别出单行本, 施诸恶鬼饮食及水法。 其中, 不空一于加急要救阿南陀罗尼咽口以鬼经所述行法四地位, 过地狱云言, 照恶鬼真言, 照罪真言, 催罪真言, 定业真言, 忏悔真言, 施甘露真言, 开咽喉真言, 七如来明, 发菩提心真言, 三昧耶戒真言, 施食真言, 辱海真言, 普攻养言, 奉送真言。 此后, 施恶鬼食便成为修密法者每日必行之一事。 后遭唐末五代之乱, 密教师传, 施食易法易随之施传。 至四代, 诸施对于施易法不甚了解。 尊士之经原集中有知识证明, 施食法, 施食文, 施食观想诸篇。 而其法并非密教以鬼, 仅取经中之真言, 在赋以天台宗之想法而已。 其施食证明中数有狐食, 明道, 水禄。 狐食只艳口施食, 明道为唐代之明道无遮大斋, 亦为密教行法之一, 水禄为宋代兴起之一事。 此三者当时混合行使, 磨所区别。 又有宗小者诗食通懒, 其中有诗食须知一篇, 亦主张诗旷野鬼神, 诗鬼子母就拔咽口恶鬼同位诗食。 而世门正统卷四历生篇亦同此说, 由此可知诵代诸家对于宴口施食层企图恢复而未得祈祷。 元代由于藏族喇嘛进入汉的密教义随之复兴, 藏经中有于加急要宴口施食疑, 义者不详。 就其中真言亦因所用自考之, 应系元代人所义。 其次地语于加急要旧阿南陀罗尼宴口以鬼经相同, 其前曾有三规, 大伦明王咒, 转法伦菩萨咒, 三十五佛, 普贤行愿祭, 运心供养, 三宝诗时, 入关阴定, 然后方破地狱, 其后曾尊圣真言, 六去祭, 八愿回相祭, 吉祥祭, 金刚萨朵百字咒, 十类孤魂文, 三规一赞。 从此于加施食之法得以复兴。 明代之时, 由于诸家传承不依, 岁又形成杂乱之事。 经所知明代行法有于加宴口施食可疑。 其后, 天机禅师三起凡无, 编程修席于加吉药施食谈移, 是称, 天机宴口。 天台灵操位之作著, 名为修席于加吉药施食谈移应门。 其中为赵请孤魂文不同。 连池朱宏又将天机宴口略加餐定, 编程修设于加吉药施食谈移, 又称于加吉药施食谈移, 并未知作著, 名为施食补助。 清代康熙三十二年, 一千六百九十三, 宝华山德基又将诸宏本略加山吉, 名为于加宴口施食吉药, 是称, 华山宴口。 乾隆六年, 一千七百四十一, 宝华山福具又应之作于加施食一关。 此外又有祭仙者于加宴口筑吉转要移柜。 清代佛寺流行至宴口, 多位、天机、吉、华山,两种。 宴口,周书家, 中国佛教人物语制度, P5065。 宴网庄严, 又座宴网庄严。 宴,火宴,网, 指地是天之网。 宴网庄严乃比喻佛之光明重重交彻, 宴网庄严无禁忌, 犹如帝是天之诸网。 P5067。 燕魔天, 燕魔, 泛名Yama, 西藏名Ging, RJ。 互是八方天之一, 十方互法神王之一, 十二天之一, 外部二十天之一。 于密教中特将燕魔王称为燕魔天, 而列之于天部。 然燕魔天之形象与燕魔王不同。 于宴图胎藏界曼陀罗, 燕魔王位居外金刚步越南门之西方, 右手作诗无味印, 左手执人头壮, 垂左足, 跨成水牛。 其右位黑暗女天, 下位之外边有泰山扶军, 内边有二鬼使者。 又因燕魔为鬼界之王, 故于此西方列诸恶鬼种。 种子为, 耶, 三昧耶行为人头棒, 犯得。 又以此天为本尊之修法, 称燕魔天法。 修此法可言受除灾, 若为其名服食称名道公, 或辣竹公, 指竹公。 行法之时, 先于坛上设宴摩天曼陀罗之座位, 赐制工具, 供品, 于中立一蜡烛, 其后唱诵尊名并行点火。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 大日经书卷五, 大日经义士卷四, 供养十二天威得报恩品, 参阅, 燕魔王, 六千三百四十, 批五千零六十七。 燕魔天曼陀罗, 以燕魔天为中心所建立之别尊曼陀罗。 乃为其名服, 严受除灾而修燕魔天法时所用之曼陀罗。 其图香有数种, 据金刚鼎于加护魔以鬼所在, 主尊燕魔天陈水牛, 右手执人头壮, 左手仰掌, 垂右脚, 有二天女及二鬼使者随世。 日本觉禅超之图香为中央燕魔天聚于水牛背上, 左右有二后, 其外边各安臣就先, 遮文图, 天之上部中央有泰山浮, 这堂伏鸡, 其左右坐皮纳叶家, 哪吉尼。 天之下方中央有五大道神坐于床上, 其左方位思命, 右方位思路。 大日经卷五秘密曼陀罗品, 大日经书卷十六, 阿梭附超卷一五四, 批五千零六十八。 燕罗王宫行法四帝, 拳一卷。 唐代阿摩家, 及布空三藏, 转, 略称燕魔宫次第。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一册。 其内容手术燕魔王之五一名, 四世加持香水, 洒敬, 劝请, 发怨, 赵请, 朱天应鸣, 五如来等朱种修法四帝。 P五千零六十八。 坟经台, 汉明第十, 佛道二教烧经绝珍宜之处。 永平十四年, 七十一, 正月一日, 五月八山之道士主善信等六九灵人上表, 请帝火焰佛道二教之忧烈。 同月十五日, 帝集众余坛上, 燕烧二教经典, 道教之书尽成灰烬, 而佛经毫无损坏。 翻译名义集卷七一诗条影唐太宗焚经台诗, 大五四, 一一七八上, 门径萧萧长绿台, 一回登此一徘徊, 轻牛慢说寒官去, 白马轻从印土来。 确实是非平烈焰, 要分真伪驻高台, 春风也解贤狼籍, 吹敬当年道教辉。 参阅, 家业摩藤, 三千九百七十一, 批五千零六十八。 五, 梵雨, 意味非存在。 佛教认为所谓有或无之二边, 即, 偏有, 或, 偏无, 之一方, 皆未谬误, 唯有超越有与无之相对性, 始属绝对之真如。 于原始佛教经典中, 如杂阿含经卷七, 相应部经典二十四之五,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六等, 所显现, 无, 之观念, 细相对于, 有, 之, 无, 亦即未相对于, 存在, 之, 非存在。 大乘佛教经论更进一步揭示其意, 如中论卷一观六之品位, 一切有与无, 本即不存在, 若见有, 见无之相, 即是浅至之见。 同论卷四, 大智度论卷六等, 则即超越相对性之有无, 明觉诸法之甲石断肠等, 而以, 无, 为, 一切皆空, 之同意语。 爱意诸法皆由因人和何所生, 故本性即是无, 空无自信, 负以有空意之故, 遂得成一切法。 大安若经卷四更及, 无, 之彻底否定, 而对无运六界, 十二处, 乃至四果, 独觉, 菩萨, 佛等佛道修行各阶段之人格发展于以, 义无所值, 知精辟禅论, 大五, 二二中,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寿想行时不易空, 空不易寿想行时, 寿想行时即是空, 空即是寿想行时。 中略如是空中无色, 无寿想行时, 无地界, 无水、 火、 风、 空、 十界, 无眼处, 无耳、 鼻、 舌、 身、 异处, 无色处, 无身、 相、 畏、 处、 法处。 中略, 无欲留, 无欲留过, 无亦来, 无亦来过, 无不海, 无不海过, 无阿罗汉, 无阿罗汉过, 无诀, 无诀菩提, 无菩萨, 无菩萨行, 无佛, 无佛菩提。 设例子, 修行般若波罗密多菩萨摩赫萨与如是等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密多相应。 同经选三十八亿位, 无性, 乃是般若波罗密多之自性, 而所谓般若波罗密多, 即是舍离般若波罗密多之自性。 此说与上述引文均可视为般若精系统对, 无, 之核心思想, 乃从透彻之否定来开展大成佛教魔所至爱执着之般若大会。 鉴于唯摩经卷中之, 入不二法门, 亦未权势, 无, 之著名典故。 据该经记载, 一日, 文书施力等三十二菩萨与唯摩迭居士谈论有关和等为不二法门之究极答案, 诸菩萨均先后提出各种超越生命、善恶等相对原理之看法, 而以之为不二法门, 文书则为无言, 无说, 无事, 无时为不二法门, 对此, 为摩结为以神莫不语显示之。 由是, 文书遂叹之为, 是真入不二法门。 要知, 为摩结之, 莫不二, 即是表现一种透骨透髓, 积极活泼的, 无, 知精神。 与我国, 如慧远, 僧照, 吉藏, 慧斯, 至乙等诸师对, 无, 之概念, 皆大底继承般若系统之思想。 如慧斯于所者诸法无正三昧法门卷上位, 大四六, 六二八上, 身本者, 如来藏野, 一名自信清静心, 是明真实心,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断不长, 义忠道, 无明, 无字, 无样貌, 无字, 无他, 无身, 无灭, 无来, 无去, 无住处, 无于, 无智, 无父, 无解, 此一论点, 与上纪般若经中之傲义, 只去全无二智。 无, 之思想, 与我国禅宗更有淋漓尽致之发展, 最足代表者为赵周从审禅师之, 赵周狗子, 公案。 无门关第一则, 大四八, 二九二下, 赵周和尚因分, 狗子还有佛恩也无, 周云, 无, 无门曰, 参禅虚透祖师官, 妙路要穷心路绝。 祖官不透, 心路不绝, 竟是依草父母精灵, 且道, 如何是祖师官。 至这一字, 乃宗门一官也。 忠略, 将三百六十古节, 八万四千豪鞘, 通生起各一团, 参各无字, 昼夜提思, 莫作虚无惠, 莫作有无惠。 其后之禅灵诗家, 此则, 而公安之念题, 强调彻底破除职者, 敏觉念律分别的, 无, 之精神。 另于净土教方面, 如唐代道错有, 法身无相, 法身无知, 知说, 未如来之真, 法身乃无色, 无形, 无言说, 无住处, 无身, 无灭者。 令如非兮和尚于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下一提出, 无心念佛, 之说, 迥异于一般, 念佛有念, 知思想, 而未净土门中唱道, 真无念, 知重振, 大四七, 一四一下, 眼里门者, 真无念也。 事曰, 有之与无, 即此念而本无以。 何者, 佛从念身, 心即是佛, 如刀不自割, 指不自触, 佛不自佛, 心不自心, 安得佛外立心, 心外立佛。 佛既不有, 心起有哉, 无心念佛, 其意名以。 故事人未念佛有念也, 无则未念佛无念也。 此外, 如真言密宗以, 诶, 啊, 自皆是, 诸法本不生, 之理。 据大日经书卷七下载, 一切诸法皆由众缘而生, 从缘而生者皆有始有本, 然若观此能生之缘亦附从众因缘生, 如是辗转从缘, 则莫可穷究其根本源头, 如此而观, 即之, 本不生计, 乃万法之根本, 若撤见, 本不生计, 者, 即是如实了之自心。 此乃密教从, 诸法本无, 诸法本不生, 之教义来具显, 无, 之傲止。 杂阿含经卷十二, 大臣入诸佛境界至光明庄严经卷三, 显阳圣教论卷十六, 臣识论卷二, 卷十一, 中论卷三观有五品, 诸为摩洁经卷四, 设大臣论试卷五, 二帝义卷上, 大臣大义章卷上, 大臣玄论卷二, 摩赫止观卷二上, 试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三下, 批五千零六十八。 无一物中无尽藏, 菩提境中无有生死, 涅槃之别, 亦无迷雾, 凡胜之别, 更无取舍, 执着之一切事物, 故称之为无一物, 然于对应人生一切之差别变化, 持有自由自在之作用力, 故称无一物中无尽藏。 参阅, 本来无一物, 一千九百六十一, 批五千零七十。 无二义无三, 未成佛之道为一而无二道或三道。 法华经方便品, 大九, 七中, 如来但以一佛成故, 为众生说法, 无有余成, 若二若三。 中略, 如等当一心性解受持佛语, 诸佛如来言无虚妄, 无有余成, 唯一佛成。 对此, 诸师解说互义。 天台宗旧藏, 通, 别, 元四教, 成立唯一元教, 余成, 指别教, 若二, 指通, 别二教, 若三, 指藏, 通, 别三教。 即位经之法华十位唯一之元教, 既非如前华眼时, 第一时, 之间别教, 亦非如班若时, 第四时, 知代通, 别二教, 更非如方等时, 第三时, 知对代藏, 通, 别三教。 三论宗之家详, 法相宗之慈恩, 则就三圣成立唯一佛成, 余成者, 总指元觉与生文, 若二者, 指元觉, 若三者, 指生文。 是以佛成为第一, 元觉成为第二, 生文成为第三。 即今有唯一佛成, 无第二之元觉成, 亦无第三之生文成。 P5070 无刀大贼, 不持刀之劫贼。 以此比喻无德之比丘劫掠他人之信师。 凡夫狂痴, 外至内于, 未有戒定, 视线戒定乡, 张扬善明, 招引力养, 引逆够过, 外显清白, 长相道俗扬说己身之功德, 此即无刀大贼。 静心借官法卷下, P5071 无上上为佛之德好, 即无上无上之义, 与最圣同义。 南本涅槃经卷五, 四相品, 之余, 大一二, 六三三下, 无上上者, 即真解脱, 真解脱者, 即是如来, 又为涅槃, 解脱之美称。 童书幼宰, 大一二, 六三三下, 解脱者, 明无上上, 譬如北方之于东方位无上上。 解脱义尔, 无有上上, 无上上者, 即真解脱。 诸法最上王经, P5071 无上是, 泛化阿纳塔拉, 八利与同, 因亦阿诺多罗, 佛十号之一。 又坐无上, 无上丈夫, 如来之智德, 于人中最甚, 无有过之者, 故称无上是。 又涅槃法无上, 佛自知之, 如诸法中涅槃无上, 佛于众生中亦最甚无上。 此外, 相对于菩萨五十二皆位中之等觉位, 又称有上是, 佛之妙觉位, 亦称无上是。 南本涅槃经卷八, 大智度论卷二, 大乘一章卷二十末, 参月, 十号, 四百八十, P5071 无上方便, 阿弥陀佛发愿, 以方便摄取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净土, 盖一切善巧方便, 无有过之者, 故称无上方便。 无量寿经幽婆提舍愿生计住卷下, 大四零, 八四二中, 此中言方便者, 为坐愿摄取一切众生, 共同生彼安乐佛国, 彼佛国即逝必尽成佛道路无上方便也。 P5071 无上功德田, 佛陀之美称, 诸福德田中, 以佛为罪上, 故称无上功德田。 大乘本身心地观经卷二报恩品叹佛六句中, 第一集为无上功德田, 又为阿弥陀佛之别称, 弥陀之教法, 至劫元顿, 三根普辈, 利顿全收, 由此利益, 故称无上功德田。 往生要及卷上, P5071 无上行持, 指最上, 最殊胜之修行。 急于修行佛道时, 日夜六时皆勤勤恳恳, 精进无见, 而无一刻之中断, 即称无上行持。 正法眼葬行持, P5071 无上妙觉, 如来所得之觉体, 不可思议, 最甚而无有过之者, 故称无上妙觉。 元觉经, 大17、917下, 无上妙觉, 便诸十方, 出身如来, P5072 无上忍, 堪受真理之志, 称为忍, 包括有无生忍, 寂灭忍等。 无上, 乃探称之语。 大宝基经卷二十二, 大一一, 一二三下, 菩萨妙智者, 思道未清净, 素质大安影, 成就无上忍, P5072 无上依经, 凡二卷。 南朝梁代真第, 四百九十九, 五百六十九, 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本经内容包含, 效量功德品, 如来戒品, 菩提品, 如来功德品, 如来士品, 赞叹品, 主类品等七品。 叙述雕造佛像之功德, 并说佛之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六十八法, 十八世等功德, 为纪涅盘经, 圣满经等经之后, 主张如来藏思想之经典。 世卿之佛性论及兼会之就近义成宝性论等, 均多处引用本经, 故于大臣教理史上, 有观法身论, 佛性论等之发达, 本经占有重要地位。 幼东汉实义者不祥之位曾有经义卷, 为本经效量功德品之同本义义。 唐代玄奘所义圣兮有经义卷, 为本经效量功德品与主类品之同本义义。 历代三宝记卷九, 大唐内典录卷五, 义经图记卷四, 开元世教录卷六, 真元新定世教目录卷九, 批五千零七十二。 无上两族尊, 为佛之尊号, 略称两族尊。 如今光明经卷一大一六, 三三七上, 十方诸佛, 现在是雄, 两族之尊, 法华经方辩品, 大九,六下, 无上两族尊, 愿说第一法, 此尊号有二一, 即,一, 两族, 未如人类之有双族。 佛于两族众生中, 乃罪尊圣无上者, 故称无上两族尊。 二, 以两族欲止全时, 戒定, 符慧, 解行等, 佛及具足此两族, 而游行法界, 无障无碍。 依华严经, 金光明文具记之意, 为诸佛平等, 皆具一切行满, 本愿满, 福慧具足, 方尘正诀。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二, 瑜伽诗的论卷八十三, 法华玄赞卷三, 参阅, 两族尊, 三千零七十, 辟五千零七十二。 无上涅槃, 正果之名, 以涅槃之果无上, 故称无上涅槃。 又若对而胜, 外道等所正之有上蓝而言, 则佛所正之果, 称为无上涅槃。 P五千零七十二。 无上尊, 为佛之尊真。 佛乃人天中之最圣者, 古称无上尊。 如佛之尊称。 佛得尊圣, 非人天圣所可比拟, 故方等大吉经卷八有, 大一三, 四七中, 智人能理无上尊, 之语。 无上尊与直立尊, 如来俱实智力, 实力等尊。 正诀, 切胜, 世尊未同一语。 如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五下, 无当于是, 为无上尊, 北本涅槃经卷十一, 大一二, 四二九下, 为怨无上尊, 哀受, 吻请, 最应报化地狱经, 大一七, 四五二中, 念当情精进, 顶礼无上尊, 十柱匹婆沙论卷五义行品对匹婆师佛, 师器佛, 加纳涵佛等, 称为, 大二六, 四三下, 归命无上尊, 此则与最圣尊, 无比尊, 无极尊, 勇蒙第一尊, 妙法王同意。 二位阿弥陀佛三十七号之一,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二下, 基受无上尊, 即指阿弥陀佛, 故具无量寿经等所在, 无上尊系指诸佛之通称或弥陀之别号, 南本涅槃经卷九, 往生药即卷上, 无量寿经莲艺术文赞卷上, 景星, 六要抄卷三末, P5072。 无上菩提, 佛, 原觉, 身闻各于其果所得知觉至, 称为菩提, 佛之菩提为无上究竟, 故称无上菩提。 三菩提之一, 又作诸佛菩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菩提, 大菩提。 大宝基经卷二十八, 大一一, 一五七上, 常化诸众生, 心不生疲全, 于无上菩提, 坚固不退转。 参阅, 三菩提, 六百三十一, P5073。 无上道, 至最上无比大道之佛道, 盖如来所得知道, 无有出其上者, 故称无上道, 具体称为菩提, 又与正觉, 无上正等觉, 无上菩提同意。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九中, 我见超事愿, 必至无上道, 私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又为, 无上道心, 之略称, 只愿求无上道之心, 又称为菩提心。 据众许摩喝地经卷二载, 叙述菩萨求无上道一事, 在观弥勒菩萨上身都律天经中, 说明的只欲弥勒而闻法, 求无上道成不退转。 此种求无上道之心, 即称无上道心。 初药经卷十四, 大宝基经卷二十五, 弥勒大乘佛经, 法华经书, 吉藏, 参阅, 菩提心, 五千两百, P五千零七十三。 无上轮, 亦止无常轮。 细三轮之一。 无常如轮之间后, 破之不易, 又如轮之无忠实, 轮回不已, 故比欲未轮。 欲破无常轮, 当明了一切有情, 无情皆细无常, 能生此觉悟, 使能舍无常之有味镜像。 往生要集卷上, 参阅, 三轮, 六百七十九, 二位佛之说法, 乃无上法轮之略称。 法华精化成玉品, 大九, 二三上, 世尊西之乙, 当转无上轮, P五千零七十三。 无上宝珠名号, 以如义珠比喻阿弥陀佛名号。 如义珠乃珠宝中之最上者, 故称无上宝珠。 此珠自体清净, 而有福除慧拙, 与万宝之妙用。 南无阿弥陀佛之名号, 乃由阿弥陀佛清净业所成就之清净果号, 能灭众生之一切烦恼, 圆满万得, 故以如义珠显之。 往生论柱卷下, 大四灵, 八三九上, 譬如静摩尼珠, 智之浊水, 水即清净。 若人虽有无量生死之最浊, 若闻彼阿弥陀如来智即无身清净宝珠名号, 投之浊心, 念念之中, 罪灭心境, 即的往生。 净土高僧和赞, P5073。 无上觉, 无上正等正觉之略称。 觉, 为泛与菩提之意义, 因意菩提, 指正的佛制, 涅槃之妙理, 佛所正德之菩提, 为罪上而无有过之者, 故称无上觉。 菩萨本身蛮论卷三, 大三, 三三八上, 自舍己身魔所贪习, 供诸众生正无上觉。 无量寿经卷上, 七佛经, 十柱皮婆沙论卷一人王经书卷中, 良奔, 参阅,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三千六百七十四, P5074。 无分别法, 诸法十项之理,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故称无分别法。 法华经方辩评, 大九, 一灵上, 如三世诸佛, 说法之一世, 我经义如是, 说无分别法, P5074。 无分别至, 范语尼尔, Phi culpa, JNA。 又作无分别心, 止涉理主观, 客观之相, 而达平等之真实智慧, 即菩萨于初的入见道时, 愿一切法之真如, 断离能取与所取之差别, 净至明和, 平等而无分别之智。 亦即远离明想概念等虚妄分别之世俗认识, 为对真如之认识能如实而无分别。 此智属于初世间智与无漏智, 为佛智之相应心品。 此智有加行, 根本, 后得等三种之别, 一, 寻死之慧, 称为加行无分别智, 又作加行智, 乃道之, 因。 二, 正正之慧, 称为根本无分别智, 又作出世无分别智, 根本智, 乃道之, 体。 三, 初观启用智慧, 称为后的无分别智, 又称后的智, 乃道之, 果。 另据成为时论卷时之说, 根本无分别智与后的无分别智属同一种智, 为作用不同, 后的智一根本智方能掌握佛教真理, 根本智则靠后的智方可于世俗世界之认识中发挥功能。 又据唐义舍大成论是卷八位, 无分别智远离五种相以为自信, 即, 一, 离睡眠等之无作义, 二, 离二禅以上之过有寻有伺的, 三, 离无心定之享受灭寂静, 四, 离色, 五, 于真实义离有分别之忌度, 又无分别智以修会位体, 菩萨于时的智慧数数修习, 至第八的以后即可相续任运。 良意设大成论是卷十二义位, 无分别与菩萨无异, 无分别之自信即菩萨之自信, 菩萨已无分别智慧体。 良意设大成论是卷八, 卷九, 卷十一, 大成庄严经论卷三, 大成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十四, 成为时论卷九, P50714。 五孔敌, 亦禅用语。 原位无法吹名的五孔之敌, 于禅灵中转指禅宗物竟无法以心死或言语来表达, 犹如无法吹名之五孔敌。 加太普登陆卷三十参玄歌, 万绪一三七, 二一六下, 一喝为言三日龙, 谁连大便翻成了。 五孔敌, 最难吹, 脚争功伤何不齐。 碧言录第五十一则, 第八十二则, 信心名念题, 二位, 少林五孔敌, 一书之略称。 樊六卷, 日本灵纪宗森东阳英朝, 1428-1504, 所传。 参阅, 少林五孔敌, 1381, P5074。 五孔铁锤, 禅灵用语。 原止五柄之铁锤, 禅灵中用以比喻欲引导众生却缺乏引导之方法, 犹如五孔不得家柄之铁锤, 全无着手处。 或比喻拘泥于言教而失去开悟之机缘。 必言录第十四则, 大四八, 一五四下, 对一说, 太孤爵, 五孔铁堆重下歇, 此力即针对学人突然执着于祖师或前人之语句而僵化不知辩通之情形, 讽刺以太孤爵, 并为时应开启活泼圆容之法眼来领受当前之机缘。 仅得传灯陆卷二十一, 卷二十八, 如敬和尚与陆卷上, 卷下, P5075。 无心, 亦有多种含义, 一, 指离妄念之真心。 非为无心时, 而系远离凡胜, 粗妙, 善恶, 美丑, 大小等之分别情时, 处于不执着, 不知爱之自由境界。 宗敬陆卷八十三, 大四八, 八七五下, 若不起忘心, 则能顺绝。 所以云, 无心是道。 二, 指无心定之意, 即一时修止一切意识作用之状态, 如五位无心。 三, 指迷失本性之心, 与, 乱心, 同意。 道横斑若经, 光赞经卷三, 魔喝斑若超经, 金刚经, 瑜伽诗的论卷十三, 碧言录第六十五则, 传心法要卷下, 参阅, 五位无心, 一千零九十, 二明代灵纪宗森。 湖南平江人, 俗姓书, 申族年不祥, 自幼随母驻燕京, 北平, 年十六于法海寺出家寿巨族界, 赴网参业南明慧广, 的正新印。 万历十七年, 一千五百八十九, 赵赐子一, 赴寿慈慎太后一旨, 与妙峰同宋龙藏至基族山华言寺, 众等英之吟诗助悉于大爵寺, 开法红化, 滇南禅峰婴儿圣极一时, 增定佛祖道影卷二, 虚云, P5075。 无心三昧, 范语恩爱森特, 未灭爵分别思量之三昧, 未百八三昧之一, 至灭静定, 无想定等无心之禅令。 大智度论卷四十七, 大二五, 三九九下, 无心三昧者, 即是灭静定, 或无想定。 何以故? 佛字说英语, 入世三昧中, 诸心心术法不形。 参阅, 百八三昧, 两千四百八十, P5075。 无因位, 指任何心识不起识。 位, 有心位, 之对称。 依于家师的论卷十三载, 除无心睡眠位, 无心闷觉位, 无想定位, 无想身位, 简禁位, 无于涅槃界位等六位外, 其余皆位有心位。 然无于涅槃界之位一旦若断静即不复再生起, 前五位则位暂时终止之状态, 一般称为五位无心位。 为时宗认为八时聚起, 然因期, 八二时恒常相续不断, 而前五时起作用时, 必与第六时聚起, 故警救第六时之起与不起, 而说有心或无心。 据设宗锦历六时, 不许二心并起, 故六时中任何心时均不起时, 称为无心位。 成为时论卷七, 成为时论数记卷七本, 参阅, 五位无心, 一千零九十, 批五千零七十六。 无心道人, 只对于一切无想, 无念, 摩索求之修行者。 传心法要, 大四八, 三八零上, 供养十方诸佛, 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何故? 无心者, 无一切心也。 四十二章经, 批五千零七十六。 无心论, 全一卷。 传者, 堪行年代君不祥。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五册。 戏以十一项问答, 产论无心之指, 以为能悟, 无心, 者, 及了托一切烦恼, 了悟生死涅槃。 本论之敦煌古写本, 现今葬于大英博物馆, 编号史坦英第五六一九号, 标题之下有, 是菩提达摩志, 六字。 或为本论纯属他人伪作, 因其文内有我国固有术语, 太上, 二字, 大八五, 一二七零上, 问曰, 何名为太上, 答曰, 太者, 大也, 上者, 高也。 穷高之庙里, 故云太上也。 不似来自一帮之达摩所说者, 或以本论之思想内容与形式, 酷似牛头法荣所传之觉观论, 而仪戏法荣之作。 P5076, 吴文和尚语录, 请参阅吴文道灿禅师语录。 吴文道灿禅师语录, 请参阅吴文道灿禅师语录。 吴文道灿禅师语录, 权语录, 宋戏孙吴文道灿禅传, 法寺为康边。 渡宗贤纯九年, 1273, 堪行。 又作吴文道灿禅师语录, 吴文和尚语录。 收于万绪藏第150册。 为玉王山孝翁庙庙刊之法寺吴文道灿之语录。 内容包括建福寺语, 开仙华藏寺语, 在住建福寺语, 小佛式, 赞, 寄送, 提拔等。 道灿禅传有, 吴文印, 二识卷, 细诗文集。 P5076。 吴方, 为佛设化众生, 敏觉方位之区别, 磨锁济现, 亦无一定之方法。 方, 止方锁, 方法。 即纵横自在, 发挥妙用之语。 灵际陆续, 大四七, 四九六中, 妙印无方, 不留正机, 盖如来所立教法, 便满十方, 如同空界, 群生万类, 普沾其力, 不现异于, 故称无方。 菩萨因落本叶经卷上, 四分律三凡却形式超卷逸之上二, P5076。 无比身, 佛身为妙相好, 是无比类, 故称无比。 圣满经, 大一二, 二一七上, 即身词念时, 佛于空中线, 普放尽光明, 显示无比身, P5076。 无主物, 只无一定所有主之物。 有主物, 之对称。 取无主之物虽不成道罪, 若作有主相, 或存疑而取之, 亦犯轻罪。 善见绿皮婆沙卷九, 食送绿卷一四分绿卷一四分绿形式超资十计卷中一, 范网经菩萨戒本书卷二, 法葬, 参阅, 有主物, 2429, P5077。 无功用, 范语恩, P5077。 略称无功, 不借功用之义, 即不佳造作, 自然之作用, 亦即不假借身, 口, 亦而任运自在之道, 为, 有功用, 之对称。 八的以前之菩萨, 于真如之敬畏得自在, 而八的以上则可续起唇无漏而任运自在, 故称无功用道。 又于八的以上, 得任运无功用至, 自在立身, 称为无功用地。 然若就佛果而言, 则八的以上属有功用, 为佛果为无功用。 良意设大臣论是卷十, 卷十四, 佛性论卷三, 大臣庄严经论卷三六门教授席定论, 观经书悬一分, 参阅, 有功用, 两千四百二十九, 批五千零七十七。 无功用至, 于小臣, 未发有漏, 无漏之至, 非由加行而得任运自在。 为果原得, 三原得之一, 最初之至原得所分无失至, 一切智, 一切种智, 无功用智等四种智之一。 于大臣, 指八的以上之菩萨, 不借家用之功, 自然弃于真性之智。 盖大臣菩萨实地中, 八的以上为无功用地, 得任运无功用智, 自在立身, 其念无退。 西方药爵士宜通归, 参阅, 三德, 六百六十八, 有功用, 两千四百二十九, 批五千零七十七。 无央术节, 犯于ASAKIA, KOPA, 指无限长之时间。 央, 静之易, 节, 即长之时间, 原为古代印度表示极大实现之时间单位, 佛教义言用之。 无央术, 未犯于ASAKIA, 因译阿森指, 之意义。 无量寿精卷上, 大一二, 二六九下, 自行六波罗密, 教人另行, 无央术节, 机功累得。 法华经建宝塔品, 冠顶精卷十二, 参阅, 阿森指, 三千六百六十六, 批五千零七十七。 无身, 以幼作无起。 为诸法之实相无身灭。 与, 无身灭, 或, 无身无灭, 同意。 所有存在之诸法无实体, 是空, 故无身灭变化可言。 然凡夫弥此无身之力, 起身灭之烦恼, 故流转身死, 若依诸经论官无身之力, 可破除身灭之烦恼。 原诀经卷一大方等大吉经卷十五, 二, 阿罗汉或涅槃之意义。 阿罗汉有不身之意, 即断尽三界烦恼, 不在于三界受身之意。 又依弥陀之本愿往生净土者, 乃是弃合弥陀之本愿, 此因无身为涅槃之理, 故意于凡夫内心所想虚幻之身。 于此, 弹鸾之往生论住卷下称之为无身之身。 自涅槃无身灭之观点言, 即止觉悟涅槃, 亦即正的无身身, 即乐为契合涅槃之世界, 由此意, 故称为无身界。 最圣王经卷一摩赫子观卷五下, 参阅, 阿罗汉, 三千六百九十二, 涅槃, 四千一百四十九, 批五千零七十七。 无身四地, 我国天台宗至以所立四种四地之一。 又作无身灭四地。 天台宗叛立藏, 通, 别, 元四交, 无身四地系通教之说, 认为因元诸法, 西皆幻化, 当体及空而无有身灭, 以此观苦, 即, 灭, 到四地, 故称无身四地, 以别于藏教之, 生灭四地。 一, 苦地, 为观一切生死皆空, 而无逼迫之相。 二, 极地, 为观一切货业皆空, 无有何何, 不生苦果。 三, 灭地, 为观因元诸法皆空, 喜本无身, 惊异无灭。 四, 道地, 道, 即界定会之道。 为观一切道恒皆空, 能致之道闽王不存。 法华玄一卷二下, 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上, 卷下, 参阅, 四地, 一千八百四十, 批五千零七十八。 无身身, 全称无身之身。 无身, 执法性真如之理, 无身无灭, 身, 只舍此而往彼处。 如佛菩萨以应化身, 是现于娑婆, 众身往身于净土, 乃离六道四身之身, 此身应弃于无身, 故称无身身。 据谈卵往身论柱卷下载, 极乐净土为阿弥陀如来清净本愿无身之身, 非如三有虚妄之身。 即彼净土随顺法性无身之妙理, 故往身者能弃何自然之土得, 而得无身之身, 与三界之身不同。 批五千零七十八。 无身老母, 为明清时民间宗教中至高无上之女神。 被视为创世主, 又为拯救苦海中之人类的救世主, 具有无上之权威。 其传说颇多, 明末清初河北世人代明说所作, 《无身妙碑记》, 即有关于《无身老母之灵异》记载。 清代以后, 更增添无数民间色彩, 如到光年间, 一千八百二十一, 一千八百五十, 流传于河北白阳教徒监者, 即为无身老母于康熙年间, 一千六百六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二, 转世, 出嫁后生义子, 后为丈夫休憩, 子又被累积, 遂开始其习教传徒生涯, 显示其为受过苦难之妇女形象。 此外, 清代对无身老母之信仰, 又与农民之反抗组织结合, 而为农民起义之精神注食, 如乾隆三十九年, 一千七百七十四, 山东清水教之王伦, 嘉庆时林清之天理教, 道光二十五年, 一千八百四十五, 四川清联教等之起义, 君奉无身圣母, 圣祸宣称, 圣母降身, 刀枪步入。 P五千零七十八 无身身, 指证果之身。 以佛之法身无有身灭, 故称无身身。 观经书玄一分, 大三七, 二四六上, 定散等回向, 肃证无身身, 无身, 为涅槃之意称。 盖涅槃之妙礼, 无身无灭, 正物无身之礼, 即得无身身。 然无身身有分, 圆之别, 正物体达, 圆, 者为佛果, 得, 分, 者则为菩萨位, 即无上人之菩萨。 二者皆称无身身。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三, P五千零七十八。 无身法忍, 犯语anapathika, Dharma, KNTI, 为观诸法无身无灭之礼而地认之, 安住且不动心。 又做无身忍, 无身忍法, 修习无身忍, 为三忍之一, 人王经所说五忍之第四。 大制度论卷五十, 大二五, 四一七下, 无身法忍者, 于无身灭诸法时相中, 信受通达, 无碍不退, 是名无身忍, 大臣义章卷十二, 大四四, 七零义中, 从尽为名, 礼记不起, 称曰无身, 慧安此礼, 名无身忍。 据大制度论卷八十六载, 于身闻之八人地乃至以半地, 辟之佛的等官四地, 一切至断景得菩萨无身法忍之部分, 苦及灭道之四地时, 乃分别诸法时相之一地, 以身闻为顿根, 故观四地而得道, 以菩萨为立根, 故直观诸法时相而入道。 由此可知, 无身法忍, 即身闻于入见道未实见四地, 菩萨则于入出地时地认诸法无身无灭之礼, 以助退转地。 居家诗的论卷七十四载, 不退转的知菩萨依并记所直性, 依他起性, 原诚实性等三性, 的本性, 自然, 烦恼苦构三种之无身, 依本性无身忍, 又作本来无身忍。 为观辩计所直之体性均无, 而忍之本性无身忍。 二, 自然无身忍, 为观依他之诸法因缘生, 知非自然而生者。 三, 烦恼苦构无身忍, 又作过苦无身忍。 为诸法实性之真乱性, 细安住无畏与一切杂染不相应, 忍之本来寄尽者。 此乃忍之三无性之理, 故称无身忍。 又六十华严经卷二十五, 十的品, 为, 第七的知菩萨, 三页清净, 修无相行, 的无身法忍, 照明诸法。 令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菩萨行品列举福忍, 杏忍, 顺忍, 无身忍, 寄灭忍等五忍, 前四忍分上, 中, 下三品, 而寄灭忍仅分上, 下二品, 杏忍之三品配出, 二, 三地, 顺忍之三品配以四, 五, 六的, 无身忍之三品配以七, 八, 九地。 大班若波罗蜜多经卷四四九转不转平, 无量寿经卷上, 大宝基经卷二十六, 大品班若经卷二十二, 入伦加经卷三, 成为十论卷八, 大制度论卷六, 卷十五, 卷七十三, 净土论卷上, 大乘一章卷十四, 参阅, 三法忍, 五百七十一, 五忍, 一千零九十七, 批五千零七十九。 无身门, 观诸法无身之礼, 未入佛道之出门, 即称为无身门。 摩喝止观卷五下, 大四六, 五九下, 无身门能通止观, 道因道果, 又能显无身, 使门光阳, 何者。 止观是行, 无身门是交, 依教修行, 通至无身法忍, 因位聚足。 静明三十二菩萨, 各说入不二门, 皆是菩萨从门入位, 而无身未守。 摩喝止观卷六下, 止观大义, 批五千零七十九。 无身戒, 止契合无畏涅盘之庙里, 而相及相入之世界。 无身相似过类, 英明用语。 古英明之祖族穆所立英明, 四能破, 十四过类之第十一。 于英明对论中, 立者, 立论者, 以提出宗, 命题, 语音, 理由, 敌者, 问难者, 欲驳斥之, 强止于立者所说之, 因, 未发生之前, 其宗不能成立, 如是则敌者自身招致此一过失。 例如于, 身是无常, 宗, 情勇无见所发信故, 因, 之论是中, 敌者欲破斥之, 遂发难为, 身为所依, 因是能依, 未说所依之身, 不可言能依之因。 如是辱犯无因之过失。 又无常之宗既不可成立, 身则非情勇无见所发, 故应未常。 并另举一论是, 身未发生前, 即无如是之因, 故身非无常, 此乃因无情勇所发之因故, 如空, 事实上, 身发生后故可成立宗, 然未发生之时, 其体亦无, 故不得是为无常之过。 此乃的者望自增义, 非情勇, 之因, 而成立, 常驻, 之宗, 以非难力者所招致之过悟。 又此一过悟相当于是轻如实论道理难品中之, 未深难。 英明正礼门论本, 英明论书瑞元纪卷八, 英明十四相似过类略试, 为贤, 现代佛教学术从堪, 二十一, 参阅, 十四过类, 四百一十五, 英明, 两千两百七十六, P五千零八十。 无身智, 范语尔纳Pdina, 巴利语尔纳Pdina, 二智之一, 十智之一, 指了之一切法无身之智, 一级灭尽一切烦恼, 远离身灭变化之究极智慧, 于四地以自知苦, 断疾, 修道, 正灭, 复更辨之无, 知, 断, 修, 正, 知无漏智, 又以辩知断境欲, 有, 无明知三漏即劫妇, 随免等不再生起, 故称无身智, 阿毕达摩及一门族论卷三, 大二六, 三七六上, 无身智云合, 未如实之我已知苦, 不复当之, 我已断疾, 不复当断, 我已正灭, 不复当正, 我已修道, 不复当修, 此所从生智, 见, 明, 觉, 解, 慧, 光, 观, 是明无身智, 盖此智于无学位圆满完成, 获得, 敬智, 后, 更以一切之甚道位因, 圆满无学果, 故未与非则灭之, 得, 具身之无漏正智, 此为利根之甚者能成就, 除欲界极有顶的之外, 以其他之四根本定, 未至定, 中间定, 下三无色定等九的位一地, 摩赫班若波罗蜜精卷五广成品,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九, 巨舍论卷二十四, 卷二十六, 变中边论变无上成品, 亦不宗伦论, 大臣阿皮达摩杂级论卷十五, 品类足论卷以显阳圣教论卷二, 参阅, 二至, 两百一十五, 十至, 四百七十二, 批五千零八十, 无生无灭, 略称无生, 为诸法之实体无有生灭之相, 与, 无生灭, 无生寂灭, 同意, 又以无生断离执着, 故又称无生无者, 为摩经地子品, 大一四, 五四以上, 诸法毕竟不生不灭, 仁王经卷上载, 一切诸佛皆于般若波罗密多中, 生, 于般若波罗密多中, 化, 于般若波罗密多中, 灭, 诸佛时生摩所生, 化摩所化, 灭摩所灭, 一切诸法故无生灭, 由因缘和何而成, 一切众生亦无生灭, 时由诸法聚集和何而有孕, 处, 戒, 相等, 又中论卷二载, 众缘和何而有生, 因缘若散则灭, 故无实在之生灭可言, 又以无生灭之法性为体之佛生土, 称为无生生, 无生国, 不增不减经, 北本涅槃经卷九, 大制度论卷八, 卷三十三, 卷五十九, 往生论柱卷上, 批五千零八十一, 无名, 七百二十二, 七百九十三, 唐代何则宗森, 渤海, 山东阳姓, 人, 俗姓高, 移居洛阳, 二十八岁于同德寺出家, 初学绿藏, 后从学于何则宗祖何则神会, 并四起法, 改称无名, 游历四方, 参访五岳之罗福, 卢富, 双丰, 宫, 卢岭, 牛头, 扇西, 若耶, 天台, 四明等珠山, 据传德宗, 七百七十九, 八百零四在位, 采纳先于书名及令狐还之一剑, 欲杀太森尼, 井流高森, 无名上表净剑, 乃霸, 真元六年, 七百九十, 有五台山, 真元九年世纪于佛光寺, 世寿七十二, 法腊四十三, 这有弥陀经书行事, 择路节度使礼报真于佛光寺为其建塔, 宋高森传卷十七, 批五千零八十一, 无名无实, 为虚妄不争或不辨别真实之意义, 即执明时不服之错误见解, 盖, 名, 为能全表事物之名言语句, 实, 为所全表之真实事相或道理, 能全, 与, 所全, 本位诸法之表语理, 既不可截然而分, 视为不相干涉之两端, 亦不可混淆真假, 堕入明时颠倒或明时皆忘之荒诞见解中, 批五千零八十一, 无核过, 无核, 犯语emnfire, 英明用语, 英明三十三过中, 同欲五过之一, 即于英明对论中, 所举之因, 理由, 语宗, 命题, 缺乏同法御体, 致使彼此不相连接所犯之过失, 例如于, 身是无常, 宗, 所作性故, 应, 犹如平等, 欲, 之论是中, 仅具有同法御依之, 平等, 以见其兼具能立法之, 所作性, 即所立法之, 无常性, 亦即于, 平等, 虽双限能立, 所立二法, 然人不能证明身之所作性必定是无常, 故无何即是仅具同法御依, 而未举是同法御体, 已明白表示, 所作性, 与, 无常性, 两者间所应具有相属不离之关系, 若于, 犹如平等, 之同法御依上, 加上, 诸所作性者无常也, 之同法御体, 始终与因之间, 关系明确, 便不致产生无何之谬误, 无何虽未过失, 然此过谨细就比良之法事而言, 至于实际力量, 论事, 时, 常省略同法御体, 乃英明之通力, 英明入政理论, 英明论书瑞元纪卷七, 英明入政理论物他们浅世, 陈大齐, P5081, 无因, 全称无因有果, 只将一切之存在是为果, 若追求其原因则不可得, 盖世尊说因果, 外道否定佛教此种人生观而主张无因, 故称为无因外道, 为一种自然外道, 参阅, 自然外道, 两千五百三十一, P5082, 无因外道, 为主张万物系无因而生之印度外道之一, 又称诸法无因宗, 无因见论, 无因论师, 无因生论, 外道十六宗C之一, 二十种外道之一, 此派论师以万物乃无因无缘, 自然而生, 为一种自然外道, 古来印度即盛行无因论, 据外道小陈涅盘论载, 诸法系非因而生, 无因无缘生一切物, 无染因, 亦无尽因, 如即赐之真不待人作而自奸, 孔雀无待人化色而自然美, 六师外道中之莫加离居奢离子即属此派, 此外, 有关无因论之思想, 于诸经论中多有列举, 例如长阿含卷十四梵动经所说六十二件外道中, 无因论有初见, 第二件之别, 初见系万物由无而生, 第二件系主张为自然而生, 别无他因, 据四分率三反捕雀形式超卷下四载, 破十种之外道中, 第二位自然外道, 第四位无因果外道, 又于三论玄义所举外道之四之中, 第二位无因有果, 第四位无因无果, 杂阿含经卷三, 大佛顶首轮严经卷十, 大皮婆沙论卷一九九, 瑜伽诗的论卷七,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本, 外道哲学, 参阅, 自然外道, 2531, P5082, 无因生论, 即主张世间为无因之见解, 为印度古代外道所执六十二见中, 依前迹, 过去, 而其之分别见解, 有两大类, 故又称二种无因生论, 二无因生论, 即, 一, 先生于无想天, 命中后又转生人间, 此类人虽有素是通, 能一知彼出于无想天及其后之情形, 但却不能一知彼生于无想天以前之所有情形, 虽妄以为其本时乃无因而生, 诸法亦无因而生, 二, 自以解极致分别观察, 虚妄推求, 而以为世间无因, 一切皆自然而有, 相当于外道十六宗之中, 诸法无因宗之见解, 长阿含卷十四梵动经, 大皮婆沙论卷一九九, 中观论书卷十末, 参阅六十二见, 一千两百四十一, 批五千零八十二。 无因相似过类, 英明用语。 古英明之祖族目所立英明, 四能破, 十四过类之地九。 于英明对论中, 敌者, 问难者, 未破立者, 立论者, 知能力, 因, 理由, 遂对正确无物之宗, 命题, 与因, 进行时间先后关系之分析, 为因无论在宗前, 宗后, 或与宗同时, 皆不得成立, 强欲令立者之论是现于无因, 而家已非难之, 敌者自身反而招致此依无因相似之过失。 例如佛弟子立, 身世无常, 宗, 秦勇无见所发性故, 因, 之量, 论事, 敌者欲破斥之, 遂未, 如所说秦勇所发之因, 就近于无常之前, 或无常之后, 或同时, 若未在前, 则辱所立之宗由旧而成, 乃对宗而立应, 亦在无常之先, 即非情勇所发, 若未在后, 无常未成。